自在威士,于受量若言若促之自在威士,于空、杖、极远、塑形、小大相入等自在威士,令世间种种本性法而转圣之稀其威士。 或于难化而必能化,于达难必决移,利教必出离,于恶党必能服之四种威士。 四,色身原德,具重相,具随好,具大力。 即内身骨坚固,超越金刚,外患神光,于百千之日。 三,恩缘德,为如来慈悲哀敏之德圆满具足,永远解脱三恶去与生死之苦,义令众生安住于人天之善去与三圣。 据舍论卷二十七,据舍论光绩卷二十七,P668,三德六味,三德,止轻软,静节,如法。 六味,止苦,醋,肝,心,咸,淡。 细出自南本大班涅槃精卷一续品,佛林涅槃食,朱优婆赛为佛吉森备办种种饮食,其食甘美,具有三德六味。 至后世,成为四月每日上供所念之宫斋具,三德六味,供佛吉森。 参阅,十三德,三千九百九十九,P670。 三会,泛语Tisra Proch,指文思修三会,即简则是理之三种精神作用。 即,一,文会,泛Rutum My Proch,即由三藏十二分教或善知识处文之,能生无漏圣会,故称文所成会。 此为身闻所成就。 二,思会,泛Saint My Proch,即由思维所闻所见之道理而生之无漏圣会,为原觉所成就。 三,修会,泛BHFM My Proch,乃依修习而生之无漏圣会,为菩萨所成就。 其中,文会为三会之音,众生若受持转读,究竟流不诸精脏,则生会,依此文会则生思会,依思会则有修会。 此乃段烦恼,正的涅槃之过程,犹如依种生牙,依牙生经,依经转生之夜花果。 故前二会未散至,仅为发起修会之助缘,修会则未定制,具有断或正理之作用。 若以大臣菩萨之阶位而言,识柱位的文会,识行位的思会,识回向位的修会。 令旧皮坛之界系而言,欲界有文,思二会,因欲界未不定界,非修地,亦非离然的,若欲修时则多思会中,故此界无修所成会。 色界有文,修二会,无色界唯有修所成会,因色,无色界是定界,是修地,亦是离然的,若欲思时已堕修中,故此二界无死所成会。 又无色界不用耳根听闻佛法,故无文所成会。 幽婆塞界经卷仪于余家师的论卷二十八,成识论卷十六,即义门族论卷五,大皮婆沙论卷四十二,巨舍论卷二十二,佛的经论卷一批六百七十。 三会经,全识论卷,议者一名,收于大正藏第十七册,即入经论中种种因缘,法义而成,凡六十余条,可作佛教徒修养之指南。 两五帝集长于同态四开讲此经,出三藏纪集卷四,批六百七十。 三摩地,梵与三代,八粒与同。 七十五法之一,百法之一。 又坐三昧,三摩提,三摩地。 亦亦未等持,镇定,定义,条直定,镇心行处。 即远离婚审调矩,心专注一镜之精神作用。 三摩地之羽亦诸多,若于说一切有不忠,为十大地法之一,与一切心,心所法相应,通于定,散,亦通于善,恶,无忌之三性,而无别体。 于精量部,心之一镜相续而转,称为三摩地。 行者注于三摩地,观想明照,智慧明朗,即能断除一切烦恼而震的真理。 大批婆沙论卷一零四,乘十论卷十二定香品,乘为十论卷五,大乘一张卷十三,参阅,三昧,五百八十,批六百七十。 三摩地法,乃总称密教之法。 以此宗之本义修三密平等之三摩地,故统称其法为三摩地法。 又为宁相五相成身,三密密官,以通达三摩地菩提心之法。 故密教之菩提心又称为三摩地菩提心。 依菩提心论之说,为真言法中即生成佛,故三摩地法于诸教中缺而不输。 P671,三摩亚渣国,三摩亚渣,泛名Samote。 东印度之谷国名。 据大唐西域记卷十载,此国周三千余里,滨海的诗,都城二十余里,气候温和,风俗平顺,人性刚烈,好学勤力,坚信邪阵,有僧徒二千余, 接袭上坐步,去臣不远有阿玉王所见之苏赌波。 其后,一进西行求法陆经此地时,王位和罗舍拔扎,国中僧吕接袭大臣教。 此国约在经加尔各达东北九十九公里处。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僧哲禅师条。 康尼,M,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P671 三摩系多,梵与Semita,巴黎语童。 意义等影,圣定。 只由定力所引申之身心安和平等。 又由前加行等所引发的定之分位,亦称为三摩系多。 据称为十论数计卷六本,瑜伽论略转卷一等所在,三摩系多为限于,定,而不通于,散,然广通有心,无心,而以有漏,无漏之五蕴功德为其体性。 等影之地可包含,四禁律,八解脱,三等持,五限见三摩底等四种。 故知等影,三摩系多,知范围时教,等至,三摩底,以词未广。 据舍论光纪卷六,大四一,一二四中,三摩系多,此云等影,通有心,无心定。 多分有心定中说不通散,若有心定明等影,未定前心离于省,调,明等,能引起此定明影,此从加行立明。 又解即定离于省,调,明等,能引起平等身心,明影。 若无心定明等影,还作两解,准有心定是,唯无心未意。 依此,等影具有,一,远离省调等,二,能引平等,三,引发平等方便等三意。 瑜伽诗的论卷十一,瑜伽论记卷四上,悬应应一卷二十一,参阅,三昧,五百八十,批六百七十一。 三摩波多法,密教护摩修法之一种。 集于一座护摩之中,其念究竟成就之法。 全称三摩波多护摩法,成就护摩法。 又做中法。 三摩波多,梵语三PTA,又做三波多,三波多,意义究竟。 金刚鼎于加护摩以轨载其法如此,大一八,九二零上,安所成就物于苏气前,或物大,即安于右肝或左边。 行人自身,苏气,即物,并如,慎重,如是为五级,循环次第应安利。 去小勺满勺苏,家于所成物上,送真言至萨字,即举勺头火,与喝身俱下,便长饮喝身,令勺却至物上,喝身方诀,辨别如此。 若家持人,即安勺头上,若用本尊真言,无萨喝字者,当家之而送。 苏西的杰罗金卷中不缺少法品,菩提常所说一字顶轮王金卷四,建立曼图罗护摩以轨轨,P671。 三摩耶,梵语三妹阿之音语。 又做三妹耶,错摩耶,缩摩耶。 意义时,众慧,一致,规则,教理。 一般多作,时,一致,平等,知义。 作为,时,知义,如诸经之初,有,如是我闻,义时,泛义法美瑞德米克斯曼森,之语,以及六是成就中之时成就。 据大制度论卷义所在,古印度有关,时,知名称有二,义为加罗,泛KLA,义为三摩耶。 其中,加罗义语词为印度古代外道所习用,此类外道指,时间,为时有,且以之为万物之声音,佛教则是之为邪见,故于经中多用三摩耶一语,而不用加罗义词。 此外,或以加罗表示常识之时,如一年分为三等分,而以三摩耶表示时中之小时,如一日分为化夜六时,六时之中更有,小分,之分。 大日经义试也密超卷八,大日经书超卷二,参阅,义时,六时三,密教以之为诸佛或诸尊之本事,应为之誓愿。 具有平等,本事,除障,经觉等四义。 即,以佛与众生之本质而言,二者完全平等无有差别,平等,故佛发誓令所有众生开悟成佛,本事,而众生由于佛之加持力,故能驱除烦恼,除障,众生之迷心亦能随之而惊醒,惊觉。 其中均以平等之意为中心。 故大日经卷六言此三者皆平等一致,即三皆三昧之意,而称为三三昧耶。 此有一心三三昧耶,三宝三三昧耶,一生三三昧耶,三圣三三昧耶等四种。 据大日经卷二,大日经书卷九所在,修胎藏界曼陀罗诸尊之三昧,三摩帝,契合于本事,与诸尊成为一体之修法,因胎藏界之诸尊分为佛部,莲华部,金刚部等三部,其观想意有三种,此三种三昧耶,称为三三昧耶。 即,诸佛之本体,为法界,此法界在胎内之谓为入佛三昧耶,出胎内为法界身,完成自立立他之作用为转法轮,依序而为法身,报身,应身之功德。 此意称佛部三昧耶,莲华部三昧耶,金刚部三昧耶,或三部三昧耶。 未平等,本事之一时,密教之戒,称为三昧耶戒,三摩耶戒,简称为三戒。 而其做法则称三昧耶戒仪,三昧耶戒做法,其道场称为三昧耶戒场,三昧耶戒谈。 此戒乃是立于,三阶三昧耶,即,三三平等一致,之观点,而以众生本具之本有清净菩提心畏戒体, 以及以行愿,大悲,圣意,三摩地之三种菩提心畏戒体,并以显教,密教,大臣,小臣之戒法等法戒之得畏形相,在传法冠顶时所受。 密教认为,受法之后不修行,则将退施自己之本事,此称退三昧耶罪。 对密教之教说,密藏,加以怀疑,诽谤者,则称破三昧耶罪。 若未经允许学法,而自行受受者,未悦三昧耶罪,悦法罪。 以上三种罪,何称为三种重罪? 像真佛,菩萨,诸天等至本事之气障,应气等物,称为三昧耶行,三摩耶行,略称三行,或波罗密行。 描绘三昧耶行以代表尊行之曼陀罗,则称三昧耶曼陀罗,系四种曼陀罗之一。 例如,大日如来之宝塔,观音菩萨之莲华,不动明王之剑等,均为三昧耶行。 即顺序观想种子,三昧耶行,尊行,先从种子成就三昧耶行,再从三昧耶行开展出诸尊之行乡。 密教修行之过程有五阶段,为五种要事之意,称为五种三昧耶,五种灌顶。 即,移出见三昧耶,遥从坛外可见曼陀罗,而未受与真言及硬气之位。 二,入赌三昧耶,允许进入坛内供养、礼拜、散花,而得文本尊名号之位。 此时可受真言与硬气。 三,据谈三昧耶,见曼陀罗及硬气之后,修妙夜之位。 四,传教三昧耶,修行法则,知晓必要之事,而得为人师之位。 五,秘密三昧耶,到达最后生秘密会之位。 上述五种三昧耶可配于后世之灌顶,而依序相当于曼陀罗宫,结缘灌顶,寿明灌顶,传法灌顶,以心灌顶。 大日经卷五入秘密曼陀罗法平,里去世卷上,大日经书卷十六,批六百七十二。 三昧耶,乃平等之意,密教以三密平等之法为其根本义理,故总称其法为三昧耶,到。 参阅,三摩耶,六百七十二,批六百七十三。 三摩若,旧义座,总乡,新义座,有。 为圣论学派所说六具意之第四具意。 百论书卷上之中,大四二,二四六下,四者三摩若地,此云总乡地,为总万法为一大有等,批六百七十三。 三摩底,泛与三摩提,八粒与同。 因义座三摩拔提,三摩。 义义等至,正受,正定现前。 旨由远离婚审,调举等,而使身心达于平等安和之境。 即身心安和之状态,为三摩地之静静。 依据舍论卷二十八,四静律及四无色定为根本八等质,其中四静律及下三无色定等七者,各有位等质,静等质,无漏等质三种,有顶的则仅有位等质与静等质。 有关三摩底与三摩地,等质,之差别,大皮婆沙论卷一六二中列举数种说法。 有说等质以一物为体,等质以五蕴为体。 有说等质为一沙纳,等质则相续。 有说诸等质即等质,而等质非是等质,如无想等质,灭尽等质即属之。 有说亦有等质非是等质,如不定心相应等质即属之。 又依据舍论光纪卷六所载,三摩地通于定,散即善,恶,无济等三性,唯有心平等,持心去向于静,故称等持。 三摩底则通于有心定与无心定二种,唯在定,不通于散。 此外,亦有说三摩底即禅定之以名者。 又良意设大乘论是卷十一中,于三摩底略举境,重类,对质,随用,随隐,游士等六种体类差别。 瑜伽诗的论卷十一,识的经论卷五,杂阿皮弹心论卷七,巨舍论卷五,成为识论数记卷六本, 瑜伽论略略转卷一,卷五,参阅,三媚,五百八十,镇寿,一千九百八十九,批六百七十三。 三摩,指外,内,法摩等三摩,乃依往身论卷下所立。 即,一,外摩,为五十,眼,耳,鼻,舌,身,圆五净,色,身,香,味,处,所生之乐。 二,内乐,即出禅,二禅,三禅意识所生之乐。 三,法乐乐,即智慧所生之乐,由爱佛功德而起,亦由远离我心,无安众生心,自供养心等三种心而产生。 大智度论卷三,卷八,指天,禅,涅槃三乐,乃具大宝基金卷一灵意所立。 即,一,天乐,修实善业者,命中后生于天上而受种种殊庙之乐。 二,禅乐,修行之人入诸禅定,一心清净,万律俱继,的自然禅乐之取。 三,涅槃乐,断诸或而振涅槃,生灭灭意,寄灭未乐,此乃究竟之乐。 P674 三乐,又做三幻。 为肠阿含经卷十八所举龙之三种苦恼。 即,一,热风热沙等烧皮肉骨髓之苦恼。 二,恶风夺居处是一之苦恼。 三,精翅鸟掠夺宫中龙子之苦恼。 正法眼葬加沙功德,P674 三缘,又做摄取三缘。 乃至清缘、敬缘、增上缘,及念佛之行者被阿弥陀佛光明所摄之缘由,共有三种。 此语系出自善导之观经书定善意卷三。 一,清缘,行者口称名号,身理敬佛,心莫念佛,而佛闻其称名,见其礼佛,知其念佛。 如此行者与佛互相意念,两者具有密不可分之关系。 二,敬缘,行者欲见佛时,佛即应行者而清静其身。 三,增上缘,行者称念名号,念念除去罪障,临命忠实,慎重来迎,不为业障所欺负,必定往生。 此外,又指慈悲之缘,即,众生缘,法缘,无缘缘。 参阳,慈悲,5805,批674。 三请,指三次请佛说法。 法华经卷五如来寿量品,大九,四二中,适时菩萨大众,弥勒为首,合掌白佛言,世尊。 为愿说之,我等当性受佛语。 如是三百亿。 复言,为愿说之,我等当性受佛语。 而时世尊之诸菩萨三请不止,而告之言,如等地听。 依法华论卷下载,三请有三种意义。 一,为欲令大众推密圣身之佛陀境界。 二,为欲令大众生起尊重之心,必尽欲闻。 三,为欲令增上慢者离席而去。 法华经玄暂卷三末,批六百七十五。 三论,指龙术之中论四卷,十二门论一卷,及提婆之百论二卷。 此三部论书为三论宗所依用之要点,皆为揪摩罗时所依。 一中论,中者照其实,论者尽其言。 应修行之人内心至或,或身道见,或执偏悟,故者知以中道之理,令离二边之乡,故称中论。 二,百论,佛入灭后八百余年,外道芬然,一端尽起,邪便逼真,带乱正道,提婆菩萨乃作思论,所以防止闲邪,张明宗乙。 此论有百计,故称百论。 三,十二门论,门已开通无至,论已穷缘尽礼。 其始自观因缘门,中至深门,总有十二,故称十二门论。 关于其合称,三论,之由来,三论玄义中层列举八议以说明之,即,一,每一论各具破邪,显正,严教等三议。 二,三论聚合,方备三议,如中论阐明所显之理,百论西破邪直,十二门论为严教。 以此三议相成,故称三论。 三,三部句上,中,下三品,即中论为广论,百论为次论,十二门论为略论。 四,一切经论之行事有三,仅为,寄送,之论,仅为,常行,之论,亦句寄送亦句常行之论。 如中论属于仅为寄送之论,百论属于仅为常行之论,十二门论属于一句寄送亦句常行之论。 此三书虽各相开眼其说,然又共相完成。 五,同为大臣通论,三论皆已破小臣诸不知迷直,通身大,小两教。 六,三书痛显不二识相,以全中道之妙礼。 七,同为四一菩萨所造之论。 八,同世相,末时代所作,此乃菩萨为刚为大法及通身诸经之议而作。 三论宗之之派四论宗,将上纪之三论,另加大制度论,合为四论,而以之为所依要点。 又以上各论之著书颇多,但以及藏之三论书,共十六卷,最者。 三论宗议,参阅,十二门论,三百四十,中论,一千零三十四,四论宗,一千八百三十六,百论,两千四百九十九,批六百七十五。 三论玄书文艺药,凡十卷。 日森真海传。 经收于大正藏第七十册。 旧集藏三十余种著作中,摘录三论宗议之纲要,加以通式,编辑而成。 全书分大义,造论缘起,二帝义,八部义,二智义,八十义,佛性义,二圣义,菩萨地位义,三佛义,净土义,涅槃义,杂问答等十三章。 每章又分十数条细目。 真影罗列之经论事颇多,为有关三论宗之重要著作。 P675,三论玄义,权义卷。 随代及藏传。 经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五册。 概述三论宗所依之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三书之大义,乃三论宗最简明之纲要书,亦未了解龙数中观思想之入门书。 本书分通续大规,别是重品二门,出门复分破斜,险证二章,破斜之下有催外道,折皮弹,排成石,喝大直,险证之下有名人证,险法证。 别是重品中,出明造论缘起,四数诸不通别,重论利明及其只规,莫则就三论敷衍宗要。 全书及博斥外道,大小成佛教之谜直,而显阳三论宗之,诸法性空,与,非有非空,之中道之理。 此外,本书列举三论共通之典八项,及其个别之特色,如百论以破外教为主,中论讲大小二圣,十二门论则破大臣之谜而显正教。 佛典书抄目录卷上,P676。 三论宗,右座空宗,无相宗,中观宗,无相大臣宗,无得正观宗,家祥宗,提婆宗,班若宗,破相宗。 我国十三宗之一,日本八宗之一。 细乙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三论为所依,宣扬空,无相,八部中道等一理之宗派。 以着重产阳诸法性空,故又称法性宗。 此宗之传承,一,与三论祖师传及,以世尊位第一祖,文书,马明,龙树,提婆,罗罗依序为二至六祖,三论宗血脉及八宗纲药卷下则以文书位高祖,马明位次祖,龙树为三祖。 其中,龙树于第三世纪初初心于南印度,作中论诵,十二门论,倡导无依无的中道正观止。 而开本宗之机,提婆,南印度人,就龙树受法,常论破外道,小臣,罗罗里赞般若空观,泛至轻目至常行,解中论诵。 此外,婆所开示助提婆知百论,佛护世中论,无助作顺中论,安慧作大臣中观世论,轻便作班洛登论试,大臣掌真论,护法作广百论,称造论书,百论书。 印度有关中论之事书凡七十余家,由此可知彼时流行之甚。 二,此宗传入我国,其派有二,摇晴时代由纠摩罗传来者,称为古三论,日照三子于唐高宗一奉年间,六百七十六,六百七十八,传入知青变,至光二论诗之系统,则称星三论。 其中,罗石亦有大品般若经三十卷,制度论百卷,中论四卷,十二门论一卷,并译出龙术,提婆二菩萨之传,而奠定我国三论宗之基础。 罗石门下,号称陶礼三千,然高祖景德十人,即僧照,道申,僧位,谭颖,慧言,慧观,僧,道横,道标,道荣等。 其中,僧照作照论,道申作二帝论,谭颖作中论书,道荣作三论主。 而以慧观,道申,僧,僧瑞等多宏法江南,僧照,谭颖,道荣等德宣教观中,遂形成三论宗南北二学派。 其后有谭祭出,这有七宗论。 西元401年至480年之间,北派以无人才而建驱消臣,南派亦因受臣时论压迫而未能发展。 六世纪时,有僧朗初,僧朗又称道朗,戏高丽人,入观诗世谈记,已破小城的两五帝重信,烧正三论之事,为此时多于山中修即止观,又应当时盛行成识论之研究,故少受外间注意。 僧朗之后,僧权记起,御正三论之学风,然因当时流行的论,社论等元启论之法门,故僧权所唱之三论亦受倾向,而易于罗石之友说。 僧权门门下有法朗,便宫、惠永、惠部等四折,其中以法朗游位俊杰,奉承无地之兆,指著京都新皇寺,大当讲习,常随之众千余人,门下有二十五人,而易家祥大师吉藏,五百四十九、六百二十三,最为特出。 僧权,精灵人,七岁及头法朗之门,彻言大小二圣之玄旨。 三十三岁,指著家祥寺,大产三论,这大品经议书,中观论书,百论书,十二门论书,大臣玄论,二帝议,三论玄议,法华玄论,法华议书等数十部,及三论宗之大臣,此宗的入黄金时代,五百八十一、六百二十三。 吉藏以后,虽有至楷,知命,知识,祭师,慧远等高足记起,然因无卓觉之大师,无切实之行政,复受法乡宗之排斥,思潮之变迁,学者之好意思迁,禅宗之盛行等因素影响,唐代中叶以后,本宗遂告成绩。 又法朗之门下,令有慧君,做四论玄议,者,及系统不祥之朔法师,做三论书,三论游义,亦皆为一时之三论朔学。 除上纪古三论之正系外,令有磅系之四论宗,即以宗、百、十二门论之外,令加大制度论,合为四论,而以之为其宗说之要点,畅此宗罪者者未谈论。 三,朝鲜,于南北朝时复兴我国三论宗之道朗本及高丽国辽东成人,于其入关之前,已具有三论之素养。 此外,日本清明,推古朝代,由高丽,百计前往日本之贡僧,皆为通达三论与诚实之学者,其中高丽之会冠位及藏之弟子,后为日本三论宗之鼻祖。 可知高丽,百计之传入空论之义,属于古三论,为时甚早。 新罗之三论研究属于日照所传之心三论,乃伴随华言宗之传播而起。 原小戏与法藏共授日照之心三论,这有掌真论宗要,三论宗要等书。 又依三国仪式卷四载,义乡曾由盛权处得法藏之著书,授予门弟子,故知新三论之法义,亦有由义乡所传借者。 此外,古三论学者之著书,在当时亦已传底新罗。 四,至于日本,则系由吉藏之高丽弟子会冠经高丽传至日本,六百二十五,此后其法孙至藏又来唐学三论学说,返国传部,形成原新寺,大安寺二流派。 为三论入日本后,应与为时竞争,以诗其本真,如秦操、玄瑞、龙海诸诗以三论破为时,习用天台权识之说即是。 本宗之教义,主要为破写显正,真俗二帝,八部中道等三科。 中,百,十二门论均不出破写显正二则。 一大臣玄论,有的是邪,无的是正,破写即破除,有所得,之见解,显正即彰显,无所得,之空理,为所谓破写显正,通常只破舍邪见以显取他正,本宗则是破写之外,无别显正,破写即显正。 显正乃显四句,觉百妃,言王律觉之无所得中道,为令众生领悟此无所得之理体,于无名相中,强设明相,而说真俗二帝,真俗二帝即全显无所得理之眼角。 世故,中论特以,八部,阐明二帝之矣。 所谓八部,即不深,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意,不出,不来。 盖称邪者,虽有种种之别,然可总称谓,一切有所得,之见解,别而言之,则不出,生灭长断一意出来,等四双八计,破除此八计之邪谜,以全显无得之正观,即是八部中道。 本宗破除一切有所得之见解,以无所得为宗旨,故不于世家一代之教法力全时真假,或分浅身优劣,然为因应众生根基,人历二藏,三轮之教判。 二藏,即生文藏,菩萨藏,三轮,即根本法轮,即华严经,知末法轮,华严之后,法华以前一切诸大小成经,舍末归本法轮,即法华经。 三论玄义,法华玄论卷一,卷三,法华游义卷上,中观论书卷一本,卷一末,十二门论宗至一纪,大臣三论大义超卷一,参阅,二帝,244,四论宗,1836,即藏,2242,龙树,6393,批676。 三论祖师传及,凡三卷,传者不祥,乃及录中,应三论宗列祖之传记。 上卷收录世家,文书,马鸣,龙树,提婆,罗罗,须利耶稣摩等印度诸祖之传记,中卷详记揪摩罗石,下卷则收录罗石门下之僧照,道申,道荣,僧,僧瑞,谭颖,慧言,慧观,僧,道痕,道标,及其后记起之谈记,道朗,僧泉, 及藏等中国三论宗历代之诸组。 P678。 三剑,即指刀剑,一剑,色剑。 为对质贪者之心,僧吕逢至夹沙石,一,需用普通之不割裁,称为刀剑。 二,故意以针缝刺成粗恶之一,称为一剑。 三,并以坏色之树皮染损其原色,称为色剑。 善剑绿皮婆沙卷七,P678。 三剑,只修善根以制服烦恼,使心调和之三种修行结位。 可分小臣之五庭心,别相念柱,总相念柱和大臣之十柱,十行,十回向三位。 一,小臣三贤位,右坐外凡位。 即修有漏善根,即顺解脱分,之结位。 一,五庭心官位,以五庭心官,一指贪,甜,吃,我见,散乱心之五种结位。 二,别相念柱位,一面观身,受,心,法之不尽,苦,无常,无我之自相,同时观无常,苦,空,无我之共相。 三,总相念柱位,即总观四念柱之无常,苦,空,无我之共相之位。 以上三位与四善根位,内凡位,合称七方便位,乃入见道之准备修行结位。 右五庭心官位成就奢魔他,指,其他二位成就辟舍那,官。 二,大臣三贤位,又坐三十心。 指师的以前之菩萨,其皆位有三皆十心之别。 一,十柱,惠礼之心,安柱不动,称为柱。 十柱即发心柱,智得柱,修行柱,生贵柱,聚足方便柱,振心柱,不退柱,同真柱,法王子柱,冠顶柱。 二,十行,行此行,则能尽去于果,称为行。 十行即欢喜行,饶意行,无为逆行,无躯挠行,无痴乱行,善献行,无者行,难得行,善法行,真实行。 三,十回相,回应相果,称为回相。 十回相即救诸众生离众生向回相,不坏回相,等一切诸佛回相,至一切处回相,无尽功德藏回相,入一切平等善根回相,等随顺一切众生回相,真如相回相,无父无者解脱回相,入法界无量回相。 除菩萨因若本业经以十柱,十行,十回相为三贤外,另有人王般若波罗密经之十性习种性,十指性种性,十间心道种性,泛网经卷上之十发去,十长阳,十金刚等。 又相对于十性之称为外凡,此大臣三贤称为内凡。 四教义卷五,菩萨因若本业经书卷下,华严经探玄记卷五,华严五教章卷三,参阅,五十二位,一千零四十四,五庭新观,一千一百四十四,四念著,一千七百零八,菩萨皆位,五千两百二十一,批六百七十九。 三轮,构成气世界之风,水,经等三种轮为。 一,风轮,泛肥油,玛阿拉,有座风界。 气世界成立之初,由有情之共业力,一指虚空,而生于最下。 二,水轮,泛肇油,玛阿拉,有座水界。 以有情之夜增上力,其大云与,树于风轮之上,积水而成。 三,经轮,泛肺肯娜,玛阿拉,又座经性的轮,地轮,地界。 由有情之夜力,搏积水轮,于其上结成经。 以上三轮可谓佛教之宇宙开辟论,除构成气世界之三轮外,于经轮之上附有现实世界之形成。 长阿含经卷十八,增议阿含经卷三十十七,启事经卷一大楼探经卷一巨舍论卷十一,历世阿皮坛论卷一,参阅,大地四轮,七百七十八,须弥山,五千三百六十四,以转轮圣王之轮宝比喻如来生口一三叶之圣用。 一,神变轮,又座神通轮,身轮。 乃显现神通,变化圣意之境,而经众生发心入性之神通轮。 二,教戒论,又座说法轮,口轮。 即演说教法,令众生反邪入阵而发心入性。 三,寄心轮,又座意念轮,意轮。 佛说法时,先以一轮见之众生根气立顿,随以演说,无有差谬。 以上三轮,意义等同三视线,三种视导。 大臣大吉的藏十轮经卷六,瑜伽师的论卷二十七,卷三十七,大臣法愿意灵章卷六末,参阅,三种视导,六百五十,世间充满无常,不敬,苦,三者如轮,回转无限,无始无终,故欲之如轮,称为无常轮,不敬轮,苦轮。 阿弥陀经通赞书续,往生药集卷一上,全称三转法轮。 细三论宗集藏三分是尊教说未根本法轮,知莫法轮,舍莫归本法轮等三者。 参阅,三转法轮,六百九十四,全称三法轮。 指佛之说法有转法轮,照法轮,持法轮等三种意义。 参阅,三法轮,五百七十三,指不失时知诗者,受者,失物等三者。 行不失时,若著于空观,亦即心不执着于失者,能失,受者,所失,与失物三者,则称三轮体空,三轮清净,三世皆空。 此说以班若今为主。 参阅,三轮香,六百八十,于密教金刚戒曼陀罗从果相因之次第,可依顺序,将大日如来教化立即众生之次第分为三种,即自性轮身,正法轮身,教令轮身。 参阅,三轮身,六百八十,批六百七十九。 三轮身,指自性,正法,教令三种轮身。 右座三种轮身,三轮。 即密教金刚戒曼陀罗,分为从果相因,从因至果等二种次第,于从果相因之次第,自本地大日如来至垂之教化立即众生,可依其顺序而分为三种。 一即大日如来为救济众生,现出方便之菩萨,明王之相状,依序分为三类。 一,自性轮身,即大日如来以本地自性之佛体教化立即众生。 二,正法轮身,显现菩萨身说是正法,教化立即众生者。 三,教令轮身,为教化难度之众生,故显现大愤怒相,不动明王之相。 以上三轮身亦称三身,三身亦适用于五佛,五菩萨,五大明王等。 P680 三轮身,指施者,受者与施物三者。 三轮之相存于义中,称为有相之三轮。 灭此三轮,住于无心而行施,则为三轮清净之谈波罗蜜。 依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解,世人行施,心悉果报,世卫者相,而菩萨行施,乐达三轮体空,顾不住于相。 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论事卷上,大二五,八七五下,设伏在三轮,于相心除浅。 中略,此显所舍之物及所施众生病,并,能施者,于此三处处着想心。 法界次第卷下,大四六,六八六中,若不施时,施人,受人及财物三事,皆空不可得,入实相正观,故三轮向有粗细之分,施者于自身其慢心,对受者怀爱憎之念, 对施物生习心,此极粗三轮向,乃为达万法如幻之理。 直使我之法而不施者,是未系三轮向。 大班若波罗蜜经卷一九二,参阅,三轮体空,六百八十一,批六百八十。 三轮教,教叛名。 指量,真地一经光明经而立之三轮教,即,一,转法轮,佛成道后,于七年中转小臣四地之法轮。 二,照法轮,七年后说诸不知般若以明空,以空照有,故称照法轮。 三,持法轮,三十年后说解身秘经等,说空有,以持转,照二轮,故称持法轮。 华言玄谈卷四,指家祥大师及藏依法华经性解品而立之三众法轮,即,一,根本法轮,指华言经,此经纯为菩萨开显一因一果之法门。 二,知莫法轮,指小臣诸经乃至方等,班若等诸大臣经。 以顿根者不堪闻一因一果,故将一佛成分别为三圣教。 三,舍莫归本法轮,指法华经。 即会三圣而归于一佛成。 法华由一卷上,指玄葬一解身秘经,瑜伽诗的论等所立之三法轮,即,一,转法轮,指出十小臣经之有教。 二,照法轮,指第二十般若经之空教。 三,持法轮,指第三十解身秘经等之中道教,此即法乡宗之三十教。 华言五教章卷上,华言玄坛卷四,批六百八十一。 三轮体空,不失之时,能体达失者,受者,失物三者皆惜本空,摧破执着之相,称为三轮体空。 一,失空,能失之人体达我身本空,既知无我,则无希望福报之心,称为失空。 二,受空,既体达本无能失之人,亦无他人未受施者,顾不其漫想,称为受空。 三,失物空,物极资财珍宝等物,能体达一切皆空,则虽有所失,亦是为空,顾不其贪想,称为失物空。 能断金刚班若波罗密多经论事卷上,参阅,三轮香,六百八十,批六百八十一。 三倍,指无量寿经所说往生弥陀净土之上倍,中倍,下倍三类众生。 一,上倍,乃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之众生。 二,中倍,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玄慧燃灯散花烧香,愿生彼国之众生。 三,下倍,乃发菩提心,一向专意乃至十念,愿生彼国之众生。 此三倍,与官无量寿经之九品,有痛意之诸事。 慧远之无量寿经一书卷下,以官经上品三人合位上倍,中品三人合位中倍,下品三人合位下倍。 即藏之无量寿经一书,以官经上中品人位上倍,中上,中中品人位中倍,下下品人位下倍。 远小之游心安乐道以边地胎生别位一类,非九品所设。 警星之无量寿经连一书文赞卷下,则已为边地胎生乃中下,下上二品人所设,三倍九品无所谓宽辖,皆设近往生。 远照之官无量寿经一书卷下,以无量寿经之三倍皆标明发菩提心,故通未官经上三品所设,中三品与下三品因形不同,非在三倍之列。 宗言之,以三倍九品位同者有弹鸾,慧远,至义,吉藏,法卫,龙心,锦心七师,以三倍九品位义者有异计,至圆,圆照,戒度四师。 经净土宗从弹鸾之说,但已开合有别而已。 无量寿经卷下,观无量寿经一书,慧远,观无量寿经一书,吉藏,批六百八十一。 三倍是佛,据分别精彩,奉是佛有真假,故分别为三类,一,摩弟子是佛,为摩弟子虽受佛戒,心乐邪业,不信正道,不知有罪恶之报。 假名是佛,常与邪举。 二,天人是佛,为天人受持五戒,行于识善,至死不犯,笃信罪福因果,常念正法。 三,佛弟子是佛,为佛弟子奉持五戒,广学经法,修习智慧,知三戒苦,心不乐者,欲得解脱,行于六度,不贪生命,不畏邪业。 P六百八十二。 三坛大戒,我国特有之寿戒一式,分出坛正寿,二坛正寿,三坛正寿三阶段。 出坛寿沙弥,沙弥尼戒,二坛寿比丘,比丘尼戒,三坛寿出家菩萨戒。 依据我国佛教界之传承习惯,有意出家者必须受足此三坛大戒,使被公认为合格之大臣出家人。 传戒日期约三十日至四十日。 主侍者为十师和尚,其中,得借和尚一人,杰摩阿舌黎一人,教授阿舌黎一人,是为三师和尚,另有尊正阿舌黎七人,总称三师七正。 借其功课时间表达底位,四十许三坛,四十半左右四坛,五至六十早课,六十后早周,其后有作物,讲戒,演礼,十一时至十二时五斋,下午二时许以后演礼,五至六十晚课,六十许要时,七十半以后理颤。 开释,开释,时时养席。 首日,新戒级于大殿,由开堂和尚介绍引礼,引赞诸师,续由三师和尚开释,其后即进入位十约一个月之寿戒期。 一般传授三坛大戒,大都出家戒二坛正寿臂,在家戒及报道,与出家菩萨戒同时传授,而同时圆满出堂。 在家戒除开堂外,分三规五戒与菩萨戒二阶段。 传授三坛红戒法仪,法葬,传戒正范,独体,参阅,传戒,五千三百八十七,批六百八十二。 三学,泛与Tisraic,巴黎语Tisosic。 乃学佛者所必修之戒,定,会三学。 又做三圣学,全称戒定会三学。 一,增戒学,泛Badila,又做戒学,增上戒学。 借可修善,并防止身,口,义所作之恶业。 二,增心学,泛Badila,又做定学,增意学,增上意学,增上心学。 定可涉散成神,并除杂念,见性悟道。 三,增会学,泛Badila,又做会学,增上会学。 会能显发本性,断除烦恼,见诸佛实相。 此三者为佛教实践刚领,即游戒申定,游定发会。 故菩萨的持经卷时以六度配三学,即不施,持戒,忍辱,经浸等四波罗密未戒学, 禅波罗密未定学,班若波罗密未会学。 盖三学时为佛道之制药,一切法门尽设于此,故当今勤修学。 三学若加上解脱与解脱之见,则成所谓,五分法身。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十七,本石经卷六,四分绿卷五十八,摩赫森指律卷二,大乘一张卷十,参阅,戒定会,两千九百零八,就学习之满,未满而分有学,无学,非学非无学等三种之人。 据大制度论卷十八,据舍论卷二十四之解释,一,有学,犯AIKA,指四项三果。 有学至,则指苦法至忍之会,乃至向阿罗汉第九无爱道中之金刚三媚会。 有学法,指无漏有味的有学之无运。 二,无学,犯AIKA,指阿罗汉果。 无学至,则指阿罗汉第九解脱至。 无学法,指无漏有味的无学之无运。 三,非学非无学,犯Naviva AIKA,NAIKA,指一身,即凡夫。 非学非无学至,则指甘会的之不尽,安纳班纳,欲界系之四念处,宣法,顶法,忍法,世间第一法等。 非学非无学法,指有漏之无运及无畏法。 杂阿罗汉经卷二十八,中阿罗卷三十福田经,大制度论卷二十二,巨舍论卷四,巨舍论光纪卷四,参阅,四向四果,一千六百八十三,一身,五千一百五十一,批六百八十三。 三,指三种细腹,腹,烦恼之别名。 盖贪甜吃三不善根,细腹众生,令其不自在,故称为腹。 即,一,贪腹,犯RGA,Bentana,饮取之心,称为贪。 众生于五成可义之境,贪然生者,起诸或叶,应被禅戏,不得解脱。 二,甜腹,犯DVIA,Bentana,愤怒之心,称为甜。 众生于五成为义之境,愤怒生甜,起诸或叶,应被禅戏,不得解脱。 三,痴腹,犯Moha,Bentana,迷惑之心,称为痴。 众生于一切是理之法,魔所明了,望生邪剑,起诸邪行,禅戏不息,不得解脱。 巨社论卷二十一,瑜伽师的论卷八,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六,华严金孔木章卷三,P683。 三帝,指三种真理。 据天台宗,诸法十项之真理分为空、假、中三帝。 此系据应若本叶经卷上贤盛学观品与人王般若经卷上二帝品而来。 至义于法华玄一卷一上,卷二下,摩合指观卷一下,卷三上,卷五上等所说者,为,一,空地,又作真地,无地。 诸法本空,众生不了,执之为时而身望见。 若以空观对置之,则执情自望,勤望即能离于诸相,乐物真空之理。 二,假地,又作俗地,有地。 诸法虽即本空,然因缘巨石则利利婉然,于空中立一切法,故称假地。 三,中地,又作中道第一异地。 以中观观之,诸法本来不离二边,不及二边,非真非俗,即真即俗,清净洞彻,原容无碍,故称中地。 三帝虽为画法四交中之别,原二教所说,但别教之三帝有各种称法,如格立三帝,立别三帝,四帝三帝,不容三帝,别乡三帝,礼义三帝等。 即三帝为各个独立之真理,其中空,假二帝细旧现象而言,中帝则旧本体而论,故前二帝教列,后一帝最为殊胜。 相对于此,原教三帝亦有多种名称,如圆容三帝,又称三帝圆容,一敬三帝,不次帝三帝,非纵非横三帝,不思义三帝等。 然三帝并非彼此孤立,而是三者互融,形成即空,即假,即中之三帝。 观此三帝之真理,有所谓三观,即原教之中,观圆容三帝之三帝圆容观,而认众生一念中具足圆容三帝,称为一星三观。 天台宗又旧别入通,原入通,别教,原入别,原教等五种修行阶段之别,而论究三帝之深浅,即,一,别入通,又作别皆通,止通教之人皆入别教之机者。 此等人听闻非有漏非无漏之说,遂以有漏为俗帝,以无漏为真帝,以非有漏非无漏为中道。 故知其所谓之中道系从通教所说之真俗二帝来领悟中帝,此即为,但中,景句,双非,而无,双兆,之意义。 二,原入通,又作原皆通,即通教之人皆入原教之机者。 此等人所了解之真俗二帝与别入通无义,然听闻非漏非无漏之说时,兼具双非,双兆之意,故知其所领悟之中道义于别入通之人,而为一种,不但中,之中道。 三,别教,此等人以有谓假帝,以空谓真帝,以非有非空谓中道,故知其所谓之中道义为,但中。 四,原入别,又作原皆别,即别教之人皆入原教之机者。 此等人所了解之二帝与前纪三类人无义,然其所领悟之中道未具足一切佛法之,不但中。 五,原教,此等人非但了解中道具足一切佛法,且了解其所领悟之真帝俗地义皆具足佛法,三帝原荣,一及三,三及一,与五种人之中最为殊胜。 此外,三帝之真理,若因应凡夫之心,情,而作各种说法者,称为随情说。 若对实性以上之菩萨,说空,假二帝为情,说中帝为物质者,称为随情致说。 若对实柱以上之菩萨,则说为真至所造之不思义三帝者,称为随致说。 金光明经文句卷二,卷四,卷五,观音悬一卷四,摩赫纸观卷七上,参阅,一新三观,二十三,批六百八十四。 三帝相及,指天台原教之空,甲,中三帝原荣不二,以别于别教三帝之格力。 摩赫纸观卷三上,参阅,三帝,六百八十四,批六百八十五。 三随眠,又做三始。 随眠,犯于onuaya,一极烦恼。 菩萨于十的之中所断除之烦恼,随其粗细,可分为三种,即,一,害半随眠,又做害半始烦恼,害半,害半始。 此烦恼为三者,属十地中之前五的所断除。 前五地中,诸部巨生现行之烦恼为巨生烦恼现行之助半,故称害半随眠。 据大臣法院一灵张卷一末载,与第六十项应之身见据其之贪,甜,吃等烦恼,称为巨生,其余之烦恼则称不,非,巨生,不巨生之烦恼其体稍粗,为巨生烦恼现行之助半,故称害半。 二,雷列随眠,又做宝使烦恼,雷使。 乃于第六十项应聚生之烦恼,所知二障之现行,亦及于第六,第七二地现行的维系雷列之烦恼,若起伏到时即不现行,不起伏到时则维系现行。 对前之害半随眠而言,其相稍微细,故称雷若。 三,微细随眠,又做微细使烦恼,细微使,细使。 乃于第七十项应的所知障之现行,即断除害半随眠,雷列随眠之后所残余之习气,此烦恼于三者之中最维系维,乃第八的以上所断除,若此烦恼意已断除,则一切烦恼不复现行。 解深密经卷四,深密解脱经卷五,相续解脱的波罗蜜勒一经,瑜伽诗的论卷七十八,成为十论书要卷上本,为十章四季卷六末,参阅,随眠,六千三百五十一,批六百八十五。 三随烦恼,未婚烦恼乱之法,常识随足不舍,故称随烦恼。 据华言经随书演义超卷三十四举出三种随烦恼,即,一,小随烦恼,止愤,恨,妇,恨,妇,急,牵,狂,惨,骄,害等十种烦恼,此十种烦恼各别起行,且仅为局部而起,故称小随烦恼。 二,中随烦恼,止无惨,无愧二种烦恼,此二种烦恼相互聚身,非为各别起行,通于前述之分,恨,妇,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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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烦恼,然于不善法中,故称中随烦恼。 三,带随烦恼,止调剧,昏沉,不幸,懈怠,放逸,散乱,不振,思念等八种烦恼,此八种烦恼不仅相互聚身,且皆然,故称带随烦恼。 P685 三鱼,又做三种鱼。 鱼,残鱼,残留之矣。 未生闻,原觉二圣之人虽已入鱼无鱼涅盘,然人有烦恼,业,果报等三种之残鱼。 一,烦恼鱼,又做帐鱼。 未二圣之人虽已断除烦恼杖,仁鱼无鱼涅盘而挥身灭智,然所之杖尚未断除,为系之烦恼尚未灭尽,此即烦恼之残鱼。 二,业鱼,又做盗鱼。 未二圣之人虽已断除一切有漏液,然人受便一生而残鱼无漏液。 三,果报鱼,又做果鱼,报鱼,苦鱼。 未二圣之人虽已断除烦恼杖,灭尽有漏液,断舍分断身,而入鱼无鱼涅盘,然因尚未断除所之杖,未灭尽无漏液,为断舍便一生,故有残鱼便一之果报。 佛性论卷三,大臣其性论意记卷上,五教章通路记卷五十,P686,三末堂,只需严守兼末之三所堂,即,御室,僧堂,西境,侧处,三处。 一,在御室之内,不得蔓延,故佛定定二种喜悦之仪式,亦为法语,二未胜莫然。 二,僧堂,即,坐禅堂,在此不得聚守喧孝,亦不得读经或阅策子。 三,如策之时,身口硬状如木石,不得张身。 皮奈耶杂士卷三,大比丘三千微仪卷上,沙弥微仪,赤修百丈清规卷下日用鬼饭条,禅灵象器尖殿堂门,P686。 三应供养,指三种仪供养者,即,一,如来应供养,此因如来乃自利利他圆满而为是之最尊者。 二,阿罗汉应供养,因阿罗汉以了尽生死之因而为是之福田者。 三,转伦圣王应供养,因转伦圣王以正法治天下而为四海之父母者。 增益阿罗汉经卷十二,P686。 三谈,指三不诗,又称三诗。 谈,谈那之略称,为不诗之义。 据大制度论卷十四载,即,一,财师,又作资生师。 为持戒自简,不侵犯众生财物,且以己财师与他人。 二,法师,为为人说法,使其开悟得道,又坚持境界,为众生供养福田,令得无量之福。 三,无畏师,一切众生皆未死,故应持戒不加侵害,使其魔所不畏。 又大明三藏法术卷十一以不诗功德之优劣而例如下三诗。 一,下品诗,见人饥饿,以饮食祭之,是为饮食诗。 二,中品诗,见人贫穷,以财物珍宝祭之,是为珍宝诗。 三,上品诗,割生肉以祭众生,舍生命以救他人,是为生命诗。 大臣庄严经论卷八,金刚班若论卷三,无者,为魔经文书卷八,朱金药集卷十,华言随书演义抄卷二十二,参阅,不诗,一千九百零一,批六百八十六。 三禅天,指色戒四禅天中之第三天。 又坐第三禁律,第三禅。 因离第二禅之喜,更生禁妙之乐,故又称离喜妙月地。 其为仅有之义事,有乐,舍二受雨之相应。 此的义事一跃之相,至极静妙,故立乐寿。 于色戒十八天中,少静,无量静,便静等三天即为三禅天。 于三地中,属于无寻无四地。 长阿含经卷二十,顺正理论卷二十一,巨舍论卷八,参阅,色戒,两千五百四十五,批六百八十六。 三生,泛语力之诶。 乃用以区别泛语文法上,名词,代名词,形容词之属性,又称三性。 一为男生,泛Kul,Ligia,西潭家称之为普鲁萨,泛Pure,Ligia。 二为女生,泛Strength,Ligia,西潭家称之为西底律。 三为非男非女生,又称非二生。 乃中性,西潭家称之为纳逢宿家,泛Napusaka,Ligia,P687。 三斋,指牧牛斋等三斋,即,一,牧牛斋,泛GOPLaka,Aposatha, 譬如牧牛人求善水草,公其牛饮,至牧丝规, 海村时游因因斯及明日当往富饶之也续牧种种之念, 若人已受持斋戒,居家则已贪力养生,终日乐者遇过, 其念亦如牧牛人之意,如是持斋,将不获大力,亦不得善果。 二,尼尖斋,犯Napusaka,Aposatha,每月十五日伏地受斋戒, 礼拜十有寻内之诸神约,大一,九一一上,我今日斋,不敢为饿, 中略,妻子,奴婢妃是我有,举诸虚妄之言,当不得大果之报。 三,圣八之斋,范Baria,Aposatha,或称佛法斋, 即内道弟子于六斋日受持八戒。 斋经,指三斋日,即每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所持之清境戒。 指三常斋月 又称三善月,三常月,三斋月。 即于每年真月,五月,九月等三月之间受持之八斋戒。 当此三月之时,明界之夜静伦照南周,若有善恶,静中西陷。 此三月乃恶鬼得适之时,故令修善。 常修三常斋者,昼夜精勤,一心苦行,渴望生西方阿弥陀佛国。 中阿韩精卷五十五,灌顶精卷十二,犯网精卷下,四分律形式超资持继卷下之三, 参月,三常斋月,五百七十五,批六百八十七。 三举,指比丘为犯不见,不忏悔,恶见不舍等三罪, 犯此三罪者,则宜行结魔法,以举其罪, 弃比等于众人之外,称为三举。 即,一,不见举,对犯罪后虽经他人忠告,仍不自认有罪者。 二,不忏举,对有过而无心悔改之人。 三,恶见不舍举,对身恶见,为己知佛所说一切法, 并为犯淫欲非仗道法者。 四分率三反补却形式超卷上一,卷上二, 森结魔卷下至人偏,P六百八十七, 三段,段,乃段负离系而得证之意。 三段指,一,见所段,犯DARNA,HIA, 急于见到之为所段之法。 右座见到所段之法,见段。 二,修所段,犯BHFAN,HIA, 急于修道之为所段之法。 右座修道所段之法,修段。 三,非所段,犯A,HIA, 即非见到,修道之为所段之法。 右座非所段之法,非段。 大,小二圣对三段之解释略有出入, 资旧小臣之观点儿论, 句句舍论卷二, 品类足论卷二等所句, 三段指, 一,见所段, 未生闻出果之人, 断或见礼, 称为见到, 应其断除八十八随眠, 及与之具有之法与随行之德, 故称见所段。 二,修所段, 未生闻第二果, 第三果之人, 修真断或称为修道, 应其断除十五戒, 十色戒及五十戒, 及其与之有漏法, 八十一品之或, 及与之具有之法与随行之德, 故称修所段。 三,非所段, 未生闻第四果之人, 三戒烦恼皆已断尽, 正的无漏果, 而无或可断, 亦及有畏, 无畏一切之无漏法, 称为非所段。 又十八戒中, 一根戒, 法禁戒, 一世戒等三戒通于三段, 其余之十五戒为现于修所段。 四就大臣之观点而论, 据大臣阿皮达摩杂及论卷四, 瑜伽诗的论卷六十六等所举, 三段指, 一, 剑所段, 即分别所起之染污之剑, 一, 剑处, 一处, 即于剑等所起之邪行, 烦恼, 随烦恼, 即剑等所发之身与一叶, 与一切恶趣等之运, 戒, 处, 是为剑所段。 二, 修所段, 即的剑道之后, 与剑所段不同之诸有漏法, 以及断除分别所起之染污之剑等以外, 其余之诸有漏法, 是为修所段。 三, 非所段, 即诸无漏法, 以及已出世圣道之无畏法, 正的无学位, 而于无学身中之清净自性所发之身, 与业, 是为非所段。 又十八戒中之七星戒, 即色, 身, 法三戒通于三段, 其余之八戒则为有剑, 修二段。 大皮婆沙论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顺正理论卷六, 成为十论卷五, 据舍论光纪卷二, 就所段之法的性质, 而将断分为自性断, 不生断, 原副断三种。 据宗静禄卷七十六所据, 即, 一, 自性断, 位于智慧启时, 烦恼暗障之自性硬断。 二, 不生断, 为正得出的法空之识, 能令三图恶道之苦果永不更生。 三, 原副断, 未断除心中之祸, 而于外沉静不起贪, 田之心, 虽源于静, 而不染者, 是未原副断。 三段之中, 自性, 不生二者任运能断, 其皆由原副一断, 则能令三界之因果不生。 此外, 成为十论了一灯卷五末, 于三段之外加上相应段, 称为四段。 成为十论卷八, 大明三藏法术卷十, 参阅, 四段, 1847, 批687。 三规一, 范与Trierae, Gamona, 巴黎与Titaneon, Sara Ogamona。 右坐三规一, 三规, 三自规, 三规界, 去三规一。 规一一词, 含有救护, 去向之意。 三规一即规头, 依靠三宝, 并请求救护, 以永解脱一切苦。 即止规一佛, 规一法, 规一僧。 细成为佛教徒所必经之一事。 释迦牟尼臣道后, 尚未有僧保之时, 则仅受佛, 法二规界。 据五分律卷十五载, 最早受三规界者为耶舍比丘之父。 三规一可分二种, 一, 翻邪三规, 翻邪道而入正道时, 所受之三规。 二, 受戒三规, 有五戒三规, 在家信徒受五戒前, 必先受三规, 八戒三规, 受八斋戒前, 必先受三规, 十戒三规, 受十戒成为沙弥, 沙弥尼前, 必先受三规, 巨族戒三规, 受巨族戒成为比丘, 比丘尼前, 必先受三规, 等四种。 若为五种三规时, 则是此四种三规加上翻邪三规。 关于归一三宝之指去, 据舍论卷十四位, 归一三宝能永远解脱一切之苦。 大臣一张卷时举出三意, 一, 为远离生死之恶不善, 二, 为求出世涅槃, 三, 为利益众生。 法戒次第出门卷上之下位, 三规之用, 正破三邪, 记三图, 皆三圣, 出三有, 而佛法以此三规为本, 通一切戒品及诸出世之善法。 于大制度论卷仪就近一尘宝性论卷仪大臣其性论, 佛的经论卷仪阿皮谈心论等之文前皆列举出三宝规境之文, 用表对三宝之境礼姬首。 此外, 受三规仪式时, 需随戒师之教, 畅念, 三规三境, 之文。 毗尼讨要卷五, 万序七零, 一七六下, 我某甲净行受归依佛, 归依法, 归依僧, 三说, 我某甲净行受归依佛净, 归依法净, 归依僧净, 三说, 湛然之受菩萨戒仪, 万序一零五, 五下, 弟子某甲愿从今生, 竟未来寄归依佛两族尊, 归依法离遇尊, 归依僧众中尊, 三说, 弟子某甲愿从今生, 竟未来寄归依佛净, 归依法净, 归依僧净, 三说, 日僧原性于其选择本愿念佛即位, 三归依可分位大小二圣之别, 竟行受, 者为小臣之三归, 竟未来寄, 者为大臣之归依。 令据大臣法院一零章卷四本载, 归依, 与, 敬礼, 有七种之别, 一, 归依为局于生与二业, 敬礼该通生与一三业, 二, 归依据三宝, 其敬较广, 敬礼为敬一尊, 其敬畏广, 三, 归依有其限期, 故碧云, 敬畏来寄, 敬礼但举心前仰即可, 故或酒或赞, 不畏所限。 四, 归依勤恳, 必有表业与无表业, 敬礼但友善表业即成。 五, 归依必合身与二业, 其意较重, 敬礼仅具意者即成。 归依代相, 故为在玉, 色二戒, 敬礼可通玉, 色, 无色等三戒。 归依观真理而成, 其意较甚, 敬礼仲贤善即成, 其意较次。 长阿含经卷十一,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五, 圣满经, 大放等大吉经卷三十二, 十颂律卷五十六, 有不疲奈耶卷四十四, 大智度论卷十三, 大疲婆沙论卷三十四, 卷一二四, 十柱皮婆沙论卷七, 参阅, 三宝, 七百, 皮六百八十八。 三礼, 又做三百。 三宝礼之略称, 又做三敬礼。 和掌公敬礼拜佛法僧三宝, 旧华严经卷六进行品, 往生净土颤怨怡君载有礼拜三宝石印唱之文。 参阅, 三宝礼, 七百零四, 三规礼之略称, 即归一佛法僧三宝石之敬礼。 善达往生, 真理暂记载, 归一三宝石印唱, 大四七, 四四零下, 归佛的菩提, 道心横不退, 愿供诸众生, 回愿往生无量寿国, 归法萨婆沙的大总池门, 愿供诸众生, 回愿往生无量寿国, 归僧习正论, 同入和和海, 愿供诸众生, 回愿往生无量寿国, 此外, 义应畅念, 三规三境, 之文。 参阅, 三规一, 六百八十八, 三尊礼之略称, 即归命阿弥陀佛, 观音, 世智等三尊石敬礼。 密教之三礼, 其真言行者对本尊圣众三度礼拜。 导师于修法谈前行三礼时, 多指引相无, 初心之行者则或拨念珠, 或做金刚合掌, 口颂礼之真言而礼之。 其真言为, 暗萨达他波多波那满那南加鲁弥。 又于冠颖, 传授等仪式时, 受者须向大阿蛇离行三礼。 三身礼之略称, 即归命阿弥陀如来三种功德时之敬礼。 其时所唱之文为, 南无西方极乐世界, 本愿成就生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乐世界, 光明摄取生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乐世界, 来隐隐之生阿弥陀佛。 世家三礼之略称, 即尽以世家如来之一身设立。 净土诸回向宝剑卷二载有礼文。 三畅礼之略称, 礼阿弥陀佛时, 三畅彼佛六字名号。 无言三礼之略称, 即舍莫贬而对佛菩萨, 师长三礼。 南海济归内法传卷三师资之道, 大制度论远时在友上, 中、下三礼, 上礼为积首礼, 中礼为贵礼, 下礼为依礼。 雕刻佛像时, 每一刀皆礼拜三次, 称为一刀三礼, 又书写经文或描绘佛像时, 亦有一笔三礼, 一字三礼做法。 P690, 三藏, 泛语TRIPAKNI, 巴黎语TIPAKNI, 右座三法藏。 藏, 泛语PAK, 意味容器, 骨仓, 龙等, 纸巾藏, 绿藏, 论藏, 细印度佛教圣典之三种类。 据大臣庄严经论卷四数求品载, 藏, 赦, 之义, 及总赦一切所应之之义。 若依诀因之说, 则藏位, 安济, 之义, 及以安颂之法而师徒口传。 令据文书之力普超三昧经卷中载, 藏位, 气, 之义, 即容受所应之之一切教法之义。 大众部与其他部派在三藏之外令加杂藏, 本身因缘等, 独子部令加咒藏, 真言, 陀罗尼, 而成立四藏。 法藏令加咒藏与菩萨藏, 大众部之义说部令加杂即藏与净咒藏, 诚实论加上杂藏与菩萨藏, 六波罗密经加上班若波罗密多藏与陀罗尼藏, 五者合称五藏。 此外, 金藏与绿藏二者, 或生文藏与菩萨藏两者, 并称为二藏。 一, 金藏, 范S-T-Armde, Pi A-K-A, Basatta, Pi A-K-A, 英译素达兰藏, 修多罗藏, 意译气金藏。 佛所说之经典, 上气诸佛之礼, 下气众身之机, 有观佛陀教说之药义, 皆属于金部类。 二, 律藏, 范Phanea, Pi A-K-A, 巴同, 英译皮奈耶藏, 皮尼藏, 意译调福藏。 佛所制定之律仪, 能治众身之恶, 调福众身之心性, 有观佛所制定教团之生活规则, 皆属于律部类。 三, 论藏, 范Aphiderma, Pi A-K-A, 巴Aphiderma, Pi A-K-A, 英译阿皮达摩藏, 阿皮谈藏, 意译作对法藏。 对佛典经义加以论义, 化精简为详明, 以决则诸法信乡, 为佛陀教说之进一步发展, 而后人以殊胜之智慧加以组织化, 体系化的论义解释。 论藏又称论部, 与摩亚里加, 或摩德勒加, 范Mtk, 巴Mtk, 意译作本母, 论母, 幽波提舍, 范Upedae, 巴Upedesa, 意译作论义, 具有密切之关系。 巨大皮婆沙论卷一载, 三藏之所显与等流等各异, 经藏乃次帝之所显, 绿藏为缘起之所显, 论藏为性相之所显, 经藏为力之等流, 绿藏为大悲之等流, 论藏为无畏之等流, 经藏系种种杂说, 绿藏系讲说诸学处, 论藏则分别诸法之自相与共相。 大臣庄严经论卷四义举出 设立三藏之九种原因, 即, 一, 未对质疑惑, 故设立修多罗。 二, 未对质受用之二边, 即令远离乐行之边, 苦行之边, 故设立疲逆。 三, 未对质自心之见群, 故设立阿皮坛。 四, 未说三学, 故设立修多罗。 五, 未成就戒学, 心学, 故设立皮尼。 六, 未成就会学, 故设立阿皮坛。 七, 未讲说法极义, 故设立修多罗。 八, 未成就法极义, 故设立皮尼。 九, 未通达法极义, 故设立阿皮坛。 世事要揽卷中义援引阿皮达摩极论之说, 未经脏乃用以对质疑烦恼, 滤脏对质受用二边之随烦恼, 论脏对质自见取之随烦恼。 此外, 西藏喇玛教以三藏配于三毒, 而未律藏可断除贪欲, 经藏可断除甜样, 论藏可断除鱼痴。 有关三藏之次第, 气无定论, 或未若就三藏解极之先后而言, 则其次第位经, 律、 论, 若就行修之顺序而言, 则为律、 经、 论。 若将此三藏配于三学, 则经相当于定学, 律相当于戒学, 论相当于会学。 同时, 经一包含戒, 定、 会三学, 律包含戒, 定二学, 论为包含会学。 其他上有由各方面立三藏之别者。 原来三藏系指原始佛教及部派佛教之盛典, 以及小臣之三藏教, 藏教, 其后此语为大臣所引用, 三藏岁有下臣, 升文臣, 与上臣, 菩萨臣, 之别, 和此即臣为, 六藏。 凡是以经立宗者, 如华严宗, 净土宗, 密宗, 日本日联宗等, 皆称为经宗, 以律立宗者为律宗, 如我国南山律宗, 以论立宗者为论宗, 如巨舍宗, 陈时宗, 三论宗等。 又精通三藏之各藏者, 分别称为经师, 律师或论师。 造论弘阳佛教者, 称为论主或论师。 精通三藏之法师称为三藏法师, 三藏比丘, 三藏圣师, 或单称三藏。 在我国, 三藏之翻译加义称三藏, 例如称玄藏三藏, 真帝三藏等。 增益阿含经卷二, 十颂律卷六十, 分别功德论卷一大臣阿毕达摩杂集论卷十一, 唐义社大臣论试卷一, 大臣起信论义记卷上, 分别为声闻, 原觉, 菩萨等三圣人所说之教法, 即声闻藏, 原觉藏, 菩萨藏, 和三者亦称三藏。 一, 声闻藏, 全是声闻之理行果。 二, 原觉藏, 又作辟之佛藏, 全是原觉之理行果。 三, 菩萨藏, 全是菩萨之理行果。 文书之力普超三昧金卷中三藏品, 阿蛇士王金卷下, 入大臣论卷上, 大臣一章卷一大臣起信论义记卷上, 日本净土真宗, 对净土三部经所说之教法, 法门, 亦称三藏。 据, 教行信正, 一书之说, 此三者即福至藏, 福德藏, 功德藏。 一, 福至藏, 亦即圆满成就智慧与福德二种庄严, 乃至南无阿弥陀佛之名号, 从而为开显大无量寿经所说宏愿真实之第十八愿之教。 二, 福德藏, 即观无量寿经所说之定散诸行, 从而为开显第十九愿要门之方便教。 三, 功德藏, 即阿弥陀经所说以自立回向之名号, 从而为开显第二十愿真门之方便教。 P690 三藏法师, 范语吹PAK Syria, 指经通经, 律, 论三藏之法师。 又做三藏圣师, 三藏比丘, 略称三藏。 印度早已采用此名称, 如摩赫摩耶经卷下, 大一二, 一零一三下, 据闪迷国有三藏比丘, 善说法要, 图众五百, 我国则专指通晓三藏, 并从事翻译经, 律, 论之高森, 其中以玄藏最为著名, 世人美意, 玄藏三藏, 或, 唐三藏, 尊称之, 如盘若波罗密多星经卷手, 大八, 八四八下, 唐三藏法师玄藏译。 另于南传巴黎本弥兰陀问经, 米琳达, 帕埃赤, 中举出太 aka 及太 paka 一语, 一指, 通达三藏者。 于巴黎语中, ekopaka the hara 系纸, 一池一藏者, the paka the hara 系纸, 一池二藏者, tpaka the hara 系纸, 一池三藏者, 可见三藏之称早已通行于印度。 善见绿皮婆沙卷移出三藏祭集卷六,卷十所载后出杂心绪,梁高森传卷二,批692。 三藏法师传,请参阅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三藏教,为佛陀一身教法之总称,至小臣教法,亦为天台宗所叛化法四教之一,佛陀入灭之一。 十年,大家夜等节集经,律,论三藏,该收小臣一切教理,故称小臣为三藏教。 大臣亦有三藏之别,然非如小臣三藏之不至证然而分者,故以之为亦磨合眼藏,而与小臣之三藏对称。 三藏教虽有,有,空,亦有亦空,非有非空,四门,要皆见偏空之理,而说,我空,法有。 其修行之人分位身文,原觉,菩萨,身文观四地,原觉观十二因缘,菩萨修六度,其观法皆为西空观,即分析色法位,即为,分析心法位,刹那,观其体,空,无我。 其果位,身文有七贤七圣之皆为,最后正的阿罗汉果,原觉正的辟之佛,菩萨正的应生之佛果。 然此三种人皆断尽三界之烦恼,上有身心之位,位有于涅槃,最后灰身灭至,归于空济之无于涅槃。 法华玄一世千卷十上,天台四交一级柱卷上,华言刊定计卷一,华言玄坛卷四,参阅,三藏,六百九十,五十八教,一千一百三十二,藏教,六千六百零八,批六百九十三。 三藏拳三学,三藏即经藏,绿藏,论藏,三学即戒学,定学,会学。 三藏据说三学之势理,故称三藏拳三学。 大疲婆沙论卷一大臣其信论一纪卷上,以三藏各全一学,即,一,经全定学,为阿汗等经所明皆是安心之法,依此设心,即不散乱。 又佛凡说经,必先入定,故称经全定学。 二,律权戒学,为律藏因是智戒,防身口恶法,戒使所权之行,律是能权之教,故称律权戒学。 三,论权会学,为阿皮谈等论决则辩论一切法义,皆以智慧分别,故称论权会学。 若据大臣阿皮达摩杂集论卷十一,大臣庄严经论卷四,则以经藏通权三学,律藏全界,定二学,论藏为全会学。 P693 三秒三佛陀,梵语圣迷,S.A.Buddha,巴黎语圣,S.Buddha。 右坐三秒三梅陀,三耶三佛,三耶三佛陀。 意义坐正辩之,正等觉,正等觉者。 未如来十号之一。 据大致度论卷二载,三秒三佛陀者,三秒,意味,正,三,意味,便,佛,意味,之,故三秒三佛陀即为,正辩之一切法。 如来能绝了四地之理,知一切诸法时不坏之乡,不增不减,又悉之十方诸世界之名号及六道所设众生之名号等一切诸法,故有此一称号。 坐禅三昧经卷上,北本大班涅盘经卷十八,大臣一张卷二十末,P693。 三佛八孝,三,指正,五,九月等各月之一日,八,指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八王日。 为诸天地是知识者即日月鬼神,地狱阎罗等百万神众,据于此十一日附奏三界众生之善恶,笔孝是否与四天王之善神于每月六斋日所奏相同,孝格众生罪福,始无枉错,再按其罪福之多少而定身助死,增减受福。 据家祥之无量寿经书载,一切众生皆有二神守于其身,一为同名,男神,在左肩上,书其作善,一为同身,女神,在右肩上,书其作恶。 四天王之善神即于每月六斋日按其名即,上奏天王,赋于一年中三赋,八孝,始无差错。 五戒经,法院朱灵卷八十八,批六百九十四。 三转十二行香,范语揣,Pravata,Divita Kri,Dharma,Kakra,Pravatana。 右座当三转四轮十二行法轮,四帝法轮三会十二转说,三转十二行法轮。 指示尊三转四帝之法轮,每一转各具四行香,故有十二形象。 三转者,四帝各有是相转,肯定四帝,说此是苦帝,即帝,灭帝,道帝,劝相转,说此苦帝应之,即帝应断,灭帝应正,道帝应修,正相转,说苦帝已知,即帝已断,灭帝已正,道帝已修。 此三转各具眼,范CAKS,智,范JNA,明,范Vidi,觉,范Butai,等四行香,或三周巡礼四圣地,故称十二形象。 据大皮婆沙论卷七十九载,眼智明觉有两亿,一眼,即法智人,智,即诸法智,明,即诸类智人,觉,即诸类智。 二,眼,关键之意,智,绝断之意,明,照了之意,觉,警察之意。 于每一地中,皆有三转十二形香,故四地合之,共有十二转四十八行象。 如以苦地言之,为此事苦,为事相转,为应之此苦,为劝相转,为以知此苦,为正相转。 此三转依次可配于见道,修道,无学道,如是依依而转,每依转皆各具眼,智,明,觉等四行香,故于一苦地即有三转十二形象。 杂阿含经卷十五,四分绿卷三十二,据舍论卷二十四,瑜伽诗的论卷九十五,法华经旋占卷四,据舍论光纪卷二十四,参阅,转法轮,六千六百一十九,批六百九十四。 三转法轮,即三分世尊之教说为根本法轮,知莫法轮,舍莫归本法轮。 乃三论宗及藏所立之叛教名称,略称三法轮,三轮。 一,根本法轮,为大菩萨直接宣誓物尽之根本教说。 华言经所说亦因亦果之亦成教属之。 二,知莫法轮,为尚不能理解佛法之薄浮顿根者,将佛陀一代四十余年之教法,亦成教,分为方便之三圣而说诸经。 此由根本之亦成教分化而来,故称之末。 三,舍莫归本法轮,将之末之三圣教法,归结于根本之亦成教,此及法华经之教说。 父次,如班若,静明等大臣经典,自其不费三圣之意义而言,可说是之末法轮。 或三圣入一臣之教,亦可称之末法轮,若已植入一臣之教而言,则称为根本法轮。 又三论宗之叛教是,以生闻葬,菩萨葬二者为主,而以三转法轮为父。 法华经性洁品,辟育品,法华游义,中论书卷一,指佛陀三转四地之法轮, 一,事转,指示,此事苦,此事疾,此事灭,此事道,此事道。 二,劝转,劝事,此事苦,乳应之,此事疾,乳应断,此事灭,乳应正,此事道,乳应修。 三,正转,正事,此事苦,我已知,不复更知,此事疾,我已断,不复更断,此事灭,我已正,不复更正,此事道,我已修,不复更修。 以每一转各巨眼,至,明,觉四行香,固成十二形象。 参阅,三转十二形象,六百九十四,批六百九十四。 三转法轮经,泛名Dermacacastra,拳一卷。 唐代义敬义,收于大阵藏第二侧。 佛陀成道之初,于露也愿为交成如等五比丘宣说四地之礼, 以由不同角度讲述三变,称三转十二形象,遂成此经。 意义本由东汉安氏高所义转法轮经一卷,南传佛教义有此经。 被视为佛陀之开教宣言与教义之基础。 P695 三转读文,即空转,甲转,中转。 右座时如三转。 法华经方便品有,时如是,之文,大九,五下,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 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原,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 天台宗志以大师将此,时如是,之文分为三种读法, 句法华玄一卷二上载,由三种不同读法,可显现空,甲,中之三地法, 即指,一,空转,若读位,是相,如,乃至,是本末究竟等,如,则作,诸法皆空,知解,用以彰显,空,地。 二,甲转,若读位,如是相,乃至,如是本末究竟等,则作,空即甲,现象即差别,知解,用以彰显,甲,地。 三,中转,若读位,相,如是,乃至,本末究竟等,如是,则作,诸法及诸法实相,知解,用以彰显,中,地。 法华玄一讲述卷二上,P695。 三,杂染,染污真性,即称杂染。 杂染有如下三种,即,一,烦恼杂染,又作或杂染。 指申鉴,边鉴及贪甜吃等一切烦恼能染污真性,令不清净。 包括一切之烦恼与随烦恼。 分类之,有鉴锁断与修锁断两大类,或分为玉戒系,色戒系,无色戒系等三大类,或分为萨加耶鉴,边直鉴,斜鉴,鉴取鉴,戒净取鉴,贪,甜,无名,慢,乙等十种。 二,叶杂染,只由烦恼所生,或以烦恼为助缘所生之一切生与一三叶,种种造作,染污真性。 三,生杂染,又作苦杂染。 因烦恼及叶而有生,由此生苦,更有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愿增惠苦等,皆能染污真性,令不清净。 显阳圣教论卷一批695,三寿渡和,以兔,马,向三寿之渡和比喻三圣断或修行之身前。 盖佛陀注释说法45年,然因听闻教法之人跟基深浅不同,乃以方便宣说三成法,教法虽有三圣之别,然皆同属一味法性,身文,原觉,菩萨以所证有深浅,犹如兔,马,向三寿之渡和,兔渡则伏,马渡即半,向乃彻底节流。 法华经悬一卷八下,大三三,七八一下,三寿渡和,同入于水,三寿有强弱,河水有底岸,兔马利若,虽既彼岸,浮浅不深,又不到底。 大象力强,巨的底岸,三寿渡三人,水渡即空,抵御不空。 二圣至少,不能深求,欲如兔马。 菩萨至身,欲如大象,水软欲空,同见于空,不见不空。 抵御时相,菩萨独到,智者见空即与不空。 吉之身文物道最浅,原觉物道烧身,菩萨物道最深。 法性之空里,犹如河水,三圣之人虽正同一法性,度同一生死之流,然因其根基生浅不同而生差别。 一,向渡河,比喻菩萨之人修六度万行,利益众生,断除见私祸,习气静静而震菩提,如向之渡河,的至其底。 二,马渡河,比喻原觉之人修十二因缘,断除见私祸,虽间断习气,未能静静而震真空之理,如马之渡河,虽不至底而渐深。 三,兔渡河,比喻生文之人修四地法,断除见私祸,未能除断习气,但正真空之理,如兔之渡河,但浮水而过,不能深入。 与法华精玄一卷八下更分相位大小二种,而以小相比喻别皆通之菩萨,以大相比喻原皆通之菩萨。 北本大班涅槃精卷二十七,幽婆赛界精卷一大皮婆沙论卷一四三,摩河指观卷六上,皮六百九十六。 三十,类别八十为三种,视为三十。 此系四卷伦家精卷一所说。 一,真实,指自性清净真净之时,即净分之第八阿赖耶时,此时能勒别真实之字体。 二,现实,指所藏之种子变现根深与世界之时,即染分之第八阿赖耶时,然亦有以第七莫那时能勒别妄乡,而别未妄识者。 三,分别是时,指其六成等诸境分别之时,即六,七二时,然亦有以前六时能勒别是乡,而别未分别是时者。 此外,十卷伦家精卷二一举出转相试,夜相试,至相识等三时之说。 维摩精卷书卷五,中观论书卷七本,大臣其信论一书卷上之下,大臣一章卷三末,卷十三,参月,八时,三百一十六,指天台宗所历九时之后三时,即第九清净时之阿摩罗时,第八五眉时之阿赖耶时与第七分别时之末那时。 精光明精卷一卷上,大三九,四上,云和三十。 十明为绝了,是智慧之以明耳。 眼摩罗时是第九步动时,若分别之,即是佛时,阿里耶时即是第八五眉时,有有随眠烦恼与无明和,别而分之,是菩萨时,中略,阿陀纳时是第七分别时,喝二生死,心献涅槃,别而分之,是二圣时。 又法华玄义卷五下以此三十类通真性,观照,资成等三轨,且广更十种三法,一级三十,三轨乃至三道,皆同体一名,同为三千三地原具之妙法,是故法法原通融集。 法华玄义士千惠本卷五下,只观浮行传红绝卷三之一,法华玄义四季卷五末,参阅,十种三法,四百八十三,三轨,五百九十一,阿摩罗时,三千六百七十一,批六百九十六。 三十元境广辖,据宗境陆卷三十六即于佳师的论卷五十一载,第八,第七,第六等三十所愿之境有广辖之不同,即,一,第八十元境最广,为第八十未根本时,染境统一,能变现种子,根深,气世间等三种境,故原境最广。 二,第七十元境最辖,为此时无别体相,但一,第八十未因而起,父愿第八十见分而未相分,故原境最辖。 三,第六十元境自广,为此时能愿一切善,不善,无忌等三性之境,能分别色心等一切法成,故原境自广。 P697 三观,指三问题或三语。 能言三观,为宋代天台名得慈云尊士所问有关能言经之三问题。 慈云法师尊士居天竺四,四在浙江杭州,十,有贵官,驻人严经,持稿求师应可,师烹烈焰,为之曰,大四九,二零八下,阁下流心佛法,成为稀有。 经先生三问,若达之气里,当未流通,若其不合,当赴此火。 观许之 诗曰,真经妙原性静明心,不知如何注视。 三四四三万转十二,流遍三叠一十百千,为是何以。 二十五圣所振元通,寄云时无忧烈,文书贺的读取观音。 其人文之不知所措,无法制达。 诗集举稿复火中。 能言三观,知名,自资而出。 佛祖统计卷十词云传,黄龙三观,宋代黄龙山谱觉禅师,常以三语问学者曰,万序一三八,三二六上,人人尽有申缘,上座申缘在何处? 我守何四佛守? 我脚何四驴脚? 一时学者先能弃其指着,天下丛林称之为三观。 五灯会圆卷十七,批六百九十七。 三类强敌,日本佛教用语。 细致对法华经之修行者怀有敌意或加以迫害之人有三类,即,一,邪恶之俗人,又称俗众增上满。 二,邪智之比丘,又称道门增上满。 三,戴圣者假面具之比丘,又称见圣增上满。 日本日联宗开祖日联认为,唯有三类强敌之迫害加之余生,才是表明自己系法华经行者之证据。 而对于日联宗之行者而言,第一类强敌相当于幕府之官吏,第二类魏真言宗,净土宗之僧吕,第三类魏禅宗,律宗之僧吕。 P698 三类静,又称三类,三静,乃法相宗之教义。 将所愿之对静,依其性质,而类别为三种。 即,一,性静,指真实之静。 此静自守其性,并不随心。 即,只具有真实体性与作用,由十种子所生起之静。 包括第八识之相分,种子,五根,气世间,前五识及五具,与前五识之任意者同时生起,意识之相分等。 此静有三种不随心,即,一,性不随,为其能愿之见分通于善,不善,无计三性,所愿之相分尽,为无计性,不随能愿之性通于三性。 二,种不随,为见分从自见分种生,相分从自相分种生,不随能愿之种子而生。 三,细不随,细,只戒的细。 为所愿静之戒的不随能愿之心。 如欲戒系之五十八识及五具意识源自戒之五诚时,相分与能愿虽未欲戒系,而所愿之五诚非随能愿而成欲戒系。 二,读隐静,读者,简别于本质,隐,为隐相,即相分。 为依能愿之心之望分别而便起之静,别无本质,仅为隐相。 如第六意识之望分别便出之龟毛,兔角,空华等,全属幻影。 此静有三种随心,一,性随心,为静与能愿之心同一性。 二,种随心,为静与能愿之心由同一种子而生。 三,细随心,为静与能愿之心同一介系。 三,代直静,代直即间代本质。 为能愿之心愿所愿之静,其相分有所依之本质,而不得静之自相。 此静细由心,静二者之力合成,居于性静与独隐静之间。 如第七识缘第八识见分之相分,及第六识追想过去之形象者。 此静有三种通情本。 情,为能愿之见分,本,为本质。 即,一,性通情本,为如第七识之见分原第八之见分时,所辨之相分无别种生,一半与本质同种生,一半与能愿之见分同种生。 若从本质生者,为无质无济性,若随能愿之见分生者,则为有质无济性,其性不定。 二,借通情本,又称系通情本。 为此相分之界的通与本质与见分之界的系而不定。 三,种通情本,为此相分之种自义随本质与见分而不定。 三类境之名称在诸经中虽未见记载,然有关相见二分为同种生或别种生。 在印度极有一说,至玄奘时,以护法之说为正义,造,大四三,六三三中,性静不随心,读隐为从见,代之通情本,性种等随应,移送,受与弟子窥击,评判所愿之静,以别种生之相分为性静,同种生之相分为读隐静,同别两种生之相分为代之静。 成为时论掌中书要卷上墨,成为时论了一灯卷一墨,成为时论数记卷三本,大臣法愿一灵章卷四墨,百法问达超卷二,指第八阿赖耶时所愿之三种静。 即,一,种子静,第八时能认识世间,出世间诸法种子,故称种子静。 二,根深静,第八时绝名能乐之心,发起内外尘劳之相,于一元战,西出根尘,具内四大而未身份,故称根深静。 三,气势监静,从第八时转香而成献香,即有山河大地等境界,故称气势监静。 P698 三愿,指三种试愿。 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总分为三类,即,一,设净图愿,又作设图愿,求佛图愿,乃有关庄严净土者,四十八愿中之第三十一、三十二愿即是。 二,设法深愿,又作设佛深愿,求佛深愿,乃有关佛深成就者,四十八愿中之第十二、十三、十七愿即是。 三,设众深愿,又作立众深愿,设深愿,乃有关立义众深者,于四十三愿均是。 无量寿经义书卷上,静影,无量寿经义书,即藏,无量寿经超卷三,指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有关修阴往生之第十八、十九、二十等三愿。 为三愿之解释,诸说分云。 亦即各称之为摄取至心愿深愿,摄取修德愿深愿,摄取文明愿深愿,且各摄观经之下下品、上品、中品、中品、玄一、锦心诸师则未依序摄观经上品、中品、下品、原心四至光。 亦即各称之为诸缘性乐时念往生愿,行者命中献前导生愿,文明系念修佛及生愿,日本缘空则称之为念佛往生愿,临终献前愿,三生果岁愿。 由以上诸师所语愿明,可知解释不一。 至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有关以五因五果满足,速得正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之第十八、十一、二十二愿。 其中,第十八愿之十念相当于五念之音,第十一愿所试相当于五果门中之禁门,大会众门、宅门、乌门,第二十二愿相当于圆灵游戏的门。 往生论著,参阅,三愿的正,七百,指菩萨所起之三愿。 一、愿使一切众生正知佛法。 二、愿以无厌之心为众生说法。 三、愿舍生命护持正法。 诸臣法术卷一则举出自行、神通、化他等三愿。 大明三藏法术卷十二,P六百九十九。 三愿的正,又做得取三愿。 亦为取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之第十八、十一、二十二等三愿,以知产明往生净土之音、五念门、与果、五功德门,皆由阿弥陀佛之本愿力而来,并以知证明往生净土可迅速成佛。 亦即以此三愿,证明阿弥陀佛愿力之利用。 此说细出自往生论注卷下。 同书并举出,众生须修五念门,即以阿弥陀佛之本愿力为增上缘,则可往生净土,歹成净土菩萨后,使能教化他人,而完成自立立他之德行。 三愿的正,即、一、第十八愿,此愿乃阿弥陀佛愿十方众生至心信乐乃至实念念佛,以欲往生净土者,即的往生。 此愿为众生往生之因,相当于五念门,即众生未往生净土,而意念观察阿弥陀佛及其净土之五种修行法门,之因行,故取此愿以印证之。 二,第十一愿,此愿乃阿弥陀佛愿净土中之人,天,皆著于正定剧中,以致灭度。 此愿为众生往生净土后所得之果报,相当于五功德门,即修行五念门而往生净土后所得之五种果报,中之前四门,故取此愿以印证之。 三,第二十二愿,此愿乃阿弥陀佛愿他方佛土之诸众菩萨,来生净土佛国,除其本愿自在所化,即犹化诸佛国土以广度一切众生,外,于皆令至一生补处。 此愿中之净土菩萨,以犹化来度众,相当于五功德门中之第五元灵游戏的门,即修行已成。 而至神犹化度之教化的,故取此愿以印证之。 由上所述,可证之往生净土之因与果,皆由阿弥陀佛之本愿力而来,同时亦可证之,众生因阿弥陀佛之本愿力而得以往生净土,安住于镇定剧中,以至迅速成佛。 P700 三愿转入,日本净土真宗教义。 主张由方便,导致真实之方便,知教至真实之教,其信仰过程,由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之第十九愿,要门,净至第二十愿,真门,而后再转进第十八愿,红愿。 即,先舍圣道之教,愿生净土,第十九愿,四舍诸行,专修念佛,第二十愿,最后择离自立之心而归依他立之愿心,第十八愿。 三愿转入,系根据青鸾,教行性正,化身土卷本之说而来,乃青鸾将自己之入性过程,从第十九愿经第二十愿而入第十八愿做一叙述者。 然真宗对于信仰真实之教是否需要顺序经过三愿转入之问题,持有诸种一说。 P700 三宝,梵与Tri,Retna或Retna,Triya,巴黎与Titanium,Retna或Retanataya。 系只为佛教徒所尊敬供养之佛宝,法宝,僧宝等三宝,又做三尊。 佛,梵佛达,乃指觉悟人生之真相,而能教导他人之佛教教主,或梵指一切诸佛,法,梵Dharma,为根据佛陀所悟而向人宣说之教法, 圣,梵,梵埃Saga,止修学教法之佛弟子集团。 以上三者,威德至高无上,永不便宜,如世间之宝,故称三宝。 究竟一尘宝性论卷二举出三宝之六意 一、稀有之意,为此三者累经百千万劫,亦如世间难得之珍宝 二、明镜之意,为此三者远离一切有漏法,无垢明镜 三、势力之意,为此三者具足不可思议微得自在 四、庄严之意,为此三者能庄严出世间,亦如世宝能庄严世间 五、最圣之意,为此三者于诸出世间之法中为最上圣妙者 八、不变之意,为此三者乃无漏法,不为世间之八法所更动变意 大臣法院议林章卷六本则举出四意,以明是设立三宝之原由 一、为对治外道之邪三宝,是为反邪归正之意 二、佛为调御师,法为彼师之法,僧为彼师之徒 此三者所正无量,种类相同,故合利益法,然以能正之因果相互有别,故分师徒 三、上根之人欲取正佛菩提,故未说佛保,中根之人欲求自然治而乐达因缘之法 故未说法保,下根之人医师受法,理事不为,故未说僧保 四、佛如良医,法如妙药,僧如看护者,对疑患病之人而言,良医,妙药,看护者均不可少 令于瑜伽师的论卷六十四举出佛法僧三者有六亿之别 一、相之别,为佛为自然觉悟之香,法为觉悟之果香,僧为随他所教的正修行之相 二、业之别,佛为转正教之业,法为舍除烦恼苦的所愿尽之业,僧为勇猛增长之业 三、性解之别,为对于佛保,应有清净尘世之性解,对于法保,应有悉求正德之性解,对于僧保,应有合合同以法性共住之性解 四、修行之别,为对于佛保,应有供养尘世之正行,对于法保,应修于家方便之正行,对于僧保,应修供受财法之正行 五、随念之别,为应各以于相随念佛保、法保、僧保 八、身福之别,为于佛保依亦有情而生最甚之福,于法保及依此法而生最甚之福,于僧保则依众多有情而生最甚之福 一诸论所说,三宝之类别有多种,通常有三种之别,即,一,别相三宝,又称阶梯三宝,别体三宝 即佛、法、僧各各相别不同,佛出于菩提树下成道,但是藏六之身,即说华严经时,特现为卢舍那佛之身,故称佛保 佛与五十所说之大臣、小臣等经律,称为法保 于禀佛之教法,修因德果之身文、圆觉、菩萨等,称为僧保 二,一体三宝,又称同体三宝,痛相三宝 就其意义与本质而言,佛、法、僧三宝,明虽有三,但体性为一 例如,佛从觉者之立场而言,为性体灵觉,照了诸法,非空非有,故称佛保 但佛德足以鬼犯一切,亦即法性寂灭,而恒煞性德,皆可鬼持,故意称法保 又如佛为完全无正之和和状态,僧团之特质为和和无正,故意称僧保 如此则亦佛保而具足三宝 三,住持三宝,指流传,为持佛教于后世之三宝,即佛像,经卷,出家比丘等三宝 大臣认为八相成道为住持佛,义是之一切教法为住持法,被教化而成立之三圣众为住持僧,此三者并称住持三宝 以上为三种三宝,此外上有四种三宝,一体三宝,原理三宝,画香三宝,住持三宝,六种三宝,同体三宝 别体,一臣,三圣,真实,住持,等说 三宝系世人免苦之根源,故有皈依三宝之举,称为三皈,又作三皈依,乃入信佛教之第一要件 有关三宝之标志,我国与日本历来教法用以表示三宝之符号或图像 在印度则使用情形教肾,其类别有二,一,三宝个别之记号,通常以塔形表示佛,以伦宝表示法,以菩提座或狮子座表示僧 二,以一种形象表示三宝,通常用由三叉戟变化为敲形状之标志 西藏之喇嘛教义以三半宝珠表示三宝 增益阿含经卷十二,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三,关无量寿经,新华严经卷十八,陈石论卷一句族品,杂阿皮弹心论卷十,大皮婆沙论卷三十四,巨舍论卷十四,大陈一张卷十,参阅,三皈依,六百八十八,三宝章,七百零四,四种三宝,一千七百零四。 三宝九十五,批七百。 三宝六亿,巨珠金要集卷一载,三宝有稀有,离构,势力,庄严,最甚,不改等六亿。 一,稀有亿,为薄浮众生,百千万事不能执欲三宝,犹如是之珍宝,非贫穷之人所能得。 二,离构意,为三宝诸漏净净,无有构染,犹如是之珍宝,内外迎撤,体无侠惠。 三,势力意,为三宝具六神通,拔记众生,出离苦去,犹如是之珍宝,除凭去毒,有大势力。 四,庄严意,为三宝能以正法言是行人,令得身心清净,犹如是之珍宝,言是身手,令人舒好。 五,最甚意,为三宝为一切世间之最殊胜者,犹如是之珍宝,为诸物中最甚之物。 六,不改意,为三宝不为世间八法之所变异,犹如是之珍宝,稍打磨炼,不能变改。 P702 三宝印,只刻有,佛法三宝,四字之印,意在祈祷三宝之家户。 为日本禅宗寺院所用。 形状或方或灵或圆,字体意不限于转、立、犯字等。 禅灵象器兼器物门,P702 三宝物,只属于佛、法、僧三宝之物。 即,一,佛物,如佛像、殿堂、香华、佛依、翻盖之类,凡属佛之性失物, 皆不得已做他用,以用者犯到罪。 四分律形式超卷中之意举出四种佛物, 一,佛受用物,供给佛所受用之堂宇、衣服、床障等。 二,师属佛物,师与佛之前宝、田园、人畜等。 三,供养佛物,供养佛之香灯、华帆、工具等。 四,献佛物,供献与佛之医药、饮食等。 犯网经菩萨戒本书卷一则举出六种佛物, 前四种与上纪之四种相同, 其余两种为, 一,佛宝物,专门供养佛之物。 佛在世时,为佛之色身所用, 佛入灭后,为佛之法身所用。 二,居佛物,即为献与异佛之物, 如供养世家相者不得以作供养弥陀, 或本欲造佛像之才不得用以刻造僧相或天神菩萨等相。 二,法物,如经卷、纸笔、香含、露经之类, 凡此经物,不可悔改别用。 四分律形式超同卷又举出四种法物, 一,法寿用物,指轴质、香经、含帕等物。 二,师属法物,师与法之田园等。 可分为二分,一分师与经,一分师与读诵经典者。 三,供养法物,如供养金卷之香花等。 四,献法物,如供养金卷之饮食等。 菩萨借本书于上迹之外,另举出两种, 即,一,法宝物,极致于塔中,专门用以供养法宝之物。 二,举法物,如玉书写大品经之才不得以作书写涅槃经。 三,森物,指森房,田园,衣,古菜之类。 森物有二种,其一位常住物,如四舍,树林,除库等。 其二位已定其处者,即不得已往他处之物。 形式超童卷举出四种僧物,一,常住常住物,固定位于四亿所所分用之除库,四舍,众聚,花果,树林,田园,仆处。 二,十方常住物,如饭饼等为十方众僧所共用之物。 三,现前现前物,无论医药房具等,凡为施主灵时施于现前之僧,而由该僧受用之物。 四,十方现前物,如施主灵时所施而为十方僧所分用之物。 菩萨界本书则举出五种,一,僧宝物,施主置于塔中以供养第一异地僧之物。 二,常住僧物,即形式超所说之常住常住物及十方常住物。 三,十方现前僧物。 四,众僧物,此二项合之,即形式超所说之十方现前物。 五,己戒局僧物,如施与此四四僧之物不得转施他死。 由是可知,于三宝物,若偷盗,转用,借贷不孩,则依其轻重而致其罪。 显阳大戒论卷三,世事要揽卷中,磨合旨观卷八下,旨观浮行传红绝卷八之三, 南海济规内法传卷四,参阅,佛物,两千六百三十七,法物,三千三百六十二,僧物,五千七百三十六,P703。 三宝章,又做三宝镖,三宝,三叉,三骨。 用以象征佛法森三宝之图像,标志等。 印度阿裕王时代即以盛行,金山奇塔,Sentry,四门存有此类刻画,多用以装饰塔门之尖头,柱,衡量。 其章标多于法轮之上安三叉,一般即以三叉象征三宝,另有一说,即以三叉象征佛宝,法轮象征法宝,树叶象征森宝。 于经阿摩罗托提大塔,范尔马封阁,内侧之预言发现有二种三宝章之刻画,其一于上蓝刻有佛塔,中蓝刻法轮,下蓝刻树木,另一种即中央刻佛塔,左侧刻法轮,右侧刻树木。 A Cunningham, the Pilsatopes, Estipa of Barhat, J. Ferguson, 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rchitecture,印度佛纪实写解说,印度旅行记,天爪俊一,P704. 三宝鸟,又称佛法森鸟,以其名身似,佛法森,之音,故有此名。 其行似卑鸟,而叫肥大。 身为浓绿色,亦即为胃轻,紫色,嘴短,末端稍驱,与脚皆是珠虹。 四鸟产于热带地方,平时少闻其身,或于奖金会上偶闻其名,未少见之灵情。 P704 三宝赶通路,请参阅集神舟三宝赶通路。 三宝礼,又坐三敬礼,三礼,乃礼拜佛,法,森三宝之矣。 礼文种类甚多,如今寺愿通行之佛门必被课颂本所载者缘出于旧华盐经卷六境行品,大九,四三灵下,自归于佛,当愿众身体解大道,发无上意。 自归于法,当愿众身深入精脏,智慧如海。 自归于僧,当愿众身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又如智乙之法华三昧颤仪,大四六,九五灵中,一切恭敬,一心敬礼十方常驻佛,一心敬礼十方常驻法,一心敬礼十方常驻僧,即尊世之往生净土颤怨仪,大四七,四九一下,一心敬礼十方法界常驻佛,一心敬礼十方法界常驻法,一心敬礼十方法界常驻法,一心敬礼十方法界常驻法。 连此,皆以礼禁三宝为其要旨。 据网身礼赞记载,十方虚空无边,三宝无尽,若能至心敬礼一拜,即增福无量,功德无穷,得深口一夜解脱。 法式赞卷上,弥陀颤仪,礼念弥陀道常颤法卷一批七百零四。 三宝会词,樊三卷。 又称三宝会。 日本永观二年,九百八十四,原位献传。 戏作者为冷泉天皇皇女尊子内亲王之进入佛门儿者之佛教故事集。 三宝旨佛法僧。 本书上卷为释迦本身故事,中卷为日本僧俗十八人之传记,大体皆出自日本灵异记,下卷为每月份之佛教形式、法会,之解说。 本书为了解当时日本社会之重要资料。 P704 三颤,颤及颤魔,亦未悔过。 据天台四交以及住宰,颤魔有三种,即,一,做法颤,未生礼拜,口称颤,意思为,三业依法批成罪过,求哀颤悔。 二,取香颤,未定心运响,于道场中,或见佛来磨顶,或见光线,或见花飞,或梦见诸锐香,或闻空终身。 与此诸相,随获一种,罪即消灭。 三,无生颤,一切罪业皆从一念不了心性所生,若了心性本空,罪福无相,则一切法皆惜空计,罪亦消灭。 以上做法,取香二颤为是颤,无生颤为理颤。 理颤为正,是颤为柱,若正柱何形,是理间运,则无罪不灭,无福不生。 P705 三运,小陈化的不将万法分成三种,称为三运。 即,一,一念运,只刹那生灭之法。 二,依其运,只人自生至死间相续之法,五根等数之。 三,穷生死运,只穷生死而至金刚预定间相续之法。 P705 三觉,指三种恶觉。 又做三不善觉,三恶觉,三解。 乃凡夫所具三种障碍禅定之恶觉。 即,一,欲觉,又做贪觉,对世间可贪之事思量而起欲心。 二,恶觉,又做恶觉,对世间愿增之事思量而起恶心。 三,害觉,又做恶觉,深增及知心,起恶害他人之念。 杂阿含经卷二十四,大方等大吉经卷十七,品类足论卷五,参阅,三想,六百三十六,指三种善觉。 又做三善觉。 即,一,离欲觉,又做初觉,可用以对治欲觉。 二,无慧觉,又做无恶觉,可用以对治恶觉。 三,无害觉,可用以对治恶觉。 常阿含经卷八,品类足论卷五,成十论卷十四善觉品,为妙觉果佛所具足之三觉,即,一,自觉,为觉之三是一切诸法常,无常等,悟性真空,乐或虚妄,功成妙志,道正缘觉,故称自觉。 二,觉他,为运无缘之诸,度诸众生,令离生死苦,得涅盘乐。 三,觉行圆满,又做觉满,为三祸静静,种得西贝,为登妙觉,行满果缘。 阿罗汉具自觉,菩萨具自觉,觉他二觉,佛具三觉。 品类足论卷五,观经玄义分卷一,无量寿经义书卷上,大臣其信论所说之本觉,始觉,就进觉。 一,本觉,指一切众生本来固有之自信倾尽心。 二,始觉,依本觉内虚与教法外虚而望心见起器与本觉之知觉者。 三,就进觉,始觉中与本觉极其一致者。 P705 三权一时,指天台宗之画法四教。 四教之中,藏,通,别教三种系权师未了之教,故称为三权, 对此而言,原教未真实了一支教,故称一时。 法华文具卷三上,大三四,三六上,三权是举是方,一时是归是原。 法华玄义卷七,参阅,画法四教,一千三百二十五,P706。 三变土田,亦为三变汇土为净土。 又做三变土净,三变土。 世家如来于灵旧山讲说法华经宝塔品识, 为供养多宝塔,故及和十方分身之诸佛, 并以神力三度将缩婆汇土便为清净国土。 据法华经卷四件宝塔品所在, 世家如来讲说法华经时, 多宝如来之宝塔游的涌出, 佛及由多宝如来之夙愿, 据及自己散于十方说法之分身, 先将娑婆世界便为净土, 为处此会之会众, 其余之诸天人皆一致他土, 然由不能收尽一方所分之身, 乃更于八方, 各便二百万一那由他之国为净土, 又一诸天人至他土, 然由不能容尽, 乃更于八方, 再度各便二百万一那由他之国为净土, 又一诸天人至他土。 法华文句卷八下解释三便土田乃由三昧之力, 而此三昧有三亿, 初便娑婆, 是被舍能便会为净, 四便二百那由他, 是胜处转便自在, 后便二百那由他, 是一切处于净无合。 又初一便表示净除四柱, 四一便表示净除尘杀, 后一便表示净除无名。 法华玄论卷九, 法华经玄暂卷八末, 法华文句记卷八之四, P706。 三焰, 入于定中, 若有佛菩萨等之相显现时, 焰定其邪证之法有三, 即, 一, 已定严魔, 定中尽相已发, 而难知其邪证时, 当深入定心, 于彼境中不取不舍, 但平等定住, 若是善根之所发者, 定力越深, 善根弥发, 若是魔所为, 不久自坏。 二, 依本修至, 若原本修不静观者, 经人依其本而修不静观, 境界增名者则之时正境, 若渐渐坏灭则之是邪。 三, 智慧观察, 观所发之相, 推焰根源, 不见深处, 深知空迹, 心不住者, 邪当自灭, 正境自现。 以上三者, 若已炼经比喻之, 已定严魔, 譬如魔经, 依本修至, 犹如垂打, 智慧观察, 则类之于稍也, 以此三者验定, 邪正自可得知。 大臣起信论一记卷下末, 起信论书笔消记卷六, 起信论书卷下, P706。 三观, 指三种观法。 天台智者大师所立之天台三观, 此系诸家所说三观中最为普通之一说, 乃天台宗之重要法门, 为教义与实践之骨架。 系对于一切存在作三种观法, 即空观、 假观、 中观, 称为空假中三观。 此乃依据菩萨因落本夜经卷上贤圣学观品所说, 从假入空二地观, 从空入假平等观, 中到第一异地观, 而立。 即, 一, 空安, 又坐从假入空观, 二地观。 空者, 离性离相之矣。 未观一念之因, 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中间, 称之为空, 由观一念空之故, 而一空一切空, 无假无中而不空, 此因空, 假, 中三观能荡除三祸之相, 以空观荡除建丝之相, 以观荡无成沙之相, 以中观荡除无名之相, 三相皆荡, 即必尽空, 是为空观。 简言之, 自世俗常事之立场, 假, 进入宗教立场之真理, 空, 是为空观。 二, 假观, 又坐从空入假观, 平等观。 假者, 无法不被之以。 未观一念之心, 具足一切法, 恩之为假, 由观一念假之故, 而一假一切假, 无空无中而不假, 此因空, 假, 中三观皆能立法, 以空观立真地之法, 以假观立俗地之法, 以中观立中地之法, 三法皆立, 即为妙假, 是为假观。 简言之, 不停止于, 空, 而进入佛制变照之世俗境界, 是为假观。 三, 中观, 又坐中到第一异地观。 中即中正, 敏觉二边对待之以。 未观一念之心, 非空非假, 即空即假, 称之为中, 由观一念中之故, 而一中一切中, 无空无假而不中, 此因空, 假, 中三观皆能敏觉对待, 言空则空外无法, 言假则假外无法, 言中则中外无法, 三者皆觉呆, 即为远中, 是为中观。 简言之, 不知空观, 不知假观, 空假圆容之大悲菩萨行, 是为中道观。 另据为摩经文书卷二十一, 旧别, 圆二教义简别三观之相, 诸别相, 通相, 一心等三种不同之三观, 称为三种三观。 即, 一, 别相三观, 即立别观于三地。 未若从假入空, 空观, 景德观真地, 若从空入假, 假观, 景德观俗地, 若入中道正观, 得双照真, 俗二地。 此即指别教之三观, 别教认为三观乃不相同, 且未依序见观, 故又称为次第三观, 格力三观。 依次可断除三或而得三至。 二, 空相三观, 即一观之, 中原解三地。 未若从假入空, 知俗假是空, 真地中道一皆是空, 若从空入假, 知俗假是假, 真地中道一皆是假, 若入中道正观, 则知中道是中, 俗假, 真空一皆是中。 即以一观为明而解心皆通者, 是未通相三观。 三, 一心三观, 即于一念心中而能愿观三地。 未观一念心必尽无有, 尽若虚空, 真为空观, 能观之心, 所观之竟立立分明, 称为假观, 虽立立分明, 然性常自空, 空不定于空, 假不定于假, 称为中观。 即三而一, 即一而三, 是未一心三观。 上述之通相三观, 一心三观即止原教之三观, 原教认为三观乃于一念心中融合, 所通假中三地之真理以观之, 故称原荣三观, 不次第三观。 又因观之对象在一念之心, 故言, 一空一切空, 一假一切假, 一中一切中, 而为即空, 即假, 即中之恩。 此即破之心, 空, 以一切现象似有, 假, 体达绝对之世界, 中, 而在一念之中作观。 对此一念有二种不同看法, 宋代天台宗山家派为此一念指望心, 山外派则认为是恩心。 山家派是一知对象, 静, 未望心的有利理由之一, 即是根据摩合纸观卷五上三颗简镜, 区别, 之说。 即在决定观之对象时, 要分别五因, 十二入, 十八戒等三个之境界。 先在三颗之中取五因, 负在五因之中取十因, 又在十因之中取第六十, 更在第六十中取五计时, 中则在心王, 心所之中取心王位作观之对象, 此系直接取夫五计之望心位观之对象者。 三观在画法四焦中, 属于别, 原二教之观法。 若将三观配于四焦, 则通关属藏, 通二教。 藏教分析一切新物之存在未无实体, 而中归于空里, 此即所谓知悉空观, 通教则更进一步, 直接体达一切诸法如幻即空, 而入于空里, 此即体空观, 此观能断除三界内所起之见私火。 然此等之空观偏向于空之意里, 故称, 但空观, 对此而言, 别, 原二教之空观则称, 不但空观。 但通教于立根, 顿根二者修观时, 有时会令立根者从但空观而进入不但空观, 如别皆通, 原皆通即基于此种理由而来。 甲观属别教之观法。 天台宗将甲观分为二种, 即, 一, 生死甲, 即痴迷众生之情见。 二, 建立甲, 即圣者已出世间之至眼所照之见。 前记字, 通二教之空观, 从甲入室时之甲, 属生死甲而未达建立甲。 别教之甲观则未以空入甲之观, 于空之上, 安立甲差别, 故未建立甲。 别教之特质即为无量四地而建立横杀之佛法, 以出甲立身。 令原教之甲观与别教之甲观不同之处, 即是别教当空中二观别是互不相及。 且独立甲观未对境能断成杀之祸, 而原教则是空, 中二观为一, 即空即中, 以妙甲未对境能同时断除三祸。 中观如原教为最高无上之观法, 乃融合空, 甲二观, 即三而一, 即一而三, 以观道之理而原解三地, 称为不但中观。 对此而言, 别教之中观则称, 但中观。 别教修但中观者, 虚心于十柱未修空观以破建丝之祸, 赐于十行未修假观或成杀之祸后, 方修中观, 但中观, 以破无名之祸, 此时三观一新, 即同于原教之不但中观。 唯摩经玄书卷二, 摩赫止观卷五, 法华经玄一卷一经光明经玄一下, 四教一卷一宗进入卷三十五, 为智尔大师讲法华经时, 另立三种观心之法, 即一, 从行观, 又坐约行观。 为专就诸经之行门而修观, 即为于万静观一新, 万静虽书, 要观礼仪如观, 应, 等即是其矣。 二, 妇法观, 为妇于诸法相以修原观, 即就四弟五行等法相, 入一念心, 以成其观。 三, 托事观, 又坐立事观。 为假托事意以成修观, 随立一事, 皆以观法表对, 以诸修观。 如假借王舍臣而为观, 则观王为六十金王, 舍为五应, 王舍臣为无人之一身, 乃至此王舍臣即空甲中, 新王造子舍, 若惜五应则舍中, 空即涅槃成。 又时不二门书要卷上位, 时胜为三种观法之通体, 托事, 父法, 从行等三者则为三种观法之别相。 十步二门只要超卷上, 只观一立, 只观一立随是卷六, 南山道宣律师所立之南山三观。 依序为二圣, 小菩萨, 大菩萨之观法, 即, 一, 性空观, 声闻, 原觉二圣之人观因缘所生之一切诸法, 其性本空, 皆无有我。 常以此礼照查自新, 称为性空观, 相当于天台家所说之西空观集体空观。 二, 相空观, 藏, 通二教菩萨观因缘所生之一切诸法, 其相本空, 但众生情直, 望见种种差别之相。 常以此礼照查自新, 称为相空观。 三, 为实观, 实即心实。 别, 原二教大臣菩萨, 乐知世间一切外诸诸法, 皆为实所现, 心外无物之存在, 自性本自清净。 此礼生妙, 为一元之, 称为为实观。 为实观又分为二种, 即立根者所修之, 直耳纵观, 与初心者所修之, 立誓别观。 止观辅行传红绝卷五之四, 参阅, 为实, 四千四百二十四, 华言宗帝新尊者度顺依华言经所立之法界三观。 法界, 止所观之境, 三观, 止能观之心。 即, 一, 真空观, 即四法界中之理法界。 真, 为非虚妄之念律, 空, 为非行爱之色相。 为简别忘情以显真性, 而归于平等之空性, 使见色非实色而为真空, 令见空非断空而为真性, 如此则能泯灭忘情所见之世相, 而彰显真空之妙体。 二, 理是无碍观, 即四法界中之理是无碍法界。 理, 性静明体之意, 事, 行相分现之意, 即观万象差别之事法与平等无差之理性。 荣荣相设而无碍自在, 此乃因万象皆为真如之随缘变现, 犹如水即为波, 波即为水。 亦即观真如性其万法, 而万法一一以真如为性, 是为理是无碍观。 三, 周涵荣观, 即四法界中之事是无碍法界。 周辩, 摩索不在之意, 涵荣, 无法不设之意。 真如之性乃一味平等而不可分取, 亦为一尘兮玩具真如之全体, 一一是相亦涵荣一切法界, 故意相与多相互融无碍, 大小相涵, 互设互融而重重无解。 是为周涵荣观。 上述三种所观之境, 虽同于一心法界, 然因能观之志的深浅不同, 而有此三种之别, 故又称为三众观门。 杜顺又于法界观门中, 开真空观未会色归空观, 明空即色观, 空色无碍观, 明觉无济观四句, 开理是无碍观未理于是门, 是于理门, 依理成是门, 是能显理门, 以理夺是门, 是能引理门, 真理及是门, 是法及理门, 真理非是门, 是法非理门等时门, 又开周涵荣观未理如是门, 是如理门, 是含理是门, 通局无碍门, 广无碍门, 容无碍门, 摄入无碍门, 交涉无碍门, 相在无碍门, 普隆无碍门等时门说明之, 华言法界观门, 华言五教旨观, 华言经旨规, 参阅, 四法界, 一千七百一十七, 四法界观, 一千七百一十八, 指原觉三观, 据原觉经, 原觉经略书卷下举出三种修观之精神状态, 即, 一, 奢魔他, 犯于MFA, 一一指, 指及指计之矣, 欲求原觉者, 以静觉心取静未行, 而于染静等静心不妄怨, 此即是体真指, 相当于天台之空观, 二, 三摩提, 泛于Sempathy, 意义等制, 远离昏尘, 调举, 未知等, 令心平等安和, 未知至, 欲求原觉者, 以静觉心知觉心性与根臣皆因幻化而有, 遂其幻观而修, 以除诸幻, 此即是方便随原指, 能随原力静而安心不动, 相当于天台之假观, 三, 禅纳, 泛于DHEENA, 意义静律, 静即定, 律即会, 欲求原觉者, 以静觉心不取幻化及诸静香, 便能随顺即灭境界, 此即是席二边指, 能不分别生死, 涅槃, 止息, 有五等二边之相, 相当于天台之中观, 又宗密将上述之三观, 依次称为闽香成神观, 静观, 其幻霄成观, 幻观, 绝呆灵心观, 济观, 此外, 关于原觉三观与天台三观之一同处, 据宗密之原觉经略书卷下载, 二者之一理虽同, 然亦去相亿, 其相同之处为闽香即空观, 其幻即假观, 绝呆即中观, 相亿之处为原觉三观乃明是行人之用心, 方便, 多就心而成行, 故不立所观之境, 天台三观则推穷诸法之信乡, 多就一理而生解, 故立所观之三弟。 童书又举出原觉三观共有二十五种清静定轮。 轮者, 催眠之意, 能摧毁或障而转正至, 故称为轮。 二十五轮即先依次单修静观, 幻观, 即观三观, 称为单修三观, 此为三轮。 四修, 交落三观, 即初以静观为主而兼修幻, 即二观, 三者交落成七轮, 再依次各以幻观, 即观为主而兼修其余之二观, 如此三个七轮总成为二十一轮。 后以原觉会原修三观, 称为如意原修观, 此仅一轮, 以上总计为二十五轮。 欲注原觉经卷上, 原觉经大书卷下之一, 据观经书传通计卷三举出三种观心之法, 即一, 观主观, 未如眼, 而等五十元五成之境, 主对陷境, 显现分明而无推度计量。 二, 观之观, 未与意识相应之解之, 即重相而观于意。 三, 观行观, 即十三观等。 未依正定立而行推度境界之观法。 若将此三观配于三分别, 则观主观为自信分别, 观之观为随念分别, 观行观为济度分别。 净土法门原流章, 传通纪柔超卷十六, 参阅, 三分别, 五百三十一, 五星, 一千零六十七, 批七百零六。 下口时, 四邪命时之一。 下口, 巴利语安厚姆卡, 本指脸部低下之一, 故, 下口时, 隐身未出家人不脱起时而自根作隐身。 大制度论卷三, 大二五, 七九下, 有出家人和药, 重骨, 植树等不尽活命者, 是名下口时。 参阅, 四十, 一千七百四十一, 批七百一十一。 下身, 为菩萨自天上界降身于下界。 过去现在因果精卷一大三六二三下, 耳时菩萨与天子言, 中略, 我应下身言福提中, 加皮罗都国, 甘蔗苗义, 是性种族, 白净王家, 同经右卫, 大三六二四下, 耳时兜律天公有一天子, 做事念言, 菩萨已身白净王公, 我亦当父下身人间, 佛陀之八相成道中仅有第一将都律与天界有关, 其他皆与人间界有关。 佛本行及经卷七辅将王公品, 三弥勒经书, 参阅, 八相, 两百八十九, 批七百一十一。 下身成佛经, 请参阅弥勒寿绝经。 下身经, 请参阅弥勒下身经。 下列转, 六种转位之第五。 指申文, 原觉二圣之证物。 下列一词, 系相对于大臣而言, 转者, 转然的静, 转迷的物。 临间路卷下, 万序一四八, 三零八下, 第五下列转, 为二圣艳苦心计, 正真则灭, 无胜堪能顾。 参阅, 六种转位, 一千三百零七, 批七百一十一。 下地, 范语 三界分九的, 境界优者为上帝, 列者为下地。 菩萨时的智慧, 应其高下而称上帝, 下地。 与上天相对之地, 亦称下地。 P七百一十一。 下地粗苦障, 又作下地粗苦障。 乃, 上帝静妙离, 之对称。 属无见到之三行象。 执行者在三界九的, 以有漏至断修或时, 验下地心上帝所作之观法。 即观下地之粗, 苦, 障等三烦恼而验之, 观上帝之境, 妙, 离等三解脱道而心愿之。 此六种有漏形象, 合称六形观。 巨舍论卷二十四, 大皮婆沙论卷六十四, 参阅六形观, 一千两百六十三, P七百一十一。 下肩, 指灵接自己座位之次席。 右坐肩下, 肩次。 反之, 灵接自己座位之上席, 称为肩上或上肩。 禅愿轻规卷一副粥饭, 万续一一一, 四四一下, 持头向上肩, 刷安下肩单外圆, P七百一十一, 下品戒, 三种受戒之一。 佛入灭后, 无受戒法施时, 自于菩萨尊前自示受戒, 称为下品戒。 菩萨因落本叶经卷下, 大二四, 一零二零下, 佛子。 受戒有三种受。 中略, 三, 佛灭度后, 千里内无法施之时, 应在诸佛菩萨形象前, 胡桂合掌, 自示受戒, 应如誓言, 我某假白十方佛及大地菩萨等, 我学一切菩萨界, 者, 是下品戒。 P712。 下句, 又称下火。 葬仪时, 导师秉具, 表示火葬王者之意。 传使于黄薄西运于母逆死时, 秉具夜照, 唱祭引导之。 赤修百丈清规卷上住持张千画佛事条, 亦举出秉具一项。 就说下句即秉具, 然禅灵向气间丧见门, 秉具雨长, 下火雨短, 又下火亦人行之, 秉具树人地位之, 中略, 秉具佛事, 雨长而复树人行之, 若用真火, 一刻意境, 故刻木具屠珠, 拟火壮, 或红棉增造花, 者聚首而不点火。 此外, 下句引导即, 细即录下句时所唱之即文等。 于下句时所说之法语需具有五种要件, 一, 得, 与中虚数即亡者之德。 二, 死, 虚数即死之因缘。 三, 哀, 指哀悼之语。 四, 活, 虚数即亡者生前之活动。 五, 殿, 追调至迹之语。 此五者称为, 下句五要。 僧唐清规卷五尊素丧法, 参阅, 秉具, 3467, 批712。 下风, 即一般所说之放屁。 佛智戒律之森众微以法中, 亦智有下风是法。 习时佛陀注于舍未尘, 有不守律仪, 多行恶事之六恶比丘, 六群比丘, 故意多食斗, 凡骨类磨成粉末者, 多饮烙浆, 后坐于禅房中叠互放弃坐身, 并以此身调, 气息作弄禅房中长老。 诸比丘岁请示佛陀, 下风是应何如? 摩赫森指律卷35, 大22, 514上, 不得故食多气物, 用作吊戏。 禅房中若即下风来者当至, 若不可忍者, 当向下坐, 若下坐处有森上坐者, 应还向上坐。 放弃时不得令大坐身扰乱此坐。 P712 下臣, 指声闻藏。 魏士清菩萨所说, 摄大臣论事卷一, 又坐下马。 臣者下所臣之物以表敬意。 佛事时, 平婆梭罗王吕至吉利陀罗举举扎山听闻佛陀说法, 王位表示对佛陀之敬意, 于山路中路即下沉步行。 至玄藏西行时, 其处有存有标是昔日平婆梭罗王下沉步行处之苏赌波。 大唐西玉记卷九, 大五一, 九二以上, 中路有二小苏赌波, 一位下沉, 急望至此, 徒刑已尽。 一位退凡, 急减凡人, 不令同网。 至后是, 寺院每元引此立, 于山门外树立, 下沉, 下马, 等杯时, 然此风多行于日本。 法院诸林卷三十九, 事事六铁卷二十一, 类具名物考卷二二三, 卷二二七, 批七百一十二。 下重, 指下七重。 急沙弥, 沙弥尼, 学法女, 出家男, 出家女, 幽婆赛, 幽婆仪。 若令家大僧, 大尼, 则合成九重。 P七百一十三。 下邦, 禅灵用语。 在禅家, 师徒积风问答时, 师父邦打弟子或参学者称为下邦。 细师家基于慈悲之愿, 而以气势激励弟子之接化方式。 语, 喝, 具相同之意义, 或语, 喝, 并称为, 棒喝。 参阅, 喝, 四千九百零九, 批七百一十三。 下间, 指四堂僧房中之下等房间。 面对堂宇, 己身之左方位下间。 法堂, 方杖之西, 森堂之南, 库斯之北, 阶位下间。 赤修百杖清规卷二住持日用章, 禅灵象器间卷二, 参阅, 上间, 七百二十一, P七百一十三。 下, 依照于容量之大小, 有上, 八阿克阿贼, Pata, 中, 八阿克阿贼, Pata, 下, 八阿摩克, Pata, 之别, 燃珠说护义, 如四分绿卷九仔, 大折三豆, 小折一豆半, 十送绿卷四十三则仔, 上可容三他半, 依他根, 于可食物半根, 下容依他半, 半他根, 与可食物半根, 中则居间。 参阅, 五千六百八十七, 四位禅家知识法。 僧众听到用十支训号, 打扮, 个人同时自驾上取下鱼。 下之法, 有何掌低头, 问训, 提等规定。 禅院轻规卷一副粥饭, 万序一一一, 四四零下, 先于十位旧座, 后长板鸣, 即打三下, 即起身下, 批七百一十三。 下沉, 止恶到等下戒之沉净。 世门规境已卷上, 大四五, 八五五上, 深深不吐尾于下沉, 批七百一十三。 下语, 禅陵用语。 其译有三, 一, 针对禅宗公案或古则发书几件。 二, 师父对弟子开示之法语。 三, 对经论之短评, 亦语这语, 简语相同。 赤修百账轻规卷二住持日用章, 景德传登陆卷十五栋山梁驾章, 必沿陆第十七则, 批七百一十三。 下, 又坐浅, 下辣, 与, 上, 对称。 止森尼出家受戒后, 其年数较少而居下位者。 参阅, 法辣, 三千四百三十一, 批七百一十三。 下转, 又称下转门, 与, 流转, 同意。 止本觉为化他而向下, 此系从果至因之矣。 又为众生之真如尽法无力, 为杂染所勋, 神伦于苦戒。 是摩合言论卷二, 大三二, 六一零上, 诸染法有力, 诸敬法无力, 被本下下转, 名为下转门。 大日经书指星超卷一, 是摩合言论开解超卷七, 诸佛为化他而随缘显现六道, 普现色身流入生死海中, 亦称为下转。 P713 下, 只将布施之物攻于佛前。 下, 亦为安下, 安奉, 为范语, Duck, 达, 之略称。 所施为财宝类时作, 以守寿施时作, 口发施事则作, 称。 令据禅灵象器兼前财门载, 献上财, 称为上, 安下财, 称为下。 参阅, 达称, 5677, P713。 帐六象, 又作帐六佛, 以帐六象, 等身相, 即与佛身等高知雕像或画像。 据诸经所载, 佛世之时, 凡人之身长约八尺, 佛陀被知, 故为帐六。 帐六佛像之造立, 印度颇为盛行, 我国则在东晋以后。 广宏明集卷十五世家方至卷下, 初三藏祭集卷十二, 法院诸林卷十三等均有助帐六象之记载。 通常立象全长杖六, 坐像八尺, 凡超出此标准者即称大佛。 另有杖半象, 又作半杖六, 即立象八尺, 坐像四尺。 又佛像多作黄金色, 故通常知杖六佛身像多称为杖六金身。 方广大庄严经卷十二, 观无量寿经, 大制度论卷十, 洛阳嘉兰纪卷五, 参阅, 大佛, 七百八十五, 辟七百一十四, 丈夫, 范宇普瑞。 英译补卢沙, 妇楼沙, 佛溜沙, 布露沙。 又译做侍夫, 只成年男子, 或诸根源聚之男子。 只观辅行传红绝卷二之二位, 人中之最盛者为丈夫。 华言经探玄记卷八元迎涅盘经, 举出丈夫之义有四, 即, 自正, 正他, 能随问答, 善解因缘义。 令如于佳师的论义载有丈夫之七义, 为, 长寿久住, 妙色端言, 无病少脑, 非仆妃女非伴则家, 智慧猛利, 发言威肃, 有大宗业。 小臣之七圣称七丈夫或七世夫。 佛身所聚之三十二相, 即称大丈夫相, 或大软相。 又佛乃人中之雄, 故意称大丈夫。 北本涅盘经卷三十三, 石柱皮婆沙论卷五义行品, 批七百一十四。 丈夫至干, 只意至强顾之勇者, 又只堪忍永结修行, 积得猛进之菩萨。 石柱皮婆沙论卷五, 大二六, 四一上, 懦弱切裂, 无有大心, 非是丈夫至干之眼也。 忠略, 应不惜生命, 昼夜精进, 如旧投燃。 P七百一十四。 上人, 范语普尔埃阿阿帕, 对智德兼备而可谓众僧及众人施者之高僧的尊称。 世事要揽卷上位, 内有智德, 外有盛行, 在众人之上者为上人。 大品般若经卷十七兼顾品则载, 若菩萨摩赫萨能一心行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护持心不散乱, 称为上人。 在日本, 上人一语, 特用于净土宗与日联宗, 并为圣人教上人为重要, 故日本真宗称宗祖亲鸾为圣人, 称其列祖为上人。 中世纪后, 日本朝廷以此作为僧位赤寿高僧。 增益阿含金卷三十九, 石柱皮婆沙论卷十五, 大智杜论卷七十三, 批七百一十四。 上下华岩寺, 指山西大同境内之上华岩寺与下华岩寺。 两寺皆建于辽石, 为市区内最大, 最古老之寺与, 具有浓郁之中国风味。 上华岩寺已经代, 一千一百一十五, 一千两百三十四, 所建之大雄宝殿最为壮观。 殿内之须弥坛上, 整齐排列明代诸佛像, 周围内壁则保存清代之大壁画。 下华岩寺则已保存出其塑造之三十亿尊佛像持明天下。 此外, 于辽新宗仲西七年, 一千零三十八, 建造之宝家教藏殿, 后则改建为大雄宝殿。 P714 上上人, 日本净土宗对念佛行者之赞誉, 为五种家御之一。 日本净土宗开祖元空根据官无量寿经称念佛人为人中之分佗利华, 以分佗利华为诸花中之最上最盛者, 而为念佛法门为诸行中之最上最殊胜者, 故有上上人之称。 北本涅槃经卷三十三, P715 上世, 菩萨之一称, 又做大事。 菩萨远离弥直邪剑, 正见法理, 乃圆满自立立他之行者, 故称上世。 世事要揽卷上, 大五四, 二六一上, 瑜伽论云, 无自立立他行者, 明下世, 有自立无立他者, 明中世。 有二立, 明上世。 永家正道歌, 上根之人亦称上世。 P715 上身经, 请参阅弥勒上身经。 上田一文, 1904, 日本佛教学者。 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印度哲学科。 现任明古屋大学教授。 这有体验反省, 佛教思想史研究, 印度之大乘佛教及妄念论, 事实论理, 为实说理解关联等论文。 P715 上行菩萨上行菩萨, 上行, 泛名VIA, Siritra, 即法华经所在从地涌出菩萨中之第一位, 又作种种行菩萨。 据法华经从地涌出品载, 法华虚空会时, 自缩婆世界地下涌出无量无数菩萨, 此菩萨众从无数节来集蒙佛教化, 修习佛会, 为求佛道之故, 驻于下空中, 经从地涌现, 乃为证明佛之寿量长远, 且受世尊之父主, 留步法华经。 此等地涌菩萨中有四位导师, 其第一位即是上行菩萨。 以其功行殊胜, 乃众中之最上者, 故称上行菩萨。 法华经如来神利品, 法华经巨解卷五, 法华义书卷十, P715 上求下化, 为上求菩提, 下化众生。 乃菩萨行之内容。 圣思为犯天所问经论卷一大二六, 三三七下, 自立立他, 圣如实修行, 自求菩提, 义化众生, 令得菩提, 上求菩提是自立, 下化众生是立他, 菩萨之万行不出此二者。 大臣菩萨于初发心之时, 立红世之愿, 自求菩提而尽佛土, 亦以大悲付诸男儿化倒一切众生。 四念处卷四, 只观福行传红绝卷五之二, 往生要集卷上末, 正修观计卷上, 参阅, 菩提心, 五千两百, P716。 上族, 指上守弟子, 及门下, 会中之优秀弟子。 P716。 上供, 指于诸佛, 祖师圣向前, 被公物圣善等物供养。 赤修百丈清规卷四两续章, 大四八, 一一三二上, 圣僧侍者, 贵有道心, 摘周二十, 上供名下堂锥。 禅灵象气肩卷十四, P716。 上位, 指最佳位。 往生要集卷中载, 阿弥陀佛以饮食诗与众生之故, 碎得上位香, 其舌下有二宝珠, 留住甘露, 低舌根上, 诸天世人及时的菩萨君无此舌根, 亦无此位。 又能言经中, 以苏烙提湖位是间诸位中之最上者。 P716。 上名寺, 位于湖北江陵之古沙, 塔玉壮丽, 僧房万间, 当地寺庙无堪比拟者。 南北朝时高僧多妻子于此, 为当时一学名差。 P716。 上间, 指禅家之上位。 例如东序之人以佛坐在上, 而以己之右肩位上间, 西序之人则以左肩位上间。 我国秦汉以前以右肩位上, 后世平家变动, 从林多曲以左肩位上, 故又称左肩, 如赤修百丈轻规卷二住持日用之念诵条, 大四八, 一一二以上, 顺左肩转, 依图未立。 摩赫森指律卷35, 战国策照策, 参阅, 兼刺, 三千四百九十三, P716。 上间顺转, 上间, 指左肩, 即顺左肩而转。 赤修百丈轻规卷六日用诡犯条, 大四八, 一一四四下, 以上肩顺转, 为左肩也, 若前门从南夹入, 摩赫森指律卷35, 大二二, 五零六下, 行十, 不得背回, 应面向右回, 古人上右, 后世上左, 禅灵从取后者, 顾顺左肩而转。 赤修百丈轻规卷二住持日用条, 禅灵向契监理则门, 参阅, 上间, 716, P716, 上品戒, 为大臣戒三种受戒之一。 旨在诸佛菩萨面前所受之戒, 为真实上品之戒。 菩萨因落本业精卷下, 大二四, 1020下, 佛子, 受戒有三种受, 一者, 诸佛菩萨现在前受, 的真实上品戒。 二者, 诸佛菩萨灭度, 中略。 三, 佛灭度后, 中略, 我学一切菩萨戒者, 事下品戒。 P717, 上品联台, 指上品往生极乐者所化身之联台。 往生极乐之三品中, 上品生者化身于七宝池中之七宝大莲花, 故称上品联台。 P717, 上界, 纸色界, 无色界等上界天。 与, 玉界, 对称。 于密教中, 为金刚界曼陀罗外金刚部五类天之一。 此天为摩西守罗等无量诸天王及其后所居。 金刚顶金于加十八会只归, 又称天上界。 六道之一。 与, 下界, 对称。 即包括无色界, 色界, 玉界等诸天。 参阅, 天, 一千三百三十, 即位于诸天中, 上方之位者。 如空居天卫地居天之上界, 色界天卫欲界天之上界。 P717, 上茅城, 上茅城, 泛名Kugrapura, 因一举奢杰罗普罗。 位于中印度摩基陀国之阵中, 为摩基陀国王舍臣之旧臣, 故又称旧王舍臣。 此得多生圣上之吉祥相相茅, 因以的名。 据大唐西玉记卷九载, 其臣以四周之崇山位外阔, 西通辖境, 北辟山门, 东西长, 南北辖, 臣周一百五十余里, 内臣于指周三十余里。 旧帝氏而言, 魏异军防要害之地。 又上茅城又称山城, 范哲瑞芝A, 巴哲瑞芝, 京景于内臣之南壁与北壁。 本位摩基陀国之兜臣, 至平婆梭罗王时, 以臣内平传火灾, 且费舍离国不时来寇, 遂迁都至新王舍臣。 善剑律皮婆沙卷八, 大智度论卷三, 高森法显传, 参阅, 王舍臣, 一千五百一十, 范名Kuai, Nagara, 即中印度居施纳皆罗臣之意义。 此处系佛是十印度十六大国中莫罗, 范莫拉, 巴桐, 利氏族所居之地, 其臣北极是尊涅潘之地。 参阅, 居施纳皆罗, 三千两百六十七, P七百一十七。 上手, 范与Premarka, 巴利与Premarka, 即大众之中位居最上者。 于佛事时及有词称, 上手一词散见于各汉义经典中。 后于禅邻里, 兼义, 手作, 代称上手, 而其推重之意不便。 大品般若金卷四金刚品, 观无量寿经, 法华论卷上, 指诸法门中最上之法。 例如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卷二, 将, 雁离一切法三昧, 超过一切法三昧, 等十五种三昧称为一切三昧中之上手, 赋将, 观诸法性陀罗尼门, 发菩提心陀罗尼门, 等五十三陀罗尼门称为一切陀罗尼门之上手。 法华经卷五, 大智度论卷四十五, 大日经书卷十二, 指佛弟子幽玻璃。 泛名阿普利, 亦亦化身, 或亦上手, 以其持律第一, 为重计刚, 故称上手。 如来入灭后, 其与五百圣人于碧罗窟内, 结及疲奈耶藏。 复法藏因缘经卷一批七百一十七, 上手功德, 指圣妙无过之功德。 乃极乐净土二十九种庄严中八种佛功德之一。 比净土之上手以阿弥陀佛为罪尊, 其圣妙拔群, 无有超过者。 弹鸾之网身论柱卷上, 大四灵, 八三二中, 如须弥山王, 圣妙无过者。 此二具名庄严上手功德成就。 佛本何故起此愿? 见有如来, 众中或有强良者, 如提婆达多留彼, 或有国王, 与佛并至, 不知甚推佛, 或有请佛, 以他愿废望。 有如是等四上手力不成就, 事故愿言, 我为佛时, 愿一切大众无能身心, 敢于我等, 唯一法王, 更无俗王, 事故言, 如须弥山王, 圣妙无过者。 无量寿经卷下, P718。 上香, 奉香于佛前之炉中。 上香之法, 分成献香与檀香两种。 一, 献香, 将香穿在食指及中指中间, 并用拇指将香之一端纳柱。 直食至于胸前, 举食则其眉。 二, 檀香, 用双手拇指, 食指指持香之两端, 其余三指起开高举, 高与眉其, 其后置入香炉。 第一根檀香以左手拾起, 右手置入香炉, 第二根以右手拾起, 左手置入香炉, 第三根如第一根。 P718 上臣禅, 只顿悟自心之禅。 禅宗自卫超乎大, 小二圣之上, 故别立此名。 据景德传登陆载, 禅有深浅阶级, 悟, 我空偏真, 知理而修者, 是小臣禅, 悟, 我法皆空, 所显真理而修者, 是大臣禅。 若顿悟自心本来清静, 缘无烦恼, 本自具足无漏之志, 此心即佛, 依次而修者, 即是上臣禅。 P718 上师, 西藏佛教对具有高德盛行, 堪卫世人鬼犯者之尊称。 又做金刚上师。 西藏人称为喇嘛。 喇嘛, 为藏语巴, 摩之汉语音译, 本为巴, 上, 与摩, 人, 之父和词, 意指上德之人。 相当于梵语, 咕噜, 咕噜, 以及师将, 师范, 为古代印度人或一般修行者对其师之尊称。 西藏佛教特众喇嘛崇拜, 于藏人之日常生活, 举凡但昏受丧, 疾病灾害, 乃至旅游迁徙, 皆特别言请喇嘛为之祈祷而后行事, 至于出家之修行者, 于皈依佛法森三宝之外, 特众对喇嘛之皈依, 而有四归一之作法, 并以自己之身口意, 西树公养归头上师, 认为奉是喇嘛, 即等于公事三宝。 以法统而言, 西藏秘教最重是师臣关西, 认为金刚上师乃师师相成中的大日如来之代表, 故凡欲传授秘法, 必经金刚上师之灌顶, 修持秘法之以鬼亦需先请金刚上师加持之, 又因秘教强调心法相传, 故秘法之传授, 必须由上师与弟子秘密授授。 一秘成之规定, 勘认鬼犯师, 阿舍离, 之上师需具备下列条件, 一, 需有正统传承的根本金刚上师之秘法灌顶, 二, 从金刚佛制自己的根本上师, 其间所有秘法之传承灌顶皆需圆满无缺, 不可间断。 三, 需受本尊大灌顶, 阿舍离灌顶, 精通显密佛法及菩提心学, 并具备火工, 弹成等修法材料, 熟悉诸经鬼所说之修法。 四, 自己有能力传授秘法时, 需经根本金刚上师许可, 方能担任上师阿舍离, 为人传法灌顶。 远据上述条件后, 依照西藏之习惯, 即可称为仁波切, 意志转世佛也。 P718 上座, 范与斯塔弗阿, 巴利与斯塔弗阿, 因一息他薛罗, 西提纳, 又称长老, 上辣, 首座, 上座, 助位等。 乃三纲之一, 直法辣高而居上位之森尼。 皮尼姆经卷六, 旧法辣之多少而立下座, 中座, 上座, 其旧长宿等四皆。 又以无辣至九辣, 称为下座, 十辣至十九辣, 称为中座, 二十辣至四十九辣, 称为上座。 五十辣以上而受国王, 长者, 出家人所中者, 称为其九。 为南海记归内法船卷三载, 满十辣是位西他薛罗, 此概以上即中座以上总位上座。 即义门族论卷四所言之上座有如下三种, 一, 升年上座, 犯Jai, Stavara, 即旨尊长, 其九。 二, 世俗上座, 犯Savitianian, Stavara, 即有世俗财产, 地位, 权利者。 三, 法性上座, 犯Dharma, Stavara, 即法辣教常, 智慧解脱, 以正的阿罗汉者。 另于世事要揽卷上举出, 四种上座, 之说, 即, 一, 森房上座, 即律所说之三纲上座。 二, 森上座, 即坛上之上座, 或受戒食堂中之首座。 三, 别房上座, 即禅灵诸寥之首座。 四, 住家上座, 即寄斋席之上座。 此外, 上座一位比丘之犯称。 四分绿卷五十四, 十送绿卷三十九, 禅院清规卷一禅灵像器兼称呼门, P719。 上座十法, 指上座所应巨足之十种条件。 巨石送绿卷五十载, 即, 一, 有所住处。 二, 无畏, 无能遮着。 三, 能洗烦恼。 四, 多知事, 有明文, 能令他身尽心。 五, 便才巨足, 无能胜者。 六, 无有至爱, 亦去明了。 七, 闻者信寿。 八, 善能安详入他家。 九, 能为百依说生妙法, 分别诸道, 劝令行施斋戒, 令他舍恶从善。 十, 自聚四弟, 宪法安乐, 无有所罚。 参阅, 三纲, 六百六十四, 上座, 七百一十九, P719。 上座部, 范名利亚, 斯特佛拉, 尼克亚, 巴利名斯拉, 非得, 又称同叶部, 因一座他丙罗部, 体皮绿, 他皮立语, 乃部派佛教之一派, 据北传佛典所在, 佛入灭百余年后, 大天, 范名利亚, 巴桐, 等进步派之比丘倡导五条教义, 保守派起而反对之, 教团因此分裂为上座, 大众二部。 佛入灭三百年初, 自保守之上座部又分出说一切有部, 略称有部, 跟本上座部受有部势力压迫, 遂迁至雪山, 范黑雷亚, 称为雪山部。 其后, 自有部又分出八部, 上座部本末记有十一部, 有部, 本上座部, 独子部, 法上部, 闲咒部, 正量部, 密林山部, 化德部, 法葬部, 影光部, 金亮部。 然据南传佛典所在, 最初分裂乃因对有关戒律时事之见解不同而引起, 故上座部本末共十二部。 在上座部系统中, 有部势力最大, 可谓为上座部理论之代表。 此一部派, 于公元前三世纪, 由印度传入西兰等地, 后称南传上座部, 至今仍盛行。 一部宗伦论, 大皮婆沙论卷九十九, 三论悬议, 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一本, 参阅, 大天武士, 七百五十四, 小臣二十部, 九百二十八, 印度佛教, 二千两百一十五, 不派佛教, 四千八百一十四, 批七百一十九。 上根, 指上等之根器, 即眼, 耳, 鼻, 舌, 身等诛根之上立者, 或修行佛道之能力特优者。 幼稚, 姓, 敬, 念, 定, 慧, 等五根锐利之修道者。 批七百二十, 上堂, 禅灵用语。 指上法堂说法。 古师长老住持可随时上堂, 中世以后则有定期及临时上堂之别, 有, 一, 但望上堂, 每月初一, 十五日上堂。 二, 午餐上堂, 每月五, 十, 二十, 二十五日上堂, 另加上望上堂, 约每五日上堂一回, 故称为午餐。 三, 九餐上堂, 每三日上堂一回, 则每月约有九回上堂。 四, 圣洁上堂, 皇帝诞生日上堂。 五, 初对上堂, 住持出外劝化, 归来后上堂。 六, 应是上堂, 寺内发生悔逆为难等事, 住持乃特别上堂说法。 七, 谢炳福上堂, 谢头守炳福之劳。 八, 谢都四斋上堂, 谢都四半斋之劳, 住持特为上堂说法。 九, 大行追言上堂, 为皇帝之中应追荐而上堂说法。 其中, 午餐上堂, 午上堂, 之日, 称为午餐日, 参有参加之意, 与淡望和称为, 午淡望。 住持上堂深座时, 大众应起立听法。 祖庭誓愿卷八, 赤修百丈清规卷上柱黎章, 禅陵像器间坐卫门, 垂说门, 报道门, 上堂说法之后, 赴斋堂受功, 称为上堂斋。 指森堂之上堅, 上尉, 下尖则称下堂, 下尉。 参阅, 上尖, 七百二十一, 指住国上堂, 进山上堂。 为进山之仪式, 批七百二十。 上堂牌, 指预告上堂之牌式。 即报大众上堂时日之街式, 悬于法堂之前门, 纵二尺三寸, 横一尺三寸。 每逢朔望之时, 逝者吩咐客投行者, 必挂上堂牌以报式森种。 森堂清规卷四珠牌法, 批七百二十。 上渊, 一千六百二十七, 一千六百七十九, 明末清初禅僧。 又称海渊。 继周兴和人, 俗姓曹。 浩波亭。 年十六至海渝, 江苏常熟东, 知三丰, 入松影门下, 苦生十九年而得悟。 卫济, 往林峰弘法, 并大力整齿丛林规局。 康熙十八年东世纪, 享年五十三, 建塔于四支东港。 林峰至卷四, 批七百二十一。 上测法, 指如测之作法。 乃为僧徒日常生活所应注意之事项, 有以律宗, 禅宗事之为重要规定。 巨皮尼姆金卷六载, 如策之时, 应先取愁草至护前, 三坛只作身, 若人, 非人, 令得觉知, 赋予护前安一处脱一放妥。 若执天与无脏一处, 持一好自缠身。 其次开护看策内, 无诸读重否。 看以欲便利时, 应徐徐次第抄一而上, 不得呼迁, 另露身体。 做起之法, 不忠以策, 当忠而坐, 莫令乌策两边。 欲起时, 依次第渐渐而下, 不得呼放。 起至以静, 用, 愁静, 刮之令静。 若无诸愁, 不得必上是令静, 不得策板梁柱上是令震, 亦不得用石, 青草, 土块, 软木皮, 软叶, 其木等。 所应用者, 以木竹尾做愁, 最长者一折, 最短者四指, 以用者不得这于尽愁中。 令于道宣之教借心学比丘行护律一中, 亦举出上策之法二十条。 于密教, 修法时罪即会晤, 故对上策法亦有所规定, 且用巫书沙摩明王之法除毁。 此即入明王之三昧, 在自生官, 自, 欧, 自, 劫手印, 送真言等之影所作法。 大比丘三千微已卷下, 诸今要即卷二十, 禅愿清规卷七, 参阅, 隐所作法六千五百三十三, 批七百二十一, 上签, 指禅愿之上位。 人面向唐时, 以己身之右位上签, 法唐, 方丈, 南向, 则以东位上签, 僧堂, 东向, 则以北位上签, 库斯, 西向, 则以南位上签。 赤修百丈轻规卷一柱黎章, 禅陵向器兼卷二, 批七百二十一。 上烦恼, 即由根本无名所生之之莫或, 又指十大或中之根本烦恼强盛者。 圣满宝窟卷中末, 大三七, 五二中, 四柱所起烦恼, 粗强名上, 故云一切上烦恼, 四柱与上烦恼作依作种, 以其烦恼依之得利, 故名依也, 大臣其信论, 大三二, 五七八中, 过横煞等上烦恼, 依无名其差别。 现前申起之烦恼亦称为上烦恼, 批七百二十一, 尚瑞, 一千六百二十四, 清代灵纪宗森, 浩楚陵, 中年识舍世荣, 得红山于昭允坟之法, 立柱潭州, 湖南, 南云新化禅陵寺, 梅城, 安徽, 放光山皮卢寺, 尹州, 湖北, 同泉山法新寺等, 其余事迹不祥, 有处灵禅师语录一书行事, 武登全书卷一零四, 清代化僧, 生族年不祥, 江苏无限人, 自寻训, 寻训, 浩木村, 蒲世子, 同心行者, 同心和尚, 博通广洽, 高杰自持, 中年木道, 投行周六通院院演一禅师替度, 擅长山水人物, 游经佛像, 然不清作, 美慧像, 则师与僧人冲作游乡前, 晚年多吉, 养一直为其四, 两人相语永会, 喊与世人往来, 这有余席营, 国朝书画家笔录卷四, 国朝书人吉略卷十四, 批七百二十二, 上乐金刚, 又称圣乐金刚, 为西藏拉萨下密愿修无上于加密之本尊, 其相为双尊, 至于双层莲花座上, 明王上乐金刚有三面, 每面各三目, 即十二臂, 主臂拥抱明妃金刚亥姆, 其余珠臂持物, 裸体, 下身挂骷髅阴落, 双足塔人, 另有座四面六臂之相者, 加尔居派修法时多奉为本尊, 批七百二十二, 上兰顺, 宋代灵纪宗森, 身足年不祥, 西蜀人, 出家后, 与原通居那同行附属, 后参业黄龙惠南, 得其心法, 立住洪洲, 江西, 上兰禅院, 景福, 乡臣, 双丰诛沙, 以其皆化亲切, 仁称顺婆婆, 试寿八十余, 余香成山作画, 加太普登陆卷四, 续传登陆卷十六, 批七百二十二, 上转, 指向上转, 右座上转门, 与, 下转, 对称, 使爵位自立而上进, 称为上转, 本爵位化他而下向, 称为下转, 即真言行者发心修行, 转向佛果菩提, 此系从因至果之矣, 是摩合言论卷二, 大三二, 六一零上, 诸敬法有利, 诸染法无利, 向原上上转, 名为上转门, 大日经书指新超卷, 一批七百二十二, 顽土, 土制之顽利, 又做九顽土, 即如策之后, 用以清洁手等之物, 九顽之中, 三顽洗手, 三顽洗瓶, 三顽洗足, 或以碧土干后制之, 或以小豆粉, 净杀合成, 盖因硬度古代五指, 多用碧或木片扫除粪门, 以手及平多会, 故有此法, 南海济归内法船卷二便利之试条, P722, 顽香, 调和各种香而成之丸粒, 乃密教修护魔法时所用公物之一, 行法时, 投诸炉中, 烧以供养, 盖顽香系以丁子香, 白檀香, 沈香, 熏禄香等半货而成, 表示总及之烦恼, 投之于火, 表示以至火烧尽田烦恼, 盖于此类公物中, 切花, 散香各表三毒中之滩, 吃, 对此, 丸香则表田, 又一日三十, 一时三十六丸, 和味百八丸, 表示百八烦恼, 配以六度时, 与散香和表金进度, 参阅, 六波罗蜜, 一千两百七十三, 散香, 四千九百七十三, 批七百二十二, 九柱, 指九居一处, 法华经卷二性解品中位, 九柱系指掌者之穷子九柱在外, 又同经建宝塔品之九柱, 则指令法九柱, 如来寿量品之九柱, 乃请释迦佛九柱于世之位, 妙因菩萨品则指多宝如来之九柱, 大品般若经卷二, 大品般若经卷二往生品, 大臣大吉的藏石轮经卷二, 参阅, 令法九柱, 一千五百四十九, 批七百二十三, 九松真一, 一千八百八十九, 日本佛教学者, 其父献人, 浩鲍石安, 一九一五年毕业于京都大学哲学科, 历任灵济宗大学, 佛教大学, 龙谷大学, 京都大学等校教职, 一九三二年, 以东洋的吴信格, 译文, 或文学博士, 其后, 任教于九州大学, 美国哈佛大学等校, 这有其性课题, 维摩七则, 九松真一著作几等, 批七百二十三, 九修, 指长期之修行, 法华精妙庄严王本十评, 大九, 五九下, 是二子有大神力福德智慧, 九修菩萨所行之道, 长期修行以练身心, 则称九修练行, 大宝基经卷一一九, 为摩经卷下逐类品, 批七百二十三, 九远, 即时间九远, 无限之往昔, 称为九远节, 成佛之时于历史可考者, 称为静成佛, 若从无始以来即已成佛者, 则称九远时成佛, 或九远古成佛, 参阅, 十杰弥陀, 四百三十五, 本二门, 一千九百六十五, 批七百二十三, 九远四, 为日本日连宗之总本山, 又称深岩山庙法华院, 位于山梨县南聚魔郡深岩亭, 领主拨木井时常归一日连, 日连自流放的左渡归返后, 于时常协力之下建四传法, 宣扬宗风, 培育弟子, 其一座太伴者于此地, 明治八年, 一千八百七十五, 全面烧毁, 燃经已恢复旧观, 批七百二十三, 九远时成, 又坐九成, 九远古成, 九远本佛, 无始古佛, 乃位在印度摩基陀国菩提家耶菩提树下开悟成佛之家耶使臣, 敬臣, 之世尊, 世家, 细为一种方便是现之假乡, 实际上, 世家于九远之前早已开悟成佛, 且在无限时间中, 即以教化众生, 法华经卷五如来寿量品, 即以此为蓝本加以开眼, 此外, 阿弥陀佛有时皆弥陀以对应于九远弥陀, 此意应用此一说法而产生者, 九远时辰之思想系以世尊所悟之, 以法位永远常驻, 为根本而衍生者, 由于诸弟子对世尊追目心切, 故产生此一思想, 佛教本位真理, 法, 知信仰, 世尊及曾遗言, 于自己缘济后, 诸弟子应以法位归一, 然诸弟子本应养穆世尊之人格而信仰佛法, 故于世尊灭度后, 不能仅以世尊所遗留之教法未满足, 为追穆世尊之人格, 进而谋求其他能代替世尊之佛, 因此立下种种佛陀之说, 到法华经时, 则将此诸佛皆归一于世尊, 且主张是尊位永远不灭者。 法华经论卷下, 法华经玄义卷一上, 法华经文句卷九下, P723。 启示, 泛语, 泛语, 泛语之意义, 指比丘。 比丘为杜绝一切身业以清静活命, 乃向信徒启示, 以之为池色身, 故称启示。 大智度论卷三, 诸为摩羯经卷一会灵音一卷二十七, 参阅, 比丘, 一千四百七十九, P724。 祈语, 乃九汉之时, 以宗教仪式祈求降雨之事。 又称祈语, 请雨。 佛教中诵读有关祈语之海龙王经, 即为祈语之时。 在我国和日本则更加上列对, 舞蹈等民俗信仰之祈语仪式, 为内容仁以诵读经典或咒文及修法等其愿为主。 其语者若是出家比丘, 应聚律仪若俗是应受八戒。 作法之时, 吃三白时, 每日以香汤沐浴, 者心尽清衣, 于檀西面以清雾为作。 按上至大云经或二人, 三人乃至七人更替诵读, 今生不应间断。 其语法最早行于印度, 中国自皇帝以降便有其语之说, 如皇帝时赤江子谓语诗, 神农时有赤松子, 汉时有沙门竹谈盖读海龙王经其语, 近时寻扬抗汉, 慧远法师读海龙王经其语, 而而红语大作, 唐针关年间大汉, 玉泉寺水节, 沙门空葬骑寝, 泉水涌出, 天雨亦佩然而降。 日本, 高丽等地亦有其语之说, 大云轮请语经, 大放等大云经请语平, 海龙王经, P724。 起识, 泛语派APTICA, 巴利语派APTA, 乃印度僧人为滋养色身而起识于人之一种形移, 右座团堕, 即取至食物于中之意, 分位, 托, 行起等, 系十二头陀行之一, 其原始意义有二, 即, 一, 自立, 为杜绝俗世, 方便修道。 二, 立他, 为福利世人, 与众生种福机会。 故起时属僧人清净之正命, 若自作种种生技以养其身, 则为邪命。 行起之方法与威仪, 据增益阿含经卷四十七级皮尼桃要卷六载, 入成行起时, 道策而行, 左手持, 四地起时, 以维持生命未现, 心不贪者, 故得时时不喜, 不得意不忧, 为以除旧疾, 养气力未要。 另据法及经卷一载, 如来起时有三亿, 即, 一, 不贪真味, 美恶君等。 二, 未破我慢, 于富贵贫贱等家皆无减则。 三, 慈悲平等, 大作利益。 又佛至已, 过五不时, 未律, 此乃源于面貌及黑之家流陀以比丘, 曾于日暮雷雨交加之时, 入成起时, 以孕复健而经步, 物以为鬼, 以至胎堕, 由此, 佛岁利过五不时之志。 此外, 宝宇金卷八载, 菩萨已成就时重法而行起时, 称为起时时位。 即, 一, 未设受诸有情故, 菩萨见一切有情受诸苦恼, 虽能成就为少善根, 但未时不久, 未预设意诸有情而行起时。 二, 未次地故, 即入成意聚落时, 助于正念, 聚足微移, 诸根济然, 依次起时, 不舍贫穷家而入富贵家, 为除恶种类家, 诸外道处。 三, 未不疲厌故, 菩萨次地起时时, 不生厌离, 亦不疲倦, 于诸有情谋所增爱。 四, 未知足固, 以其不疲厌, 遂能知足。 五, 未分不顾, 若得识后, 好坏食物皆当随应受取, 反己住处, 先于如来相, 或设立塔前供养赞叹, 赋以所得食物分位四分, 三分失与同泛行者, 贫穷之人, 恶道有情, 所予一分自食。 六, 未不适故, 未菩萨虽食, 而于食食无贪, 无染, 亦无碍者。 七, 未知量故, 受食为未活命, 不使身体累弱, 亦不令其过量, 若极虚弱则影响修持, 若极重则增长睡眠。 八, 未善品现前故, 菩萨如法行时, 能令善品增长现前。 九, 未善根缘满故, 以其情修而无怠惰, 故得缘满菩提滋良。 十, 未离我之故, 有彼一切之善, 能承受菩提分法, 远离我之, 岁能舍身肉, 诗语有情。 我国自古则称起时未托, 托时当心念微疑, 专注于道, 若无道心而仅存行事, 则与一般起者无异。 又据显阳圣教论, 比丘起时, 有五处不可往, 以必嫌疑。 一, 唱令家, 歌唱曲令, 但曲欢愉, 能乱禅定。 二, 迎女家, 其处行止不竭, 声名不正, 色欲因缘未丈道根本。 三, 孤九家, 九世起罪因缘, 能生过失。 四, 王公, 乃贵妻之处, 严禁之所, 非可干冒, 故不可往。 五, 詹陀罗, 疾者之家, 此处杀心甚大, 脑害众生, 见者伤辞, 坏善根本, 故不可往。 中阿含经卷四十八牛角梭罗林经, 五分率卷二十七, 四分率行事超资持记卷中三之二, 卷下三之四, 事事要揽卷上, P724。 启师实力, 启师有十种利益, 即, 一, 所用活命, 自数不数他。 二, 众生失我失者, 另住三宝, 然后当时, 三, 若有失我失者, 当身悲心, 我当情行精进, 令善助不失, 作后乃时。 四, 顺佛之教行。 五, 亦满亦养。 六, 行破交慢之法。 七, 招感三十二相中无见顶向之善根。 八, 见我起时, 则其余有修善法者亦当笑我。 九, 不与男女, 大小有诸因缘事。 十, 四地起时, 于众生中生平等心。 十柱皮婆沙论卷十六, 四分率三反捕却形式超卷下之三, P725。 起时四分, 据宝云经卷八载, 佛至起时之法, 一日之中, 必以七家卫献, 为无多贪之故。 又比秋须将起得之食物分作四分, 故称起时四分。 四分即, 一, 亦分奉同犯行者, 同犯行者, 及同修进行之人。 凡起时时, 必有痛修之人看守房舍, 或有老病等不变行旅者, 比秋的时归时, 则以亦分奉之, 令其饱满, 亦得安心修道。 二, 亦分与穷其人, 为其的食物时, 欲有穷苦求其之人, 当其怜悯心, 作自饥饿想, 而以亦分施之, 令其饱满, 劝他修闪。 三, 亦分与诸鬼神, 即将起得之食, 以尽弃胜助亦分, 待日不食, 则燃相逢咒加持, 普施一切鬼神, 令其饱满, 出离苦去, 惜得解脱。 四, 亦分自食, 为比秋起时, 除钱三分外, 为留一分, 或多或少则自食之。 诗以, 安心行道, 数不需受信施。 P725, 起眼婆罗门, 对因为修行中之菩萨 祈求施与眼目之恶婆罗门。 咸鱼经卷六, 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 覆盖阵形所及经卷七, 八粒本身经, 梵文本身蛮论等君载佛陀于过去因为为北印度附加罗拔臣, 范区鱼卡瓦特, 之需提罗大王时, 曾应盲婆罗门之祈求, 而施与眼目, 此舍未成之盲婆罗门及起眼婆罗门。 另于大制度论卷十二则记载舍利福师眼之故事, 舍利福于六十节中行菩萨道时, 欲度不失之和, 有人来起起眼, 舍利福初识不语, 其人强所, 舍利福岁于一眼, 起者得眼, 嗅之而闲其嗅, 乃弃余的, 并践踏之, 舍利福岁自私为如此人被不可度, 不如自调早脱身死。 如是思为, 急于菩萨道退回小城。 此盖以设立福退菩提心之因缘, 显示菩萨不失行之广大。 阿玉王席坏目因缘经, 传及百缘经卷四, 六度及经卷四, 大臣其信论一记卷下本, P726。 起撒, 西弹字, K, 西弹五十字门之一, 四十二字门之一, 右座起叉, 吃撒, 隔叉, 沙, 叉, 图, 罗, 举, 大品般若经卷五曲泛语, KIA, 因意起插耶, 意意尽, 知意, 结位, 诸法尽不可得, 大放等大吉经卷四, 方广大庄严经卷四解位, 忍, 范K, N, 出身无边门陀罗尼经解位, 刹那, 范K, A, KA, 无尽, 范AK, 二者君采联想法, 即文KA之音时, 则联想含有此音之如上三字, 文书问经字母品则位, 称起撒, 二和, 自识, 是一切文字究竟无延伸之意, 此戏范语, AKA, 因意二沙罗, 之转世, 金刚顶金式字母品, 放光班若经卷四, 大制度论卷四十八, 西弹字迹, P726, 语法开, 静代森, 为静代班若学六加七宗中, 十函宗, 之代表人物, 其身年, 及冠军不详, 诗世与法兰, 敏锐善辩, 以树树红角, 经通放光班若与法华, 又经医术, 多有其眼, 后驻白山林旧四, 美语之顿论及色空意, 是夫合之, 耸动一时, 静哀地时, 类赵至今诗, 蒋放光班若, 凡旧学, 报仪者, 莫不应之得事, 蒋碧, 海东山, 谢安等君与郊游, 施高明刚俭, 肠胃, 明六度以除四膜之病, 调酒后以辽风寒之急, 以此自立立人, 为食人所崇, 年六时寄于所住处, 梁高森船卷寺, 批726, 于法兰, 静戴森, 高阳, 河北离县, 人, 少有一操, 十五岁出家, 已经秦卫业, 官年及名留寺院, 姓好山泉, 常居长安山寺, 与主法户同颖, 后宜居时成山足, 十人以其风力辟美与原规, 孙绰之道贤论则已知彼软四宗, 诗长探约, 大五陵, 三五陵上, 大法虽心, 经道多阙, 若一文原教, 细死可也, 乃远是西域, 欲求一文, 至交州, 罹患重疾, 处于向陵, 梁高僧传卷寺, 捍卫两境南北朝佛教史第七章, 汤用童, P727 于道岁, 静代僧, 为静代班若学六加七宗中, 元慧宗, 之代表人物, 敦煌人, 自幼吉姑, 年十六出家, 师氏于法兰, 当时大德主法护常称师高简雅素, 可谓大法栋梁, 后语于法兰聚过江, 谢庆旭大家推重, 是夫真与帝交, 幸好山则, 多有旅江东名山, 为人不屑毁欲, 善方药, 美书闸, 公医方, 精通义学, 动安书俗, 有巧谈论, 后随于法兰复西域, 于交止离吉儿中, 享年三十一, 红明吉欲道论, 梁高僧传卷寺, P727, 鱼田, 泛明库, 斯德纳, 西域古王国, 右座鱼田, 鱼殿, 鱼盾, 西丹, 位于新疆西部, 及金河田, 抠汤, 之地, 西元三世纪前后称为渠萨蛋纳, 意义的乳, 印度人则称渠丹, 自古即为印度, 波斯, 中国兼之贸易途径, 意味东西文化之要冲, 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载, 此国大半位杀器, 气候合唱, 盛产保育极多种矿, 植物, 人性温宫, 崇尚佛法, 初行小城, 至西元五世纪初, 盛行大乘佛教, 凡传入中国之经典, 十之八九虚经词的, 乃西域诸国中与我国最亲善者, 西晋太康七年, 两百八十六, 此的之沙门指多密基来光赞班若经, 东晋之士, 之法领于此的的六十华言之范本, 北梁时, 谈无称于此的大班涅盘经, 举驱今生的禅法要解, 禅密要治病经, 消其之时, 法献于此的官室应忏悔除罪咒经, 梁太清二年, 五百四十八, 此的之沙门求纳拔陀基来圣天王班若经, 至唐代, 十差南陀一基来八十华言等经, 十一世纪回教徒入侵后, 佛教极告衰退, 加上天灾等祸害, 其日庄严慎大之寺院, 佛塔西已埋入沙土中, 逮进时中央亚西亚之探险, 使发觉此的之佛教遗迹与珍贵史料, 此的语言属伊朗语系之鱼田语, 在敦煌迁佛洞集发现以此种语言所书写之佛教经典, 现存有金刚班若经, 金光明经, 大臣无量寿经, 无量寿宗药经, 一百五十颂班若波罗密多经等, 又此的语发现以印度俗语写成之古写本, 其文字有越是时代之范书, 古代之驱卢诗扎文字, 洛阳嘉兰记卷五, 开原式教录卷九, 后汉书西域传第七十八, 五代十四一副录第三, 古经图书集成编译点第十五, The Waters on Unquon, 否, R, Horno,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4, I, P727, 王五重物, 指五重死亡后之遗物, 五重即比丘, 比丘尼, 沙弥, 沙弥尼, 是叉摩纳, 就此五重之遗物而分清重, 三一等之清物分于现前之僧重, 金银, 田园等之重物则归位常住, 四分率三返捕却形式超卷下一, P728, 王明, 北魏森, 身足年不祥, 从学于洛阳道变法师, 博通经论, 变才无碍, 肩负文早, 以负才傲俗, 其师道变文而仗之, 其后, 王明迁徙于黄龙, 对师非但毫无恨意, 且尘系咬礼不绰, 旭高森传卷六, 北周森, 身足年不祥, 南郡, 湖北, 人, 俗姓宗, 或未姓宋, 出身望族, 年少即是佛而远绝七世, 富于才华, 出世梁元帝, 五百五十二, 五百五十四在位, 于梁王之后出家, 头于四川对禅师门下, 北周五帝, 五百六十一, 五百七十七在位, 赤位, 下周三藏, 这有习心明, 制道论, 纯德论, 潜质论, 去世非论, 修空论等, 集文集识卷, 旭高森传卷七, 唐代森, 生族年不祥, 驻于焚州, 山西焚阳, 大臣寺, 立志舍身, 贞观, 六百二十七, 六百四十九, 末年, 先断绝古时, 至其, 游道俗众等送至西山, 放生悬崖下, 做得入祭。 唐代森, 生族年不祥, 驻汉州, 四川广汉, 开化寺, 行持精进, 屡见灵锐印线, 乃发世舍身, 一系见菩萨成五色云而下, 寺内地屋皆便琉璃色, 众皆探赏, 宋高森传卷二十一, 唐代森, 生族年不祥, 邓州, 河南邓县, 人, 日时至鸠两只, 时必灌树时, 双鸠父从口出, 飞行自在, 人人称奇, 游逝因缘, 是称南阳至鸠和尚, 宋高森传卷二十一, 唐代森, 生族年不祥, 铸包城西之中梁山寺, 其行一击甚多, 以刚祭处理森物, 仁称星园上座, 德高望重, 远近归信, 征观年中世纪, 世寿约八, 九十岁, 宋高森传卷二十一, 批七百二十八, 王室非论, 权译卷, 随代森谈签, 五百四十二, 六百零七, 转, 本书无单行本, 唐代志演编辑之华严金孔木章卷四收录其全文, 大正藏第四十五册, 旭高森传卷十八谈签传译收录一部分, 谈谦为大臣社论学者, 又崇尚老庄之学, 本书及其产论敏诀是非对立之超然境界, 此类超越是非之论说, 为佛教所本有, 然与庄子其物论, 万物其同, 之思想仍有密切之关联, 至演收录本书, 盖将王是非论视为华严宗, 随顺性起, 知同类思想, 由是, 则无人可自装自其物论, 经由, 王是非论, 至华严思想, 而略窥比等思想眼镜之脉络, P729, 王僧所命, 禅宗公暗明, 言官其安慧下有意主事僧将死, 鬼是来所其命时, 僧告曰, 万婿148, 一二一下, 身为主事, 为辖修行, 启荣七日, 至七日后, 鬼是来密森, 已不见, 后有人举此事问一森, 若来时, 如何拟抵他, 洞山带答, 被他密得也, 洞山之意, 为认鬼是不捉, 即该死时不讨饮, 乃为真道人之道, 禅院蒙求卷宗, P729, 物眼和尚语录, 请参阅物眼浦宁禅诚语录, 物眼浦宁, 1197, 1276, 南宋灵济宗阳祺派僧, 日本灵济宗物眼派之组, 物眼, 又坐物安, 西书, 四川成都, 人, 自幼出家, 出席为时, 后南游, 便访禅林诸老, 登四名阿玉王山, 一指无准师范, 体正选址, 师范特殊, 物眼, 二字赠之, 应以为好, 于当时, 与祖志, 妙伦, 乐慧等三人共称师范, 门下之四折, 其后, 迁移杭州陵影山, 四明天同山, 卫第一座, 出世后, 弘法于向山陵严寺, 礼宗景定元年, 1260, 一说二年, 或开庆元年, 东渡日本, 欲指博多胜福寺, 卫九, 至京都, 受到当时幕府北条石赖之器重, 言请住持连苍剑长寺, 资宿讽从, 石赖事后未久, 师及于贤纯元年, 1265, 一说景定四年, 渡海反送, 驻于雾州双陵寺, 晚年一驻温州江兴龙祥寺, 端宗景延元年世纪, 年寿八十, 世后, 宗爵禅师, 已有语录三卷行事, 其门流称雾眼派, 或宗爵门徒, 为日本禅宗二十四派之一, 元亨氏书卷六, 严宝传登陆卷二, 东延安禅师行事, P729, 雾眼浦宁禅师语录, 樊三卷, 右座宗爵禅师语录, 雾眼宁和尚语录, 雾眼和尚语录, 雾眼路, 收于万序藏第一二三册, 静少等编, 南宋渡宗贤纯年间, 1265, 1274, 初刊, 内容收录, 庆元浮象山林延广福禅院语录, 聚福山建长新国禅寺语录, 法语, 佛祖赞, 小佛寺等, 雾眼浦宁曾往日本弘法, 本路及收录其在日本圣福寺, 建长寺等处之法语, 为了解宋元宇北条时赖, 时宗政权之关系, 以及当时联仓武士与禅之关系之参考资料, P730, 雾眼宁和尚语录, 请参阅雾眼浦宁禅师语录, 雾眼录, 请参阅雾眼浦宁禅师语录, 凡小, 其义有二, 一, 指凡夫, 凡夫即小人, 故称凡小, 二, 指凡夫与小臣之人, 两者并称凡小, 观无量寿佛经书卷一, 大三七, 二五零上, 经济有私圣教以为明正, 为审经时一切行者不知何以凡小之论, 乃家姓寿, P730, 凡小八道, 指凡夫与小臣之人所起八种颠倒之见解, 即, 一, 非常即常, 二, 非乐即乐, 三, 非我即我, 四, 不敬即敬, 五, 常即无常, 六, 乐即非乐, 七, 我即非我, 八, 敬即不敬等八种望见, 参阅, 八颠倒, 三百一十九, P730, 凡夫, 范宇, Pinac, 真啊, 因一座必利托歌那, 意意为一生, 略称凡, 至凡雍之人, 旧修行皆为而言, 则为见四地之理而凡雍遣使者, 均称凡夫, 大日经书卷一载, 凡夫已无名之故, 随夜受报, 不得自在, 堕于诸趣之中, 遂产生种种类别之众生, 故应正义为一生, 然菩提流之, 真帝, 极多等则各亿为毛道凡夫, 婴儿凡夫, 小儿凡夫, 后二亿名猿于梵语BLA, Pinac, 珍娜, 英译婆罗必利托歌那, 婆罗有余之义, 又对四相四果之圣者而言, 其余未见到者盖称为凡夫, 其中, 据舍宗以四善根为内凡, 三贤为外凡, 三贤以下为底下凡夫, 大臣则已出的以前为凡夫, 十住, 十行, 十回相, 三贤, 为内凡, 十性为外凡, 外凡以下称为凡夫, 又对身文, 原觉, 菩萨及佛等四圣而言, 凡生死流转于六道者, 皆称为六凡, 及地狱之友情已至天界众生皆是, 凡夫之内含意义, 称凡夫性, 义生性, 略称凡性, 独子不认为其体乃欲界之见或, 有不止其乃圣道之非得而言, 经不不别立其体, 但以此乃圣法相续之分位差别, 为时宗认为系二十四不相应形法之一, 且是分别而起之烦恼, 所知二障种子作用之假力者, 法华经卷二批育品,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七, 梵王经卷上, 佛性论卷三, 参阅, 一生, 五千一百五十一, 批七百三十, 凡夫时众望, 凡夫之阿赖耶时迷望不觉, 据宗密之禅元诸全集都续卷下之二所具, 将此不觉分位时众, 且美众皆以梦遇之, 即, 一, 第一众, 为一切众生皆有本觉真心, 如依富贵之人, 端正多志, 自住于本宅中, 二, 第二众, 本觉真心若未欲善有之开示, 则法性本来不觉, 如宅中人睡而不自知, 三, 第三众, 因本性不觉, 故妄念及起, 如于睡中而有梦境, 四, 第四众, 因生起妄念, 故有能见之相, 如梦中之想念, 五, 第五众, 以有见之产生, 故根, 生世界随之望线, 如梦中令见有身在他乡受苦, 即见种种好物之是净, 六, 第六众, 见诸种是净, 而不知此乃从自念所起之幻境, 由职位定有, 称为法职, 如于梦中, 必知所见之物为时有, 此乃不觉之故, 七, 第七众, 应执着法定有之故, 则便见自他之书义, 称为我职, 如于梦中, 必认他相受苦之身为己本身, 八, 第八众, 直四大甲合为我, 故贪爱顺情诸敬, 欲以词润我, 而田贤逆情之诸敬, 恐其损恼于我, 以此于痴之情而生种种计较, 如梦于他乡之处, 所见之各种为顺等事亦随之而起贪甜之心, 九, 第九众, 因起贪甜之心而造善恶等业, 如于梦中, 或打夺相骂, 或行恩不得, 十, 第十众, 善恶之业力如影随形, 故受六道业细而献苦乐之乡, 如于梦中, 应偷夺打骂而被加尽绝乏, 或行恩的报而受举荐败官, 上述十众迷惘为凡夫之本末, 然若觉悟后精情修正, 则令有十众可返忘归真, P730 凡夫禅, 即以敬法月, 求幸福为目的而修行之禅, 宗密于禅远诸全集都须卷上之一味, 此类禅者虽能正性因果, 然以心上咽下而修, 故称凡夫禅 P731 凡姓, 指凡夫之姓, 又称凡夫姓, 一身姓, 为法相宗二十四不相应之一, 即身聚见或而为阵地理之姓, 参阅, 一身姓, 五千一百五十一, P731 凡席, 指凡夫席善席恶之是非行动, 禅元诸全集都须卷下之一, 大四八, 四零七中, 见除凡席, 见险盛德, 如风激动大海, 不能现象, 风若顿席则波浪渐停, 影像见险也, P731 凡圣, 乃指凡夫与圣者, 圣者又称圣人, 即见到位, 出身无漏至, 见四地道理之皆位, 以上之人, 小臣指欲留相以上之人, 大臣则指出的以上之人, 而见到以下之人, 即称凡夫, 凡夫与圣者, 在本质上乃绝对平等而无任何差别, 故为凡圣亦如, 凡圣不耳。 大臣佛教所说之十界中, 地狱, 恶鬼, 畜生, 阿修罗, 人间, 天上等六界, 称为六凡, 身文, 圆觉, 菩萨, 佛等四界, 称为四圣, 和称六凡四圣。 前者乃有味之果报, 后者则是无味之圣果。 参阅, 凡夫, 七百三十, 圣人, 五千五百七十七, 批七百三十一。 凡圣亦如, 又作佛凡一体, 凡圣不耳, 乃至凡圣本性同一。 即凡夫, 只在迷惑中之众生, 所惧之本性, 与圣者, 超越迷惑者, 所惧之本性同一无异。 故不论凡夫, 圣者, 彼等之生命本质并无区别, 仅由于意识活动之迷惑与否而迥异。 诸为摩羯经卷四, 摩喝止观卷五上, 参阅, 凡圣, 七百三十一, 批七百三十二。 凡森, 为正圣果之平凡森, 又作余凡森, 为, 圣森, 之对称。 梁高森传卷三, 大武林, 三三九下, 言, 至言, 虽戒操高明, 而实行未办。 使仪师向凡森目的, 而施重不起, 改向圣目, 则飘然自清。 日本僧职中, 担任法师一职而为任僧刚职位之僧人。 P七百三十二。 凡福, 指人, 天之福德, 与三圣修行圣果之福德对称。 此人天福德细未求得献身之乐与后身之乐, 而情修不施, 持戒, 修定等三种人, 天之正业, 所获得之果报。 尘佛之道, 应顺, P七百三十二。 千二百五十人, 指耶舍长者子彭党五十人, 幽楼平罗嘉业师徒五百人, 纳提嘉业师徒二百五十人, 嘉耶嘉业师徒二百五十人, 设立福师徒一百人, 大木间连师徒一百人, 共一千二百五十人。 此千二百五十人先是外道, 情苦累劫而磨所正, 后成佛化道, 及得正果, 于是感佛之恩, 遂于依依法会长随不舍, 称为长随众, 故诸经之首列众皆称千二百五十人。 过去现在因果精卷四, 普耀精卷八, 批七百三十二。 千山, 原名千华山, 又称姬翠山, 千朵莲花山。 位于辽东省安山市东二十公里处, 海拔七百余公尺, 面积三百余平方公里。 山中其风叠起, 塔四其步, 山鸾返九百九十九座, 以其境迁, 故称千山, 为东北三大名山之一。 以仙人台为第一高峰, 武佛鼎为第二高峰。 自古有, 无风不齐, 无石不翘, 无似不古, 之语。 山中处以风鸾骑秀柱称外, 上有辽经以来名胜古姬多处。 随, 唐乙将, 在此见有, 九宫, 八关, 五大禅陵, 十大道观和十二安, 其中以五大禅陵和十大道观最著名。 五大禅陵位相言, 祖月, 龙泉, 中会, 大安, 均创建于宋景德年间, 一千零四, 一千零七, 以龙泉四位聚拨。 大安, 中会二四建筑即为古雅, 两四之间, 富有悬崖罗汉洞之圣, 祖月四背后断崖上捐有, 独阵群霞, 四字, 湘岩寺旁有唐太宗所建之古碑。 龙泉四之石门高大, 门景荣深, 门内豁然开朗, 殿宇壮丽, 楼阁连天, 清高宗层住必于此, 四中原有莫宝甚多, 燃蝶遭兵乱, 今已殆尽无余。 P732 千中无依, 指杂修之师。 亦为杂修之人, 往生极乐者甚兮, 千人之中无有一人。 杂修者, 杂缘乱动, 亦师正念, 与佛之本愿不相应, 无有忏悔之心, 又常与名利相应, 不清净同行善之时, 而自杖, 杖他往生正行, 故选择本愿念佛籍, 大八三, 四中, 称, 修杂不至心者, 千中无依, 此依思想, 细出自善导之往生理赞。 六要抄卷六末, 存觉, 参阅, 专杂二修, 4514, P733 千画, 纸密教千叶莲花台上之世家画佛。 据梵网经卷下载, 鲁舍那佛所作之莲花台, 周渣千花上附现千世家, 亦花为一百亿国, 亦国为一世家, 各作菩提树, 亦师成佛道, 皆是千百亿鲁舍那之本身。 P733 千手千眼大悲心咒行法, 请参阅大悲颤法。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 请参阅大悲心陀罗尼经。 千手经, 及记载关于千手观音之经典, 共有四本。 即,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 全一卷, 唐代加泛达摩义, 收于大阵藏第二十册。 略称千手千眼大悲心经, 千手陀罗尼经, 千手观音大悲心陀罗尼经, 大悲总持经, 千手经。 内容述说音由, 发愿, 十五善生, 不受十五恶死等之功德, 千手陀罗尼, 受持之功德, 咒诅法, 四十二手各各之功德, 日光月光二菩萨拥护之咒等。 又与卷首富家御秩序, 一般称为千手经者, 即指此经。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 全译卷, 唐代不空译, 收于大阵藏第二十册, 略称千手观音大悲心陀罗尼, 大悲心陀罗尼经, 内容乃截取加泛达摩所义千手经之精华, 从发愿以下之陀罗尼, 四十二手各各之功德等, 皆一一截取之, 另加上四十二手之徒与真言。 此经为前述千手经之意义。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老陀罗尼身经, 全译卷, 唐代菩提刘致意, 收于大阵藏第二十册, 略称千手观音老陀罗尼身经, 千手经, 内容出述老陀罗尼语功德, 四述总摄身, 总持陀罗尼, 诸佛三昧等之十二应名, 又数千手观音化谈法宇宙祖法, 后数便才, 成等正觉, 神便自在, 请千眼观音王兴应咒等之十三应名。 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 凡二卷, 唐代志通义, 收于大阵藏第二十册, 略称千眼观音陀罗尼神咒经, 内容述说千手观音之应咒法及谈法等, 此经为前述菩提留置一本之意义, 此二一本所载之二十五种应咒法大同小义, 然大声咒及曼陀罗谈法则互有差异, 本经之范本, 细于唐真观念中, 北印度森所奉进者, P733, 千手观音, 六观音之一, 全称千手千眼观自在, 范巴巴罗凯特佛拉, Sahasrapuja, Lokumna, 右座千手千眼观音, 千眼千臂观音, 千手圣观自在, 范巴巴罗凯特佛拉, 千臂观音, 千光观自在, 千眼千手千足千蛇千臂观自在, 据千手千眼大悲心精臂, 观自在菩萨与往习闻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 为利益一切众生, 乃发巨族千手千眼致愿, 而即刻得其身, 诸今所在形象不一, 有身作弹金色, 一面铅笔者, 有身作黄金色, 半家作鱼翅莲花上, 十一面四十手, 前三面成菩萨香, 本面有三眼, 右三面白牙向上, 左三面为愤怒香, 后一面报笑, 顶上一面献如来香者, 有身作金色, 千臂千眼无碍面者, 于密教宪图胎藏戒曼图罗为二十七面肩臂, 加于宝莲花上, 千手中有四十, 或四十二, 必持气障, 右一千光眼观自在菩萨秘密法经, 千手细表以自十首各季度二十五有, 故千臂非必具足, 但有四十首即可, 乃表观音菩萨广大慈悲之化用, 故多以千臂称之, 且各面各首所代表之功德成就法及应言, 亦随各尊本事之不同而已。 其千眼细于千手之掌中各有一眼, 然若为四十首者, 而仅有四十眼。 巨大悲心陀罗尼金载, 四十首所持之物或所成之首相各位, 师无畏, 日经摩尼, 月经摩尼, 宝宫, 宝剑, 君池, 平, 杨柳枝, 白符, 宝平, 棒牌, 月辅, 独楼宝杖, 树珠, 宝剑, 金刚杵, 巨师铁钩, 西杖, 白莲花, 青莲花, 紫莲花, 红莲花, 宝镜, 宝印, 顶上画佛, 合掌, 宝妾, 五色云, 宝戟, 宝罗, 如意宝珠, 索, 宝, 玉环, 宝夺, 拔折罗, 画佛, 画宫殿, 宝金, 不退转金轮, 葡萄, 另有加上甘露首而合为四十一首者。 各首之功德成就法及应言等, 依依据载于金轨中。 于莲华不诸尊之中, 此尊为最圣之尊, 故又称莲华王。 其种字为, HR, C, HARA, 四字所合成之字, 表示贪, RA, 甜, 吃, HA, 三读转入涅槃, A, 之以, 据千首以鬼所在, 此尊之根本应系以二手做金刚合掌, 手背稍驱相离, 二中指相合, 二拇指, 二小指分开数指。 此印又称莲华五古印, 九山八海印, 捕陀落九封印。 其余金轨令载有二十四种印, 二十五种印之说, 结根本应时, 则诵根本陀罗尼, 而有如下四种成就, 一, 习灾, 二, 增益, 三, 降服, 四, 敬爱勾照等。 然以其陀罗尼较长, 故一般皆诵念小咒, 即, 鞍, 欧, 归命, 日罗, 菲徒拉, 金刚, 达摩, 达玛, 法, 哥里, HR, 种子。 据牵手牵眼大悲心陀罗尼金等载, 宋持此尊之陀罗尼者, 可免受饥饿死, 恶受残害死, 树牙坠落死等十五种之恶死, 而得眷属和顺, 财食丰足, 到心纯属等十五种之善生, 或致诸种疾病, 重毒, 难产死产, 夫妇和和, 严命, 灭罪等。 有关此尊之遗鬼及图像等, 至唐朝时史传至我国, 据牵眼千碧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之序所在, 武德年中, 618, 626, 中天竹僧渠多提婆基来此尊之形象及节谈首映之经本, 贞观年中, 627, 649, 另有北天竹僧以千碧千眼陀罗尼之范本奉进, 后由至通义成汉文, 故有关此尊之信仰, 至七世纪已逐渐形成。 近代学者考察此尊之信仰于印度形成之情形, 发现于印度神话中, 相当于此尊之神格有印陀罗, 范英罗, 元人, 范普瑞, 师婆, 范埃法, 皮纽, 范妃语语, 等, 此等诸神君有千眼之说。 又大教王经卷九亿记载大字在天有千手千面之说。 近代学者于西域等地探险, 曾发现不少千手观音画像之断片及曼陀罗的, 千光眼观自在菩萨秘密法经, 千手观音老陀罗尼身经, 卜陀洛海会鬼, 密教发达至卷二, L.E. Koch, Di-Buddhistisk SP-10-Ti-King-Matal-Asian, A-Stan, The Thousand Buddhas, P-734, 千日语, 日本佛教用语, 又做千日参, 即在千日之间, 连续到神社, 佛寺参拜祈愿, 相传日本自平安末期即行此风, 到后世, 若于特定之日前往参拜, 亦有千日参拜之功德, 所益之日, 即称千日译, 如7月10日为清水寺之千日译, 6月24日为爱荡神社之千日译等, 在大阪寺天王寺, 每年7月24、25日则聚集信徒念佛, P-735, 千光禅寺, 位于台湾嘉义县水上香, 创建于清道光年间, 前称善德佛堂, 同志三年, 1864, 即光绪七年, 1881, 曾两度修建, 民国二十一年, 1932, 信众一纠资重建。 数十年来, 历尽风雨波时, 地震毁坏, 信众未叙佛会命, 护持正法, 决一密的迁建, 于55年购置县四指, 一年开工, 57年改称, 千光寺。 为于高雄市寿山公园顶, 民国55年由郭玛发起创建, 风景优美, 为清修红法之所。 P-736, 千如是, 为天台宗容设一切诸法而立三千数目时之用语。 如是, 表示指示之词。 天台宗该设万法, 上自佛界, 下至地狱界, 总有十界, 十界之性各具十界, 相成而为百界, 其百界依依具有, 像, 性, 体, 力, 作, 因, 元, 果, 报, 本末究竟等, 十种如是, 故称千如是。 在已知成三种世间, 则有三千, 乃成天台宗所立诸法十项之数。 然百界千如并非固定数量之语, 因理识各具诸法无量, 故百千之数即显示毕竟无数之量, 又因十如是能以三转读显正三地之原理, 而百界千如即三地识相, 故意可表示圆容三地之理。 法华玄义卷二, 参阅, 十如是, 四百二十七, 三转读文, 六百九十五, 批七百三十六。 千佛, 乃至同时其出现之一千尊佛。 法华经要王菩萨本时评, 大九, 五四下, 如知功德, 千佛, 梵布达, 索哈萨拉, 共说, 不能另进, 同经令有若干梵文写本以布达, 阿达, 阿达, 索哈萨拉为千佛之原语, 亦及百千之佛, 西藏译本两处皆作, SAS, Richus, Brakia, 都, 亦至百千之佛, 然依经之原意应指贤结千佛。 千佛之种类, 有年更过, 现, 未知居留孙佛等贤结千佛, 另有华光佛等之过去庄严结千佛, 即日光佛等未来新秀结千佛, 于各种佛明经之中, 皆有列明。 参阅, 新秀结, 3837, 庄严结, 4778, 显结千佛, 6176, P736。 千佛山, 位于山东济南城南。 山必早有凸行佛像, 大小不下千余, 故有此称。 原名立山, 相传习时余顺曾于此庚座, 故又称顺庚山。 山妖妙余余顺多, 兼有亭台, 在此远眺黄河, 俯瞰省城, 历历在目, 为意境名胜之一。 千佛山入山处有一座牌坊, 从牌坊登山则是新国寺, 新国寺始建于唐真观年间。 随文帝开黄年间, 开始在山上开凿石窟, 刻造佛像千余尊, 经千余年来, 所造之像以多数风化, 四中之玄言有有几十尊, 面目依稀可辨。 千佛山皇石崖令有几处北魏石窟造像, 即一尊唐代之巨大石佛, 即具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 P736 千佛岩, 位于四川宜兵北交明江南岸翠平山。 山市小巧秀丽, 妩媚清幽。 石积登山, 松波夹道, 绿柳幽黄, 成林菊苑, 一片葱玉。 楼亭池阁, 起伏错落, 点缀其间。 古翠平书院位于山腰, 有古亭, 翠平碗中, 位宜兵八井之一。 北宋诗人黄亭坚于远福年间折居宜兵时, 有, 山绕楼台中古碗, 知诗具邪井。 千佛岩, 又称千佛台, 即位于书院不远处, 克服雕小佛像五百四十六尊, 造像端庄魂后, 传为唐宋监所凿。 登陵峰顶, 但见两江环抱成锅, 群山叠翠, 白帆点点, 烟波浩渺, 无限景色。 P737。 千佛洞, 甘肝顿敦煌县东南有明沙山, 其路有三界寺, 共三寺, 俗称上寺, 中寺, 下寺。 四旁十世甚多, 旧明末高窟, 俗称千佛洞。 相传史建于福秦建元二年, 三百六十六, 现存最早之洞窟, 其开凿年代应为北梁, 五世纪初, 此后历经北魏, 西魏, 北周, 随, 唐, 五代, 宋, 西夏至元, 始终建造不错, 保存至今者总计四九二窟。 中有壁画, 总面积达四万五千多平方公尺, 彩速达二千四百多尊。 全部壁画分为佛经故事与佛像两大类, 并绘珠根座, 昏丧, 衣补等生活形状, 反映出中国有五、六世纪至十四世纪, 不知不论社会生活及历代造型艺术之发展情形。 清光绪二十六年, 一千九百, 你家修器, 扫除沙利, 发现一世未疏库, 此世外有复辟, 致其轻坏, 使之未疏库。 内藏书籍, 碑板籍其他美术品胜负, 而佛经由多且多为唐人之手写本, 盖系西夏兵阁时保存于此者。 光绪三十三年, 英人史坦英, M。 Oralston, 至此的搜罗写本, 图画, 绣品等三十余箱而去, 陈列于英国伦敦博物馆。 法人薄熙和, Paul Pelliot, 既知运藏巴黎国家图书馆者至千余卷之多。 待民国十九年, 一千九百三十, 使为我政府所闻, 前往搜求, 举所胜余物, 西运至京师图书馆, 而经好者以丧师殆尽。 书库内之书籍, 经卷于碑板中, 宗教方面有佛教, 道教、摩尼教、锦教等各教之记载, 文字方面, 有汉文、 法卢文、 回谷文、 康居文、 古和田文、 归姿文、 西藏文等。 其内容, 上自经史正典, 下至理相小说, 小曲曲谱之流, 无不兼容并蓄, 不仅为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之佛教艺术宝库, 亦为我国文化之珍贵宝藏。 参阅, 敦煌石窟, 4964, 指河北防山县石经山之石经洞, 亦称千佛洞。 参阅, 石经, 2134, 指规资千佛洞。 又称克兹尔千佛洞, 位于新疆拜陈县之东五十公里, 及穆扎特河之北岸, 东西绵延二公里, 共有石窟三群及二百多座石洞, 开凿年代由四世纪七八、九世纪。 此处石窟以长方形洞窟居多, 乃绑自印度之提堂而建造。 佛像大多位塑造, 壁画之色彩十分鲜艳, 以粉红、黄、白绿、鲜蓝为主。 壁画之内容除以佛教为主题外, 上掺杂世俗之人物, 风俗、装饰、花纹等形态, 大多受印度坚陀罗、 希腊、波斯萨桑等壁画风格之影响。 以佛教为主题之壁画, 多以佛传及本身图味重点, 如说法图、涅槃图、图皮图、 分设力图及灯明王本身, 舍身似虎图等, 此为龟资壁画之最大特色。 指图鲁番之贝沙克鲁克千佛洞 贝沙克鲁克, 一位, 具有美丽装饰之房屋, 开凿于流金火焰山山路之木头沟河西岸断崖上, 连同上游之石窟, 共有五十七窟。 此处石窟大都开凿于九、十世纪, 洞窟形式多模仿归资之长方洞及方行动。 壁画多半描绘寿迹之誓院图, 及各种变相图。 此外, 有以供养者自居之为无儿贵族, 模拟教圣者, 警教教图之壁画, 内容及负变化, 一般通称为回合样式, 深具艺术价值。 纸库车附近之库木土喇千佛洞, 与规资洞窟同享盛名, 约有100座石窟寺院, 其中大部分未开凿于七世纪之方形窟, 窟顶是以库车特有之孔雀与状元盖, 周围并列至模仿印度三段区法塑造之菩萨群像。 洞中多位中国样式佛像, 衣裳飘扬, 姿态自然, 充分显出唐画之精湛技巧。 壁画之主题, 有大画面之精变图, 及中国式之山水图等, 有以涅槃洞, 飞天洞及金赤鸟洞最具代表性。 至于中国式壁画之制作年代, 分别为唐玄宗开元十五年, 七百二十七, 武宗会昌三年, 八百四十三, 昭宗甘宁元年, 八百九十四。 此外, 上有位于库车东方之星星千佛洞, 及北方之库兹卡哈千佛洞, 约四十窟, 其壁画和塑像多位西域及中国样式之风格。 P737 千松笔记, 全一卷 明代森大勺者, 明莫堪行。 收于万续藏第一依四册, 吉路大勺驻汴山千松禅院时所记述之千松笔记, 禅宗和论, 冷言集结, 杂者等四篇, 而以卷手之千松笔记作为提名。 内容皆是参禅悟道可于世间法内剪出出世间法, 于出世间法内剪出世间法。 或为本书原系五篇, 上有金刚阵演一篇, 然万续藏并未堪录。 P740 千法明门, 明门, 智慧之一称。 通达千种法之智慧, 称为千法明门, 为第二的菩萨所修者。 人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卷上, 大八, 八三七上, 若菩萨摩赫萨助千佛叉, 做刀利天王, 修千法明门, 说十善道, 化一切众生, P740。 千眼千闭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骤经, 凡二卷。 唐代智通义。 经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册。 内容记载千首观音之应咒法及谈法等。 手续观世音菩萨以大悲心, 为后五百年之福伯众生, 叙述其过去无量解所受持之千眼千闭观世音陀罗尼法门, 四举总摄生应等十二应及诸修持法, 十三应咒法。 本经系致通义自北印度僧所奉进之范本经典。 幼菩提流至所义之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老陀罗尼神经义卷位本经之意义。 参阅千手经七百三十三批七百四十。 千步会日本佛教用语。 右座千僧读经千步经。 为其愿与追思供养, 而将同一经典读诵一千遍之法会。 即招请众多僧人, 令各读诵一遍, 十遍, 乃至五十遍, 诵满一千遍, 则称为千步会。 亦有招集五百人, 一千人之力。 此风在日本, 自平安时代即以盛行, 至江户时代, 亦有专为追悼祖先而修者。 此外, 日本令有万步会, 三百步会之舍。 P740 千尊佛, 即制造佛供养时, 将同样大小之佛像并排绘画或雕刻之。 印度, 西域之石窟寺壁面上即有无数同行佛像并排着, 俗称千佛洞。 台湾佛教义有此风, 高雄佛光山大雄宝殿, 大碑殿, 台中雾风万佛寺等地即有此类佛像。 此外, 一般寺院日课时之常念同一佛号, 其意义与千尊佛相同。 P741 千无一师, 指摩所漏师。 净土宗专修暴土往生正夜之弘愿念佛者, 执心劳固, 定身极乐之国。 杂修行者, 执心不劳, 躲于泄漫之邦, 故杂修者, 千人之中无有一人的以往生极乐净土, 专修者则千人中有千人的以往生。 市净土群一论卷四, 参阅, 千中无一, 七百三十三, 专杂二修, 四千五百一十四, 批七百四十一。 千华派, 乃我国南山律宗之一派, 以江苏聚荣县宝华山龙昌寺位重镇。 唐代道宣为此派高祖, 明代如兴为太祖, 济光位宝华山中心第一组。 千华之名, 系由济光在龙昌寺所捷连设之称号而来。 本派之传承, 从第一世到宣传至第十三世慧云如兴, 如兴在传三昧济光, 为宝华山第一代。 本派太祖如兴于参议五台山时, 关键文书菩萨而顿悟律指, 一身致力于弘阳界律, 是称, 中心律祖, 这有经律界相布萨诡异一卷。 其门下弟子甚多, 其中, 姓礼, 姓菩尔人继承南京古灵寺, 如兴弘界之发源的, 所传之法统, 称为古灵派。 又三昧济光传承如兴之法, 这有范网金直解四卷, 大垂法化, 众兴保华山龙昌四位律宗之道场, 且将此的所结之连社命名为迁华, 此即迁华派之由来。 济光为保华山第一世, 独体为第二世, 在依次传德基, 真义, 长松, 石, 福剧等, 四地传承至近代, 借四遍天下, 至时保华山不仅为四方求借者所及之地, 且各地之传借, 亦皆以保华山为鬼犯。 本派之宗旨, 律宗各派宗, 南山宗以三聚境界为宗, 湘部宗以旨作二池为宗。 本派亦以旨池, 作池二门为宗。 旨池, 即诸恶末作之意, 作池, 即众善奉行之意。 此宗旨与湘部宗相同, 然本派于旨作二池之中, 由宣扬作池之意。 此外, 本派主张之四分律分通大臣, 则与南山宗相同, 即认为四分律与大臣同志, 其在形式上虽属小臣, 然内容则应属大臣。 本派甚重视梵网经, 独体门下之书欲赚著梵网经菩萨界出经八卷等, 及其立正。 又宝化山龙昌寺皮卢殿内安置之本尊, 亦根据梵网经之说乡, 与本尊之光被配有多数之小事家相。 宗教绿珠宗眼派, 皮尼日用切药香乳剂卷下, 皮尼纸池慧及卷一, 宝华山至兴旭高僧传卷二十八至卷五十九, 参阅南山宗三千七百三十六, 皮七百四十一。 千金,请参阅大臣瑜伽金刚信海曼书是立千碧千大教王经。 千兮,一千三百零七,一千三百八十二, 高丽森, 庆上北道庆州人, 浩雪山, 十三岁, 投华阎龙社主之一妃, 十九岁, 参阅禅止。 宗敏王十三年, 一千三百六十四, 至元, 刘杭州修修安, 十年五十八。 至正二十六年, 一千三百六十六, 参业圣安四支万丰十位, 受袈裟杀, 禅榜。 归国后, 驻智岳, 受封国师。 宗敏王二十一年, 于浮石创迦兰, 广传法门。 新王八年世纪, 世寿七十六。 世号, 珍爵国师。 这有三宝一静观。 朝鲜金石总揽卷上水元张胜四珍爵国师大爵元赵塔明, 批七百四十二。 千叶莲花, 指千半莲花。 一, 为供养佛之用。 大班若经卷一续品, 大八, 二一八中, 耳时宝基佛以千叶金色莲花与普明菩萨, 而告之曰, 善男子。 如依此花散世加穆尼佛上。 一大制度论卷时之说, 莲花有三种, 宜仁华, 有十余叶。 二, 天华, 有百叶。 三, 菩萨华, 有千叶。 又宝基佛所住之多宝世界, 亦有金色光明之千叶莲花。 二, 为佛所作之莲台。 大臣本身心地观经卷二, 大三, 二九八下, 第一佛身作百叶莲花, 为初的菩萨说百法明门。 中略, 第二佛身作千叶莲花, 为二弟菩萨说千法明门。 中略, 第三佛身作万叶莲花, 为三弟菩萨说万法明门。 另据梵网经载, 鲁舍纳佛所作之莲花台, 周围变身千华叶, 世线千世家, 其一亿华叶皆有百亿之国, 一国世线一世家皆坐于菩提树下, 一时尘道。 天台宗以梵网经所说千华叶为四交中别教之佛所作之莲花台, 法华玄义, 绘本, 卷七上称其为寂灭道场之七宝华, 地观之天台四交以则称其为莲花藏士果七宝菩提树下大宝华王座。 平沙王五愿经, 批七百四十二。 千僧供养, 又做千僧斋, 千僧会, 即同时供养一千名僧侣之法会。 据大制度论卷二, 卷三载, 世尊之时, 平婆梭罗王曾供养千位比丘。 又佛陀入灭之后, 摩赫家业义曾召集千人, 举行经藏之节集大会。 我国自南北朝以来, 即圣位圣行, 王侯贵族常举行之。 儒臣后主治德四年, 五百八十六, 照请至以大师为皇太子受菩萨戒, 设千僧斋, 唐贞观八年, 六百三十四, 为穆太后设千僧斋, 文宗开成二年, 八百三十七, 于开元寺设斋, 供养五百僧, 义宗贤通十二年, 八百七十一, 于静中设万僧斋, 后唐庄宗童光元年, 九百二十三, 亦曾于内殿设千僧斋。 近年, 一千九百六十九, 以来, 台湾一件畅行公僧斋会, 多在农历七月十五日举行。 又此类法会所供养之僧屡数目并不限定一千人, 亦有五百人, 或五千人, 一万人者。 该法会上有无遮会, 颤法, 奖金, 年纪法要等项目。 随天台智者大师别传, 佛祖统计卷四十二, 日本书记卷二十五, P742, 千福寺, 位于陕西长安安定房之古寺。 唐高宗贤亨四年, 六百七十三, 张淮太子舍宅魏四。 善导之门人怀感住之, 十四方同好之事来头者日多。 开元末年, 楚经驻之, 一日诵法华经, 至宝塔品, 呼陷宝塔, 乃禅座六年, 发誓建塔。 帝书, 多宝塔, 之鹅, 并赐奸明。 天宝三年, 七百四十四, 造塔, 集大德于塔下, 修法华三位。 十, 非西奉赤字中南山草堂一驻该四法华道场, 前后三十载。 上元二年, 七百六十一, 宿宗召会中至宫廷, 执师帝之礼, 另笔驻该四西禅院。 永泰元年, 七百六十五, 四月, 四僧法崇, 非西共同参与不空主持之人王护国班若经一经工作。 其后, 宪宗时, 云岁凤赤未该四上座, 经其枕赤, 刚济肃然。 慧昌法南其间, 遭受毁坏。 寻于宣宗大中六年, 八百五十二, 复兴, 改名, 新元四。 其后见次衰为, 终至于废绝。 两经四纪卷二, 景德传登陆卷五, 长安至卷十, 西安府至卷六十一, P743。 千灯会, 燃千灯以供佛之法会, 旨在忏悔, 灭罪, 而以千灯供养佛陀或菩萨, 以求得正三秒三菩提。 中日佛教界皆有此封, P743。 千灯轮香, 只具足千灯轮之妙香, 乃佛三十二相之一。 又称足下轮香, 巴弼HPB, TELSUKA CANIJTNI, 足下千灯轮香, 长线千灯轮香, 双足下线千灯轮往古重相。 即佛足下纹样分明之千佛伦宝妙香, 其精巧为妙, 非妙夜天子所能拟造。 此香感德之夜因, 乃佛于过去世为父母, 师长, 善有乃至一切众生, 往返奔走, 做种种供养及布施之事。 此香不仅限于足底, 亦可见于佛之双手。 又千佛伦相细象征佛之转法轮, 现于足下, 表示犹化诸楚之转法轮, 说法时, 则显现于手掌上之转法轮印, 用以指示种种事物, 现于尺面, 则表示佛说法所宣徒之教理。 又自古及有礼拜佛足时之习惯。 杂阿含经卷四, 无上一经卷下如来功德品, 观佛三昧海经卷一四分绿卷五十一, 参阅, 三十二香, 五百零七, 批七百四十三。 千必千万书是吏菩萨, 全称五顶五至尊千必千手千千佛, 释迦万书是吏菩萨。 略称千文书, 乃五字文书之一, 由身上出千并, 每并各持一, 故有此名。 敦煌千佛洞有二种此菩萨之壁画 一薄熙和所编存于第六窟者 即描绘夫座须弥山大宝莲华上之文书 法有五计 宝观中安至一佛 以百宝英落环串天一言是 左右第一手屈于胸前 左手持中安至世家 右手第一 二指相碾之 左右第二手于其前弃法界定应 掌忠持中意有世家 其余千首分六层围绕全身 乘一大圆光 既有二百必二百 存于第七十二窟者 类似前者 戴五佛宝观 约有三百五十弊 层层围绕 乘一大月轮行 即为壮观 两徒均为五代送出所致 为千佛洞壁画中之翘楚 大臣瑜伽金刚性海曼 书士立千余千大教王金 卷一卷五 Pelliot-Legrat-Statuen Hong-I-P743 千余千万书士立金 请参阅大臣瑜伽金刚性海曼 书士立千余千大教王金 插手 两手交叉之翼 印度致敬法之翼种 又称金刚合掌 即合掌交叉两手之指头 中阿韩经卷三 大一 四三八中 比加兰人或基守佛族 却坐一面 或问训佛 却坐一面 或插手向佛 却坐一面 或摇见佛以 漠然而坐 于密教中 插手又称归命合掌 乃表示身 左手 佛 右手 二戒 亦及众身 归命于诸佛 又 知义 二手合之 亦表示能所不二 身佛亦如 以其代用于一切印相 故又称谱印 普耀经卷二将神处太平 观无量寿经 禅灵礼法之一 又称拱手 原为我国俗礼 后为禅门采用 即以左手把住右手 其左手小指则向右手腕 右手接直其四指 以左手拇指向上 如以右手眼胸 不得这胸 须令稍离 赤修百丈 轻规卷下大众张庄包 大四八 一一四零上 途中云水相逢 彼此插手 朝一而过 世事要揽卷中 世灵广计 道中 辟七百四十四 口利论师 为印度古代外道之一派 该派主张虚空为万物之真因 据外道小陈涅槃论载 口利论师为二十种外道中之第十九 由于主张虚空为万物之身因 故为宇宙生成之最初为虚空 由虚空生风 由风生火 由火生 由生水 水冻结后做的 得生种种药草 种种药草生无古生命 诸成法术 教成法术作 因立论师 孔系物济 对 口利 一词之解释 古来并无定说 或为宇宙间之 虚空 与口内之 空 具有相同之关系 最初生虚空 虚空生风 恰如口腔所呼出之气 或以天地万物皆为犯天所造 虚空生风 风生万物 即从犯天口腔发出呼气之意 又可解作此外道是十位生命 所谓以口利做活计 故称口利论师 华言玄谈卷八 中观论书卷三本 P744 口安乐行 四安乐行之一 不乐说人 即经典过之刑法 即远离说过 清漫 叹悔 愿贤等四事 修设其心 而得安乐 法华经安乐行品 大九 三七下 又文书施力 如来灭后 于墨法中 欲说是经 映注安乐行 若口宣说 若读经时 不乐说人 即经典过 参阅 四安乐行 1687 P745 口传 又作口诀 口寿 面寿 面寿 口诀 乃为师者 选出特优之弟子 以口述方式 受以傲益 盖印度古代 是比陆佛典位 有独神圣之事 故采口诵方式 密教密法之传 受意味口传 有所谓 十二口传 者 日本天台宗义 有各种口传法门 分别功德论卷二 大日经书卷十四 高僧法显传 参阅 十二口传 三百三十一 P745 口传抄 樊三卷 日僧觉如者 收在大正藏 第八十三册 日本净土真宗 清鸾之门人 大都居于东国 针对彼等而言 清鸾之遗族如信 觉如等人 欲表明其继承 清鸾法门之地位 遂作诗书 此书系以和文体传书 内有祖师法语 二十一条 如信笔录 P745 口页 范语 VK Carmen 又作语 叶 三叶之一 指一言语宣示 内心之意乐 即由此而引起之 五表叶 关于口页之表 与无表 大小二 圣有一说 说一切有不主张 与表叶以时之音声 为体 立无表叶意为时色 诚实论 为与表叶 为假之名声 无表叶 为非色 非心 经不与为时 大臣 则主张 与表叶 为假之音声 以与业能发之丝 为体 无表叶意为假力 以丝种子上之善 或发不善之功能 及不善 或遮善之功能 为体 重视分阿皮谈论卷五 聚舍论卷一 卷十三 杂阿皮谈心论卷三 大皮婆沙论卷一 乘十论卷七 乘为十论卷一 乘为十论数 记卷二 本 大乘一章卷七 参阅 三页 六百三十八 页 五千四百九十四 批七百四十五 口业功德 指阿弥陀佛口业之功德 为极乐净土二十九种庄严中 佛八种功德之一 佛庄严口业等三页 细未对至众生虚狂之三页 故口业功德有其利益 据往生论注卷下载 众生应毁谤正法或毁子贤胜 而受拔舌 因等苦者 听闻阿弥陀如来 智德之名号 与说法之音声 即能解脱种种口业之细腹 入于如来之家 毕竟得平等之口业 故知口业功德兼指明声 应声 明声为佛之名号 文于十方 应声为佛之说法 通彻法界 净土论 天清 往生论注卷上 P745 口业功仰 指口赞诸佛菩萨之功德 乃三页功仰之一 法华文句卷二之下 参阅 口业 745 P746 口称 即口中称念 南无阿弥陀佛 与称明同意 依此口称之法 德义心不乱而发三昧者 称为口称三昧 观经散善意 善导 选择本愿念佛集 参阅 念佛 3208 称明 5874 P746 口称三昧 只口称佛明 不杂于念 依此而生生相续 一心不乱 发的三昧 P746 口轮 三轮之一 又称教戒轮 正教轮 说法轮 佛所说之法 能摧破众生之烦恼 令众生反邪归正 依教修行 故称口轮 经光明经文句卷二 大明三藏法术卷八 参阅 三轮 679 P746 口头禅 为不明禅礼 仅习取禅家之常用语 以资谈住者 又做口头三昧 意指行者 但习取文字语言 说禅说道 而不真实下功夫修持 后转指一般人 不身体力行 仅于口头说说而已 菜根坛中极有 讲学不上功行 为口头禅 异语 又现经通常指某人言 谈间所爱用之习惯语 禅观测 静云周黄博运禅师 是重条 P746 土丹家木措 1876 1933 西藏民 Sob Pston Mukia Mukso 又称阿旺罗补藏 土丹家木措 及达赖十三世 身于拉萨东南之达布兰地方 光绪十九年 1893 中英藏应续约定立 允开亚东卫商部 英人在藏之势力日增 引起藏民之奋机 身份满清政府之柔弱无能 乃倾向连俄 俄对藏 蒙早有野心 遂借提倡佛教 尊奉喇玛未明 造成其在藏 蒙之势力 英人深知此情 乃趁日俄之战 1904 借口西藏排阴 陈基大举扣 达赖喇玛必获蒙古 由国库任 陪退兵费七十万两 应使撤兵 光绪三十四年 达赖应清廷之劝 请入境北京 封 顺赞化西天 大善自在佛 遂赐领系万经 宣统元年 1909 海拉萨 驻藏大臣连狱与诗不合 中影律陆军入藏 诗浅明军聚之 川军赵尔丰的号 乃派军网员 藏兵不知 遂逃往印度 应立陈基里遇之 言请至英静 清廷采莲遇之主张 格除达赖十三世之称号 令驻藏大臣令访灵同 欲崇立达赖十四世 世界舆论哗然 西藏与清廷关系遂趋恶化 四年辛亥革命世起 1911 达赖自应返藏宣布独立 并派兵穿鞭 排斥中央政府 踩闭关政策 重掌西藏政教权权 从此汉藏关系若断若续 不复往昔之密切 民国二十二年在拉萨入计 享年五十八 政府追赠 护国洪化普辞元爵大师 知风好 清史稿卷五三陵 猛藏佛教史 猛藏心智 西藏喇玛教 参阅 达赖喇玛 五千六百七十五 批七百四十六 土井九迷 一千九百一十六 日本佛教学者 一九三八年 毕业于东京外国语专门学校 历任东京外市专门学校副教授 及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五年为研究亚洲佛教史而赴印度留学 这有印度籍亚洲佛教史等 批七百四十七 土地公 为专司土地之神 正称为福德镇神 为道教及民俗所奉之神旨 于古代神话中 称为社神 为管理一小地面之神 后转变为祭祀之神 与地上一切生产物、牲畜、农作物等年封岁首有密切关系 乃民兼奉为福禄财神者 不论农人、商人、鱼矿、金融界、木匠等 皆有四奉之者 此外 又被视为守木神 或称为后土 相传善人君子死后 可由成皇爷任命为各地方之土地公 于道教中 太社神 太济神 土翁神 土母神 等君为司长土的之神 然此等神指 并非出自佛典所在者 P747 土沙加持 又做土沙加持 加持土沙 为密教修法之一 以光明真言加持土沙一百零八遍 再将土沙给予病者 即可除去苦恼 若杀于死海 墓上 即可获得灭罪身善 转凡的圣 往生极乐之利益 所用之土沙 需取自深山幽谷 或河海等人积寒至之处 以其清净至极之故 加持之前 以净水洗之 日光晒干 甚于净气 再置于密坛上 修法之时 先取一霞之土沙 先取一霞之土沙 安置佛前之坛场 三礼导师 宋如来碑 发愿 即光明真言一百零八遍 解五色光阴 而加持于土沙 此风胜于唐朝以来 在日本则胜于连仓时代之后 此法系以菩提流至 索一部空卷索精卷 二十八冠顶真言成就品 即不空索一部空卷索大 冠顶光真言经 为依据而修之光明真言法 P747 土体无重 华盐经探玄记卷三载 土体有无重 即 一 真如 真如乃真实无妄之理 即法性土之体 此为清净法身所依之土 以法身无相 土亦如是 身土虽分 体缘不二 二 真至 真至乃根本无分别至 即时报土之体 此为如来圆满报身所依之土 三 本时 本时乃根本清净时心 即色相土之体 此为如来为成像海身所依之土 四 四成 紫色 香 味 楚 此四成乃后的至所限之色相 为他受用土之体 此为如来他受用身所依之土 五 朱氏 即成氏质 未变化土之体 此为如来化身所依之土 P747 P747 土官乎图刻图 Thursday U Kwankotakto 1680 1736 178世纪蒙古高森 青海人 本名阿望却家木措 藏A.G.D.B.H.R.S. Ki.R.G.A. M.T.S.O. 圣的清圣祖 是祖之亲信 对于家当派在蒙古 青海等地之洪传 功绩颇大 于34岁时 被承认为尊者罗布藏拉布丹巴 藏布尔 斯拉布 布尔 巴 之转世 而成为贡伦寺 藏布尔 LU 之作主 曾一多伦诺尔 Dolanor 经查哈尔多伦 之张家乎图刻图 一世为师 研究英明 班若诸经及密教官法 后复至西藏 随班禅喇玛第五世 1663 1737 受大解 回蒙古不久 即应圣祖之赵入京 第六世 喇玛决定转身时 皇帝特派师至现场 亲圣祖登祖 师祭受世祖之亲信 并接受世祖所颁赐之 青海二四集 土官乎图刻图 清静有学禅师之号 是为土官乎图刻图 称号第一世 故知师为清代皇教 喇玛受赐禅师号 之第一人 晚年致力于红法部教 并从事西藏大藏经 甘朱尔蒙古艺本之翻译 开版事业 乾隆元年世纪于昆仑 享年五十七 蒙古喇玛教使 日本外务省调查部 东亚佛教使 金山正好 东亚佛教使 金山正好 适用果 泛语 Pur A.K.R.A. Fa.R.A. 又做适夫果 公用果 系五果之一 为由适夫之作用 所得之果 适、为、适夫 指人、用、为、作用 指造作 此为人使用工具 所造作之各类事情 实指、具有因、同类因 所引起之果 因其力强 故称为适用果 又成为十论卷八 大三一、四二中 适用 为诸作者假诸作 具所办事业 成为十论术 即卷八本一 此而为其意有二 即、一、救人而言 此利用 乃依有情而生 如农夫之于米脉 商骨之于理财 皆依鄙 是夫之利而成诸事业 二、救法而言 诸法之身 乃因诸作具而有 如农夫应嫁而成熟 商骨应获而获利 作者假诸作具 而成就之事业 其果广通一切有为法 又具舍论卷六所谓由 具有因 相应因 之作用所得之果 亦相当于经所说之事用果 大皮婆沙论卷一二一 顺正理论卷十八 杂阿皮弹心论卷三 瑜伽师的论卷五 批七百四十八 事归一千零八十三 一千一百四十六 宋代灵纪宗阳齐派僧 四川成都人 俗姓史 自主演 好老禅 年少出家 勤学经教 专制人言 受剧足戒后 网参佛演清远 得四其法 后立注龙祥 天宁 包禅 东陵诸沙 绍兴年间 与宗稿共居云门 转送古百余则 世人真知 其后入名 驻于古山 更千雁荡能人 温州龙祥等寺 诗间通外学 公书法 善齿读 有主演归和尚 与要一卷 东陵和尚云门 演主送古一卷行事 加泰普登陆卷十六 武登会圆卷二十 批七百四十九 细兵兮书 北平明察 与拈花四相近 乃北平东南陈珠 寺中之最枕洁者 殿壁上之松话 细出自明家 陈寿山之手笔 四后旧 bew南台寺 昔十一池明雨内 燃精则仅存瓦力 P749 大 范语 麦 音译摩赫 摩赫 指字体宽广 周辨寒荣 或指多 圣 妙 不可思议 首轮研一书注金卷三之二 大三九 八六七上 周辨寒涉 体无不在 物无不适 非应呆小 当体受称 顾名为大 指元素 因其广大造作 顾称为大 如地 水 火 风等 四大 或地 水 火 风 空等 五大 军事 参阅 大众 八百七十八 五大 一千零五十六 四大 一千六百四十九 泛指大臣之教 据十二门论观音缘门载 六波罗密之道为诸佛所成 能灭除众生大苦 于以大利益事 亦能尽一切诸法之鞭底 故称为大 发大菩提心 解最上疲佛略经 修自立立他广大行 经尽苦行三大阿森止结 具足福至二庄严 遂得诸佛最大妙果 建立广大之佛事 大臣之名 应之而立 唯摩洁所说经卷中 经七十论卷上 参阅 大臣 八百零七 指大帝 范宇摩派 印度术论学派所立二十五帝之第二 为万象变现最初之法 经七十论卷上 大五四 一二五零下 自信先申大 大者或明觉 或明为想 或明变满 或明为智 或明为慧 是大吉于智固 大的致名 批七百四十九 大人八念 中阿罕卷十八 八念经 在 阿纳律陀在枝体受水珠灵中 艳作思维 心作试念 道从无欲 非有欲的 乃至道从智慧 非于吃得 于是世尊以他心智之 彼心中所念 而献其前 未说大人八念 即 一 道从无欲 非有欲得 又作少欲觉 无欲觉 未比丘修道 当于一切沉浸 不深惜欲之心 虽自得无欲 而不令他之 所以得道 二 道从之足 非无欲得 又作之足觉 未比丘修道 一旦复行 时但之命 一切所需惜当之足 三 道从远离 非聚慧得 又作乐技静觉 隐触觉 远离觉 未比丘修道 于是尖诸法 及己身心 聚当远离 四 道从精勤 非懈怠得 又作不疲倦觉 精静觉 未比丘修道 当常行精静 断恶 不善 修诸善法 横自起义 专一坚固 不舍方便 五 道从正念 非邪念得 又作正念觉 正义觉 不忘念觉 守正念觉 至心觉 未比丘修道 当观察身心内外 诸法西皆空计 无有邪念 六 道从定义 非乱意得 又作定义觉 定心觉 正定觉 未比丘修道 当远离诸恶 宁心禅定 无有散乱 七 道从智慧 非于吃得 又作智慧觉 正会觉 未比丘修道 当观察世间心衰之法 而得智慧 而得智慧明达 西除祸业 尽生死苦 八 道从不细乐 非细行得 又作无细论诀 不细论诀 未比丘修道 当长寂静 远离西细之乐 由观之行 安住无畏之理 正义而解 此大人八念与八大人 绝经所说 绝悟世间无常等八绝 明梢亦而亦亦略同 第一绝无常及经之 第六 第二绝多欲苦及经之 第一 第三绝之燕足及经之 第二 第四绝之谢代及经之 第四 第五绝之鱼吃及经之 第七 第六绝之贫苦及经之 第五 第七绝之五欲过及经之 第三 第八绝生死赤然及经之 第八 阿纳律八念经 一教经论计卷中 八大人绝经略解 参阅 八大人绝 270 P750 大力诸的 又作大力诸词 大力无名 即根本无名 根本无名 具有大力 能生起一切之末之染法 而为大地万物之所依注 故称大力驻地 是摩赤眼论卷二 是论普观计卷二 是论明目 P750 大力金刚菩萨 大力 泛名 Mah Bala 因一摩赫 位于密教 现图胎藏界 曼陀罗金刚首院 第一列金刚 萨朵 菩萨 左方之士者 密号 大秦金刚 种子位 He 三昧 也行为毒骨 其形象 开口怒目 火法逆立 右手驱臂 手掌上仰 置于胸前 围驱四指 拇指舒展 左手举臂竖肘 直毒骨处 两足各踏莲花 身者天一 一之两端飞扬左右 胎藏图像 所载则是 两手各直毒骨处 交叉于胸前 伴家夫座 广大仪轨卷四 胎藏界曼陀罗斯超 胎藏界曼陀罗尊位 献图超斯卷二 P750 大千世界 泛于Mahsahsra Local Tuesday 巴黎于Mahsahsra Local Tuesday 略称大千界 大千 为古代印度人之宇宙观 古代印度人 以四大洲即日月诸天 为一小世界 和一千小世界 为小千世界 和一千小千世界 为中千世界 和一千中千世界 为大千世界 经之俗语乃席用佛教 大千世界 一词转用于形容人间之分云诸相 小千 中千 大千并提 则称三千大千世界 大皮婆沙论卷一二零 巨舍论卷十一 参阅 三千大千世界 五百二十三 P751 大事 大事 梵与Mahpur-e 八利与Mahpur-e-sa 对佛之尊称之一 与 无上士 同意 一级最圣之士夫 巨杂阿含经卷四十八载 八天神曾赞叹沙门渠坛 其中第二天子赞叹云 大二三五五中 大士之大龙 大士之牛王 大士夫永利 大士夫两马 大士夫上手 大士夫之神 无量寿如来会卷上 梵与Mahsatva 为菩萨之美称 因一座摩赫萨朵 又座摩赫萨 与菩萨同意 经中美用 菩萨摩赫萨之连称 菩萨为自立立他 大愿大行之人 故有此美称 一般而言 摩赫萨朵如一臣 大士 时 则菩萨多一臣 开士 然皆指菩萨而言 度士品经卷四 法华文句卷二 世事要揽卷上称谓条 参阅 菩萨 5209 P751 大士路 请参阅 附大士路 大小二化身 据华言经随书演绎超卷四载 化身有大小二种 一 大化身 佛被大臣 佛被大臣菩萨之机 或现八万四千香好之身 或现为臣数香好之身 闷须空中 称为大化身 二 小化身 佛被小臣吉人天等机 或现三十二相一丈六尺之身 称为小化身 P751 P751 大小品对比要超序 全一卷 东晋森之道林 314 366 转 收于大阵藏第55册 原书以义 仅于续文 收于初三藏记及卷八 旨在比较大品班若经与小品班若经内容之一同 以探究班若经之本质 当时尚无究摩罗时之班若 中观等经典之传义 故知道林所论之大品 小品 孔系只无罗差所义之放光班若经 及之楼家乘所义之道 横班若经 P751 大忌 森众对比自己多五年 五下 以上借辣者之尊称 唐代道宣所述教界新学比丘行护律一义书列举22条 对大忌比丘应注意之事项 及 一 须代加杀钮 二 不得通奸被夹杀 三 不得斜脚以立 四 不得捶手力 五 不得飞食喧嚣 六 历时如 世诗法 所规定者 世诗法 为交界新学比丘行护律一中所列举之第三大象 内共举出五十一条事实实所应注意之条文 七 若有教界 当须设理 八 须做谦卑心 九 不得抓窗 不得抓窗 十 不得与其前剃脱 十一 不得与其前脚扬之 十二 未换坐 不得折坐 十三 不得共同床座 十四 不得坐大己五下人常坐卧处床 十五 须知五下以上即舍离位 十下以上适合上位 十六 尊人换坐 须合掌驱躬 然后乃坐 十七 坐时不得无理自自 倚靠弃物 十八 若有所言语 须牵下 不得取上分 十九 不得张口喝茧 当以手遮之 念 不得以手驴面 念一 不得大虚弃坐身 念二 坐当虚端身定住 南海济归内法 传卷四尊敬乖世 P752 大不善的法 范语A Kuola Mah BH Mikah Dharma 有不心所法之一 至于一切不善心相应而献起之两种心理现象 即 一 无残 范H R Kia 对诸功德 即有德者 摩索 崇敬 摩索 随属 因恭敬 所敌对之法 故为诸善事 所言 其所谓的之心王称为大不善的 又此二法 又此二法为此的之所有 故称为大不善的法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二 巨舍论卷四 显阳圣教论卷一大成阿皮达摩杂吉论卷一杂阿皮弹心论卷二 参阅 惭愧 五千八百一十 批七百五十二 大中降伏法宝路 凡二十二卷 又称皇宋大中降伏法宝路 降伏路 降伏法宝路 乃北宋阳一等凤赤边 细路出北宋出至大中降伏四年 一千零一十一 其间之一经书目 总路大小成经律论二二二部 四一三卷 现行本经一卷一 二五九十九二十一二十二等七卷 残缺卷六十两卷 本路肃义 不可得见 但近前在山西照成广圣四支经藏中发现其残本 隐映堪行于宋藏仪真下集 我国之纳内学院曾自经藏本超出 赋一天圣市教总录 致元法宝堪痛总录 高利藏目录等资料 补足缺脱部分于民国二十三年 一千九百三十四 堪行 提约 大中降伏法宝录略略出 佛祖统计卷四十四 致元法宝堪痛总录卷十 参天台舞台山计卷八 批七百五十二 大元帅明王 泛明阿发卡 英译阿扎婆居 阿扎薄巨 十六要插大将之一 又做太元帅明王 鬼神大将 旷野神 为消除恶兽及水火刀兵等丈男 正护国土与众生之神 其形象 深呈黑青色 四面八臂 左右及顶上等三面各聚三眼 八臂之中 左右之第三手做弓仰印 其余六手分直轮 朔 锁 拔折罗 棒 刀 日森长小于堂代至我国 从花灵四元招授法后反日本红传 为正护国家之秘法 称大元帅法 颇为日本台密家所重 幼秦家河之北纳罗 颜天词之东三十余里 有苏独播 相传及佛降伏大元帅明王之遗址 阿扎婆居鬼神大将上佛陀罗尼经 阿扎薄巨元帅大将上佛陀罗尼经 修行以鬼卷上卷中 大唐西玉记卷七 P752 大内清卵 1845 1918 日本佛教学者 先台人 明智初年任本院司法主事奖 平身致力于社会事业之心办 竭力提升日本文化 晚年出任东阳大学校长 P753 大天 范名 Mahdaifah 大众不知十足 因一座摩赫体婆 身于佛灭后百余年 乃中印度墨吐罗国 范Mathur 商人子 相传出家前造三逆罪 后忏悔而入佛门 驻于姬元寺 诗句大神力 德三达志 曾治华士臣 范Pioli Putra 传道 阿育王归一之 义士被派遣至摩西索曼陀罗国 巴Mahisaka Mahala 之唯一传道师 曾与比国奖天使经 巴德巴蒂 斯塔 四万人因此得到 提倡五种新说 即大天武士 教团中 因而分为赞成之大众部 与反对之上座部两派 阿育王赞成大众部 故当时上座部 多逃亡家施弥罗 不久 施命中 王池书胜之葬巨图皮而火不燃 复一一战相失之言 撒以苟粪 火炎呼发 须于即烧成灰烬 继而暴风至 飘散无疑 善见绿皮婆沙卷二 分别功德论卷一 于家论转世卷一 一灵章转著 普记 小臣至多山不开祖 佛陀入灭后二百年寝之人 初从外道出家 为贼驻外道之领袖 后舍外道 归正道 明大天 于大众部出家 博学多文 形状高脉 驻于至多山 教化门徒 因平易大众部武士 及至界寿寿之义 而分立出西山驻部 北山驻部等 义部宗伦论 义部宗伦论书记 参阅至多山部 三千零八十五 为善才童子所参访 五十三善之事之一 参阅 五十三参 一千零四十八 批七百五十三 大天五世 又做五世非法 五世妄语 印度部派佛教 大众部之祖大天 范玛德巴 年代曰于佛入灭后百年 长边做遗迹 以宣扬其所提倡之五项教义 大四九 一五上 于所有无知 由于他另入 道应生故起 是明真佛教 其实 上座部 或有部 持相反论点 而是其所畅之五世未非法 称为五世妄语 妄言 邪说 恶见等 五世即止 一 于所有 阿罗汉虽已无淫欲烦恼 然有漏施不尽 遗经 便利 替拓等 者 乃因恶魔增及佛法 遂对修善者诱或破坏所致 二 无知 阿罗汉虽已无漏道而修 断尽三界之见思烦恼 然因无知有染污及不染污 二种 阿罗汉仅断染污无知 尚未断尽不染污之无知 则尚有疑或存在 三 犹豫 已有 随眠之疑 与 处非处之疑 二种 阿罗汉尚未断尽后者 则虽未独决胜者 每每人有其或 四 他另入 阿罗汉须依他人之计 方知自己为罗汉 如设利福 目尖连等智慧 神通第一之人 亦须依佛陀之受计 使自知以解脱 五 道应生故起 阿罗汉虽已有解脱之乐 然至成畅念 苦灾 圣道使可献起 此系因似圣地之关苦 空 无常 无我等 即是圣道 此系大天对 五世之阐释 由以上五世观点之奇异 遂导致其后上座部与大众部分裂之事 摩赫生指律卷三十三 大皮婆沙论卷九十九 三论玄义 参阅 布派佛教 四千八百一十四 皮七百五十四 大天寿和尚 唐代森 又称安寿大和尚 据藏文史记载 师曾为土藩赞普松赞干部 集气宗弄赞王 迎请赴藏 与藏族义师吞米桑布扎 达摩阔霞 拉金刚祥 印度学僧姑萨惹论师等共义佛经 所义经论不详 P七百五十四 大幻师 为佛之得名 佛说幻化之事 能为幻化之事 故称幻师 大吉经卷十九 大一三 一三一上 说一切法如水月 我经敬礼大幻师 P七百五十四 大心 指大菩提心 乃求大菩提之广大愿心 大智度论卷四 大二五 八六上 菩提明诸佛道 萨朵 友情 明或众生或大心 世人诸佛道功德 禁欲得其心 不可断不可破 如金刚山 世明大心 石柱皮婆沙 论卷五 大二六 四一上 宁若怯烈 无有大心 非是丈夫 至干之眼也 至方便心 即柱诸法 皆空之官 度一切众生 而起大悲之心 大智度论卷四十一 大二五 三六三上 出发心 明菩提心 行六 波罗密 明五 等等心 入方便心中 世明大心 石柱皮婆沙 论卷五 一千六百五十二 一千七百二十八 清代曹洞宗森 福建古田人 俗姓诵 世称恒涛大心禅师 年十三 依上身四得老人出家 受巨族介于黄薄须白 后参业古山 魏灵道配 二十余载方 振兴药 得四起法 康熙四十一年 一千七百零二 魏灵父以医 主诗记席古山 诗必依粗诗 利苦操作 主永泉四二十七年 颇有百丈之风 雍正六年十月诗记 诗寿七十七 这有粘骨 怀骨等诵形式 增定佛祖道 尹卷三 虚云 P七百五十四 大手印 梵语 Mahmah 西藏佛教家 尔居派教法之一 右座摩赫穆德罗 马哈穆德罗 马哈姆兰 大象真等 Mah 大之义 Mah 应之义 义名 大印 中加入 守 自者 乃尊重佛典之义 守者 未尊称佛之手 表示佛之 如所有 与 尽所有 即二无分别 空乐智慧 应者 亦表示佛之二无分别智 而此智乃罪上 罪药 罪密 犹如应符 应器 为一切伦窘涅盘之法 无不依依契合于佛之如如妙智 更无一法能于悦此智以外者 大者 简小而言 亦说大手印之泛语为 马哈姆德罗乌巴的下 乌巴的下 亦亦为 口诀 表示其言简易该 据含申理 而便于口诵心计 有关大手印之重要点及有庄严解脱道论 据申合论 密宗所称手印有四 及三昧耶手印 法手印 结魔手印 及大手印 大手印又分三种 及 一 石柱大手印 位柱于石乡 与英臣无柱中道共 而观之以大字 称大中道者 由龙树传提婆 提婆传阅称 帝传至麦扎巴 不依巴不中道观 而以口传秘诀 的正空制 二 空乐大手印 及依三昧耶手印 法手印 结魔手印 三者之方便 发生大乐 急于此乐 自正当体即空 故所得为果成不共之共 三 光明大手印 属密尘之无上瑜伽部 必须经过灌顶时可学习 光明大手印又分剑物与顿正二图 前者为一般能受持大手印者 先令巨足四级灌顶 剑刺导引之 后者乃为特别之利根 上师以心灌顶 并于定中加倍之 彼时弹指即悟 然此二者之上 更有最上之大手印 即无须灌顶等修 但当恭敬礼拜 成是清静上师 由无上恭敬顺性之心力 不假外物言权 即能力时证悟 此即为大手印之最胜意心传 大手印与禅宗同奖 以心传心 明心见性 即身成佛 然比较其差异 亦有数端 一 禅宗参悟之后 一师印证 大手印则其请上师 观想融入自心而外 一一密咒道以求加持 一一般若道以求开悟 二 禅宗须参话头 任世本来面目 贵乎顿悟 大手印则按部就班 见修行果 有次地可循 以进度而言 禅宗未单提向上 待至豁然开悟 顿见光明 大手印则由专一瑜伽 离戏瑜伽 一味瑜伽 无修瑜伽 使气至道 三 禅宗直指人心 不假方便 燃其功按美多疾风雨 若非上上利根 无法误入 大手印则有加行 正行 结归 甚至有七之作 及全法等修身之善巧方便 故能普射群姬 此外 显教义有大手印之名 乃系以经教证空性 即修法者心专于一进 持之以恒而获禅定 而后观察其心之所在 待至无处可觅时 则悟心非时有 而达 空至解脱合一 之境界 P755 大文书四 又座文书真荣愿 菩萨鼎真荣愿 位于五台山林旧风 唐代法云创建 言请名将安身塑造大圣文书尊相 塑像之初 二人相遇肯道 求文书菩萨一现圣荣 七日之后 光中果献菩萨得香 碎得传写 故称真荣愿 开元以后 密教于家诸师多喜来期 宋太宗 真宗时两度修契 并造大阁一座 明永乐初年 再度修建 赤命改为大文书寺 成化七年 1471 造度经文书 成诗子像至于本寺 入侵后 康熙年间常重建 皆用黄瓦金鸾 并改称 大圣真荣寺 令扎萨克喇玛柱寺 岁臣密教授寺 清凉山至卷二大文书四条 P756 大放等大吉月藏经 请参阅大吉月藏经 大方等大吉经 请参阅大吉经 大方等日藏经 樊石卷 随带纳连提耶舍意 为大方等大吉经日密分之同本意义 内分十三品 叙述佛陀在王舍成 宣说不尽之因缘 与舍摩他之观法等 并警戒破戒之比丘 后四方诸佛 浅诸菩萨持咒至说法之会作 佛遂就此等诸咒 宣说大法 赴次 光为大仙于驱罗底山 为诸龙王举世经 卢施扎大仙之世纪于新秀之法 其后并赞叹佛之功德 佛乃自须弥山顶至驱罗底山 教化龙王 并以二十八大之提 附主诸龙王夜叉 令其永远守护 初三藏祭集卷二 开元式教路卷四 卷六 卷七 真元心定式教目路卷六 P757 大方等如来藏经 请参阅如来藏经 大方等刑法 请参阅方等三昧刑法 大方等陀罗尼经 凡四卷 北两法众义 右座方等谈持陀罗尼经 谈持陀罗尼 经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一册 内容叙述佛印文书师立之请问 说诸种陀罗尼功德 分出分 受祭分 梦行分 护戒分 不思义莲华分等五部分 详明修颤行道 灭罪增寿 善恶梦印等种种事项 本经像以讲说菩萨之二十四重界及阐明声文之寿 或寄作佛而著称 出三藏记集卷二 法经 陆卷一 历代三宝记卷九 开元式教陆卷四 P757 大方等五项大云经 请参与大方等五项经 请参阅大方等五项经 泛名Mahmechah Estrat 樊六卷或五卷四卷 北梁潭无称义 右座大方等五项大云经 方等五项大云经 方等大云经 大云无相经 大云密藏经 大班涅槃经 略称无相经 大云经 经收于大阵藏第十二册 内容叙述佛依大云菩萨之请问 开示通达陀罗尼门 大海三昧 诸佛时宇 如来常住 如来宝藏等之修行 凡三十七品 关于义者 出三藏祭集卷二 载位谈无称 随带法经 录卷一 验从录卷一则 载位前请诸佛念 历代三宝祭卷八载 诸佛念 一出大方等 无相经五卷 同书卷九载 谈无称 一出方等 大云经六卷 开元世教 录卷十一则 谈无称 一位第二一本 出一本 位缺本 近年敦煌发现 有大云五响经卷九 其文不载于经六卷经中 而专说陀罗尼门 又本经之别 身经极多 如大云密藏菩萨 问大海三昧经一卷 仁弘法经一卷 善德婆罗门求设立经一卷 善德婆罗门问提婆答经一卷 大云密藏菩萨请语经一卷 四百三昧明经一卷等 此外 本经历来有伪造 众议二说 主张伪造者已为本经系唐武则天赤令沙门伪传 搬于天下 以巩固其天后知君权 开元世教路卷十九 大唐内典路卷六 大周刊定重金目路卷三 真元新定世教目路卷六 卷二十一 旧唐书卷六 P757 大方广 大方广 泛语 Mah Papoya 为九不经之一 十二不经之一 右座无比 广迫 大方等 无外约大 正理约方 包覆约广 一臣十相之理 据此三意 故称大方广 为大小臣之通明 然多用于大臣经 大臣为方广不知至上 故称大方广 如大方广佛华严经 大方等如来藏经 大方广的藏石伦经 等皆是 诸经以正理广辩诸法 一切法之信相众多 非广言凡此不能辩撤 此广言能破除 即完间之无至暗 而正的幽薄 平等之理去 顺正理论卷四十四 大日经书卷九 大臣法院一龄章卷二本 参阅 皮佛略 三千八百四十九 皮七百五十七 大方广石伦经 泛名的A Katka Kiti Garba 樊八卷 异于北梁 异者异名 右座方广石伦经 石伦经 收于大阵藏第十三册 本经述说的藏菩萨之功德 并说依十种佛轮及三圣之十种依止轮 可以转十二叶轮等 凡十五品 其意义本位大臣大吉的藏十轮经 共十卷八品 系唐永辉二年 六百五十一 玄藏于经师大慈恩四义经院所义 由大臣光等比寿 盖本经旨在融合三圣已归于大臣 并对破戒之比丘产世作 圣相 之功德 及叙说的藏菩萨献沙门之相 以忌度末法着世之众生 此乃针对 唯有一成说 之思想而加以反驳 故随代之信行乃依据本经而提倡 普佛普法之说 于其所者三皆佛法一书中 共有百余处引证本经之说 此外 本经卷三所皆是之十种亡伦之说法 恐为后世的藏实亡信仰之由来 开元世教路卷四卷八卷十一 大唐内典路卷六卷九 古经易经图记卷四 P757 大放广如来不思义境界经 请参阅如来不思义境界经 大放广如来藏经 全义卷 唐代不空义 收于大正藏第十六册 内容系佛魏金刚会菩萨等 以秘房 道卖 平人等种种辟语讲说 一切有情所惧之如来藏 本经元属显教经典 然由于细密教第六祖部空三藏所义 故立来多收于秘密部之中 P758 请参阅如来藏经 大放广佛 指华严经之本尊 即正的大放广礼之佛 大 包含之义 方 诡犯之义 广 为体积用舟 佛 为果缘绝满 华严经探玄记卷一 P758 大放广佛 华严经 泛名 Budfodasaka Mahvegoya Astra 又称华严经 杂华经 乃大成佛教要点之一 我国华严宗集依据本经 立法界缘起 世事无碍等妙意为宗旨 资旧本经之经提而论 大放广佛华严经 系 法御因果 举理智人法 兼备之名称 义经之要旨 皆在此中 大 即包含之义 方 即诡犯之义 广 即周辩之义 义即总说 依心法界之义用 广大而无边 称为大放广 佛 即正入大放广 无尽法界者 华 即成就万得 原被之果体的 因形辟誉 故开眼 因为之乌行 以言是佛果之身意 则称为佛华严 总之 大放广佛华严系 所全之义理 而 经 则未能全之言 本经 例如来 成道后之 第二七日 于菩提树下 未文书 普贤等上 未菩萨 所宣说之 自内正法门 此一华严经 教乃教法 中之根本法轮 故称 称性本教 又因本教法 属顿教法门 故一称出顿华严 内容技术佛陀之 因形果德 开显出 重重无尽 世事无阿之妙止 华严经 虽出于印度 岸尚未发挥 本经最高之选址 直至我国成立 华严宗 方才发扬其争议 关于本经之范本 自古以来 极有诸种义说 把藏之华严经 众计卷一载 龙树菩萨于龙宫中 见本经有上 中 下三本 其上本与中 本之颂数品数浩大 非凡力所能受持 故隐而不传 至于所传之下本 即是十万计四十八品 或为三十八 之华严经 其后 是清菩萨做十的经论 以是十的品 金刚君 兼会等论 是亦造有十的品之试论 又华严经探悬记卷一 将本经分为横本 大本 上本 中 下本 略本等六本 华严经指规 华严经书卷三等 则举出 义说经 同说经 谱经 上本经 中本经 下本经 略本经 主办经 卷属经 圆满经 等十种之别 另据大制度论卷一银领所在 不可思议解剥经 四十华严经 知范本共有十万计 兰良义设大臣论卷十五则位 华严经仅有百千计 故称百千金 自将现存华严经之别 深经 及由大本别出超义 又称义 之经 以及华严经之别本 与华严经之品名相比 列表如下 此外 华严经之义义本 相当华严经之全部 则有下列三种 一、六十华严 樊六十卷 东进佛陀拔佛罗义 又称旧华严 进经 收于大阵藏第九册 总成七处 八会 三十四品 华严宗将本经三十四品 设位交起因缘分 举果劝乐身信分 修因器果身解分 托法进修成形分 依人证成 得分等五分 此系就经文而别之 极力所性 差别 平等 成形 正入等五周之因果 此则就一理而区分 如上表所示 六十华严之结构组织 采用七处八会之说法 七处即演说之常所为七处 八会即演说之回数为八会 资列表于下页 此外 天台宗将本经之八会分 为前分与后分 前分 乃前七会属之 为佛陈道三七日天所说 后分 乃后一会属之 为后十之所说 又菩提刘之认为前五会 乃佛陈道后之 朱七日所说 而第六会以后 则为第二七日所说 令晨关于华严经书卷四则 举出 新华严 八十华严 采七处九会之说 九会中 前五会为初七日之说法 第六七八三会为第二七日之说法 第九会入法界品则为后十之说法 关于本经之翻译 据出三藏记及卷九 华严经探旋记卷一等所据 华严经之范本 原有十万记 由东晋之法领从田国携入三万六千记 自安第一夕十四年 四百一十八三月 由佛陀把陀罗一成六十卷 称为六十华严 此即第一役 然六十华严中之入 借品上有缺文 直至唐永龙元年 六百八十 十不一支 本经之著书甚多 有华严经书七卷 慧远 华严经搜悬分齐通至方轨五卷 智眼 华严经孔目当四卷 智眼 华严经探旋记二十卷 法葬等 八十华严 凡八十卷 唐代识插南拓意 又称新华严 唐经 收于大正葬第十册 总称七处 九会 三十九品 为六十华严之意义 资将八十华严与六十华严之意同处 列表如左 八十华严之范本 乃十插南拓印武则天之请 从于田国携入我国 自唐武则天正盛元年 六百九十五 三月 于变空寺内十一 五后清零一场 辉好首题品名 至胜利二年 六百九十九 十月公毕 此集第二议 新义之八十华严 比旧义之六十华严 文词流畅 义礼更舟 故流通较盛 华严宗之主经 集此八十华严 此外 本经之西藏译本 总成四十五品 其中 前四十四品相当于 本经之前三十八品 第四十五品 相当于本经第三十九入法界品 又西藏本之别 亦有第十一品 第三十二品等二品 上述西藏本之文具 与本经出人之处不少 关于本经之注书 有略书刊定 计十五卷 慧愿 华严经书三十卷 神秀 华严经书六十卷 成官 华严经轮贯一卷 赋言 华严经纲要八十卷 德卿 等 四十卷 凡四十卷 唐代班若义 全称大放广佛 华严经入不思义解脱 境界普贤行愿品 略称普贤行愿品 又称真元经 收于大正藏第十册 卫星就两亿华严经入法界品之别义 语传于尼波罗国 尼波尔之九部大臣经中之华严经 卫同本 内容计数善才同子力参五十五善之事 或卫五十三参 而成就普贤之行愿 四十华严经有入法界品一品 然此品占华严经四分之一以上 故事之为意义 自将其结构足之 列表如后 又四十华严之叙述 虽与新就两华严经之入法界品大同小义 然其文教广 于卷四十中心添加普贤十种大院 即众诵以寄送重复产世经法 知朴贤广大院王清禁忌 为本经之特色 关于本经之翻译 系于唐德宗真元十一年七百九十五 十一月 由南天竺乌图国师子王派使者 进贡其所倾写华严经之范本 一年六月于长安重复寺 游记兵班若三藏一支 城关及元兆 建须等诸师详定 至真元十四年二月一臂 共四十卷 此及四十华严 又本经之范本 现保存于英、法、印度等国之图书馆或学会中 本经亦有西藏译本及西夏文字之经本 此外 本经记述善才同子游行南方 立仿善之士之说 与道横班若经等所述萨陀波伦菩萨东行参求班若之说类同 又本经所述之诸大声闻不能闻之佛之自在神辩 以欲、赤小探大、赤则小臣、称探大臣、之义、与维摩经等之只去一致 本经之别义 本经之著书 有华严经行愿品书十卷、陈关、华严经别行书二卷、仲西、华严经浦贤行愿修正一亿卷、静缘等 令赞永善才同子立参五十五善之士者 有大方广华言入法界品赞、杨洁、文书指南图赞、微白等 初三藏纪集卷二、历代三宝纪卷三、卷七、大唐内典录卷六、开元室教录卷三、至元法宝刊总录卷二、唐本一切金木录卷上 真元新定士教目录卷十三、卷十七、大藏圣教法保镖目卷九、参阅、五十三参、一千零四十八、五十五善之士、一千零五十三、五周因果、一千一百零六、善才同子、四千八百八十八、华言宗、五千两百四十五、批七百五十八 大放广佛华言经入法界品、全一卷 又称大放广佛华言经蓄入法界品、蓄入法界品、华言经入法界品 唐代的婆赫罗译 经收于大正藏第十册 依华言探旋记卷一载、本书系针对禁一六十华言经入法界品中、卷五十七后半、摩耶夫人以下至弥勒菩萨之前、所缺欠之八、九指之经文、语以补充之作、为根据新范本翻译之传释经典、内容叙述善才同子求仿有得童女等九人之经过。 即善才依摩耶夫人之劝、网见正念王之童女天主光、善之众义、贤圣、坚固解脱、妙月、无圣君、失疲罪圣等善之事、后至妙义花门城之童子得身与童女有得之处、二人以不可思议之善根力、令善才童子之身柔软光滑。 P764 大方广佛华言经入法界品42字关门,请参阅42字关门。 大方广佛华言经书、大方广佛华言经音译、请参阅心意大方广华言经音译、大方广华言经书、樊六十卷。 唐代诚观传 又称华严经书、新华严经书、清凉书、华严大书、大书 收于大镇葬第三十五册 本书叙述新义华严经、八十卷华严经、之纲要,并解释其文艺 戏针对当时华严宗森多违背祖师法藏之教说 故作词书复兴祖师本职 全书分十门 集 一、教企因缘 二、藏教所设 三、毅力分歧 四、教所背基 五、教体浅身 六、宗趣通局 七、部类品会 八、传译感通 九、总是经题 十、别解文艺 其中 藏教所设门 载述菩提流之 纠摩罗石 谭木称 慧远 应法师 刘 吉法师 真帝 慧观 慧光 吉藏 法云 智乙 元晓 慧远等之叛教理论 并阐释华严宗之小 史 中 顿 元等五教叛教学说 主张华严经属于元教 七、义礼分歧门 则广立门幕 论理事 无碍等教理 有关本书之传著年代 依宋高僧传卷五成观传载 始于唐德宗新元元年 七百八十四 乘于真元三年 七百八十七 另据龙心佛教编年通论卷十八载 则未见终四年 七百八十三 起稿 历十四年乃成 本书之著书有成观自者之随书演义超九十卷 书演义超三十卷 及静元之书著一二零卷 贤欲之略著金百卷等 新编珠宗教藏总录卷一 华言宗章书并英明录 佛典书超目录卷上 批七百六十四 大方广佛华言经感应传 请参阅华言经感应传 大方广广佛华言经刚要 请参阅华言经刚要 大方广曼书是力经 全义卷 唐代不空义 又称佛说大方广曼书是力经 观自在多罗菩萨以鬼经 观自在菩萨受祭经 多罗菩萨以鬼经 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册 本经乃大本文书经中观音受祭经之一部分 共分四品 内容叙述自观音普现色身受祭 幼童中出现多罗菩萨 讲说功德 陀罗尼等 及观音曼陀罗 护魔 灌顶 公养 大咒 遗迹罗沙陀罗尼等 P七百六十五 大方广菩萨藏文书是力根本以鬼经 凡二十卷 北宋天席在意 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册 叙述有关文书师力之曼拿罗 图像等移则 以及印象 护魔等作法 继分二十八品 本经乃自大中祥福法宝录卷五所录出者 宋藏仪真所收之现存 祥福录虽有缺损 然从同书卷二十二之总录 及大中祥福法宝录略初中来推论 则可知本经与观想佛母般若波 波罗密多菩萨经义卷及十号经义卷系统于北宋雍西三年 九百八十六所役成 据诸以鬼秉承禄卷六载 唐代宝斯为所役之大方广菩萨藏经中文书师力根本以自陀罗 可视为本经之别生经 本经之范本位 Ria, Modula, Mla, Kopa,圣文书师力根本以鬼 共五十五品 藏译本位 Fax, Pajam, Thpo, Jyirisa, B-A-Iribiat,圣文书根本达特罗 共三十六品 本经与范本,藏译本相比较 所缺内容甚多 其中最重要之范本 第五十三品诸王寿祭品 范Ria, Faiwai Karae, Paravarta 本经一缺 此品之内容细以玄迹之形式 讲说自世尊以前至波罗王朝初期 印度各地之王统使 为印度佛教使集为珍贵之史料 布顿 藏Bulletin Stone 多罗那他 范Piranti Ache 等西藏系统之佛教使家 于著作之中常引用此一资料 天圣试教总路卷下 志圆法宝刊痛总路卷五 联盟类聚经级路卷上 P765 大方广圆绝修多罗勒一经,全一卷,略称圆绝修多罗勒一经,圆绝经,唐代佛陀多罗义,收于大阵藏第十七册。 凡十二章,系佛为文书师利等十二菩萨说大圆绝之妙礼。 关于本经之翻译,剑开元氏教路卷九,大五五,五六五上,沙门佛陀多罗,唐云绝旧,北印度寄兵人也。 于东都百马四亿元绝了一经一步。 此经尽初步为何年,且宏道为怀物真诈望,但真全部谬,起甲剧之年月耶。 序谷经一经图记,真元心定是教目录卷十二等主张雷同。 为禅宗常用经典。 静代佛一位汉人传述。 盖本经内容所说,多处与首伦言经,大臣其信论相同,而首伦言经自古已被移位为经,大臣其信论亦被移位我国传述者,故本经亦被推断为唐初十之伪传。 本经之著书极多,较重要者有,宗密之元绝经大书三卷,唯阙之元绝经书三卷,宋孝宗之玉柱二卷,行庭之类解八卷,智聪之心境六卷等。 开元氏教路略略卷二,大臣圣教法保镖目卷四,新边诸宗教藏总路卷一,P765。 大方广元绝修多罗勒一经略书注,请参阅元绝经略书。 大方广元绝经,请参阅元绝经。 大方广元绝经大书,凡三卷,或十二卷,略称元绝经大书,唐代宗密书。 经收于万续藏第十四册,随文解释大方广元绝修多罗勒一经,卷出皆出,归命妙色深,等五言十六句之归尽诵, 四将元绝经分位,交其因缘,藏城分设,权食对变,分其优身,索备基仪,能全体性, 宗趣通别,修正皆差,续习翻传,别解文艺等识门,并解说其文艺。 传者宗密系由元绝经而得悟者,顾平生特别推重此经。 除本书之外,另有元绝经大书是一超十八卷, 大方广元绝修多罗勒一经略书注四卷, 大方广元绝经略书超十二卷等,以细解其文艺, 其中,是一超为本书之注释。 其他注书有宋代官复之元绝超便一物二卷, 元代清远之元绝经书超随文艺解十二卷等。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增补诸宗章书录, P766,大方广元绝经略书注,请参阅元绝经略书。 大日本佛教全书,日本明治四十四年至大正十一年, 一千九百一十一,一千九百二十二, 兼,由南条文雄,高南顺次郎,大村西牙, 望月幸亨等人成立之佛书刊行会编印, 共收集日本传书,亦包含若干我国传书之著作, 知经律论注释书,诸宗宗典, 史传等九五三部,三三九六卷。 内分目录,总记,诸经,华言,法华,台密, 真言,西潭,净土,荣通念佛, 十宗,戒律,三论,法乡,英明,巨舍,起信,禅宗, 刑事,宗论,不认,系谱,帝制,四制,日记, 词早,杂等二十八部门。 版式未举版之二十五开本, 以五号活字二段排印,并以西式庄丁, 共一五零册,另有目录一册。 此系日本传述佛典大规模堪行之首例。 昭和五年,一千九百三十,再版。 P766 大日本佛教会,为联络协调日本佛教各宗派, 以审议处办共通事项为目的, 而成立于一九三八年之财团法人佛教联合会, 二年后改为经名。 设有李氏十人,兼是二人, 各宗派各选一人为平议员, 任其军委两年。 会职位于东京都。 由常务李氏总理本会事务。 P766 大日本法华宴记,樊三卷。 又作本朝法华宴记,法华宴记。 日本正元者于长九元年至四年, 一千零四十,一千零四十三。 收集自圣德太子以后之法华经行者共一二九人之传记, 大多未受持法华经而获灵燕一文之技术。 P766 大日如来, 泛名Mahphah O'Connor, 为密教供奉之本尊与最上根本佛。 因一座摩喝皮卢遮纳。 又座皮卢遮纳佛, 最高显广眼藏, 便赵王如来, 光明便赵, 大日便赵, 便一切处, 便赵尊。 其名有三意, 即, 一, 除暗便明意, 为如来智慧日光便一切处, 作大照明, 无有内外, 昼夜之别。 二, 众物成半意, 为如来日光便照法界, 能平等开发无量众生之善根, 乃至成旧事, 出世间种种殊胜事也。 三, 光无声灭意, 为佛心之日虽为无名所负账, 而魔所俭, 就竟如法时相三昧原名, 而魔所增。 以如此诸种原因, 故世间之日不可谓欲, 但取其少分相四处, 故加以, 大, 自。 大日如来智慧宗将宇宙时相佛格化之根本佛, 亦为一切诸佛菩萨所出之本源及所归之果体, 其身口一叶便虚空, 演说如来之三密门金刚一成圣身教。 大日经书卷一位, 大日如来分本地法身与加持受用身两种, 其中, 本地法身指如来之自证即位, 加持受用身指说法之教主, 比以平等之身口一秘密加持未所入之门, 即以身平等之秘印, 与平等之真言, 心平等之妙观未方便, 故之加持受用之身即是疲鲁遮那便一切身, 此二身毕竟无二无别。 故密宗以大日如来为最高之佛格与根本总得, 以其与诸法便在, 故密号便照金刚, 又因大日如来未经, 胎两部曼陀罗之主尊, 故非常被重视, 其智德以金刚界大日如来表示之, 其理德则以胎藏界大日如来表示, 理,智虽然二分, 实际亦不相离。 金刚界大日未金刚界九会中, 除理去会以外之中尊, 位于五佛中央, 现菩萨行, 身成白色, 带五至宝观, 结至全印, 结家夫座于七狮子座, 此即至法身, 种子位, Va, 三昧耶行位绿兜婆, 胎藏界大日则位位于中台八页院中央之礼法身, 亦现菩萨行, 身成黄金色, 头带五佛宝观, 解法界定印, 坐于八页莲华台上, 种子位, A, 三昧耶行位律兜婆或如来顶应。 现存之大日如来像, 不论绘画或雕刻, 均为作像, 没有立像或以像, 且其雕刻材料几乎现用木材, 此乃依此佛之性质而定。 右天台宗美将释迦佛与大日如来之法身, 应身是位同体, 日本东密则将两者视为别体。 大臣李去六波罗密多金卷二, 守护国界主陀罗尼金卷九, 大日金书卷四, 金刚界七级卷上, 参阅, 毗卢浙约, 三千八百五十八, P七百六十七。 大日金, 泛明Mah, Farocumbisabody, Vicurvithi Hna, Viproya, Astrandra, Vga, Modarmaparia, 凡七卷, 唐代善无味, 义行, 宝月等义。 右座毗卢遮纳成佛经 大毗卢遮纳成佛神变加持经 大毗卢遮纳经 为真言三部经之一 细密宗胎藏界之根本带经 与金刚顶经同为日本东台两密所依圣典 收于大正藏第十八册 本经乃大日是尊在金刚法界公所说 旨在开示一切众生本有清静菩提心所具之无尽庄严葬 是以本有本觉曼陀罗为主旨 并宣说三密之方便 本经共计三十六品 顿见奸臣理事并产 全经以阿自本不生之心地位宗 以如实自知 开悟无生智或无相惜的畏趣 前六卷三十一品为本经之主体 第七卷五品属供养法 前三十一品中之第一入真言门著新品为本经之续品 亦是本经之主要关键 此品产是密教基本教义 教乡 其中菩提心为因 大卑为根 方便为究竟 三句 以统是全经之宗旨 凡本经所说 皆不出此三句法门 第二入漫图罗 具原真言品以下至第三十一主类品 乃叙述密教之各种仪轨 刑法 试相 第七卷则说明供养等次第法 据大日经开提位 本经有三本 即 一 法尔长横本 以新王新术诸尊 各个演说自内政法门 二 分流广本 系龙猛菩萨入南天竺铁塔 对金刚萨朵所诵传之十万诵经 三 分书略本 即现传之七卷三千余诵经 乃戳自十万诵之经要者 据开元世教路卷九载 本经之范本系沙门无形自天竺学成归来所携回 十密藏于长安华言寺 后善无畏三藏于一行禅师巨道该寺 从中选取大日经略三千诵 而于开元十二年 七百二十四 奉赵于长安大福先寺译出 本经亦有西藏译本 但其章品之费力与次帝 与汉译本稍译 如西藏藏经部以第七卷位经典 而将之归于论书部 收于丹珠尔部 中 令家寄进护魔以鬼品等七品 称为外篇 总共议三十六品 议出年代教汉议晚三十年 关于本经之著书 有一行之大疲鲁遮纳成佛经书二十卷 大疲鲁遮纳成佛经义试十四卷 此二书系解释大日经前六卷之文艺 另有不可思议所转之大疲鲁遮纳公养次第法书二卷 为最后一卷之著书 此外 西藏大藏经丹珠尔中 亦收有大量之著誓书 大日经书卷一 开元世教路卷十二 真元新定世教目路卷十四 致元法宝刊痛总路卷五 大唐西欲求法高僧传卷下法灵传 参阅 大日经义试769 P768 大日经略念诵法 请参阅大日经略设念诵随行法 大日经略设念诵随行法 全译卷 唐代不空译 经收于大正藏第十八册 略称大日经略念诵法 五支念诵要行法 五支念诵法 产说三昧耶 不动尊 如来沟 普通真言 金刚甲咒等无印名 P769 大日经书 凡二十卷 善无畏 637 735 讲解 义行 683 727 笔录 又称大疲鲁遮纳成佛经书 大书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九册 随文解释大日经七卷中之前六卷三十一品 善无畏一出大日经后 应诸方之请而讲解大日经 一行笔录之 欲有善无畏令作解释之处 则记 阿舍离言 若属一行自己之看法 则记 思慰 精慰 以滋识别 所示明快畅达 一指摸索不尽 特以具原品以下 多用潜略深密二重式 颇能发挥本经傲指 又于第六卷阿舍离所传曼陀罗之图位 补说经书之曼陀罗 以阐明大日经之主旨 全书多处引用大品班若 法华 华言 大制度论 中论 英落经 无敬意经 大班涅槃经 佛性论等 显示作者学识之渊博 本书有在治本 题为大日经义士 十四卷 或为游至眼 温谷等重新整理而成者 其内容与本书大同小异 本书之著书有 大日经义士 也密超 聊 绝愿 等数十种 宋高僧传卷五 大日经义士 也密超卷 以新编诸宗教 藏总录卷一 参阅 大日经义士 七百六十九 辟七百六十九 大日经义士 凡十四卷 又坐毗卢 遮纳成佛神 辩加持义士 义士 唐代僧义行 六百八十三 七百二十七 记 收于万绪葬 第三十六册 细大日经之著书书 内容有 入真言门著新品 入曼图罗聚原真言品 陈旧西的品 秘密八应品 寿方便学处品 主类品等三十亿品 本书之著书书有聊 绝愿传之大日经义士 也密超等 又大日经书语 义士 两者之关系 至今已点尚多 或为由大日经义士 之序推之 由善无畏口述 示意 意行笔记者 及书 而由至眼及温古 二人在整理 示意者 及 意识 于密教中 大日经书 与大日经义士 皆为研读 大日经之指南 八家密路卷上 诸宗章书录卷三 P769 大日经义士 也密超 凡十卷 略称也密超 聊 绝愿传 经收于万续藏 第三十七册 为大日经义士 之著书 乃立带密教行者 重要参考书之一 迄今由受重视 绝愿为燕京远福四沙门 于辽道宗太康年间 及宋神宗西宁年间 奉道宗之赤 而这成此书 内容分为二大门 一 文前了解 包括起教因缘 藏教收社 说经会处 辩教浅身 明经宗趣 翻译传通等六项 二 一文正式 及大日经义士文具之著是 P770 大孔雀王神咒经 请参阅 请参阅孔雀王杂神咒经 或大金色孔雀王咒经 大孔雀王杂神咒经 请参阅孔雀王杂神咒经 或大金色孔雀王咒经 大比丘三千微移 樊二卷 后汉安世高义 经收于大阵藏第二十四册 右座大比丘三千微移经 大比丘微移经 大僧微移经 僧微移经 或三千微移 皆是舍离烦恼 处于闲境之大比丘 日常应手之微移规矩 三千弹云其多 实则总数不过一千三百八十余条 重金木路卷五 历代三宝记卷十四 开元式教路卷一 安世高条 大唐内典路卷七 大周刊定重金木路卷十 开元式教路略出卷四 P770 大仙 泛宇摩哈阿 右座大仙 即佛之敬称 行道求常身之人 称为仙 身闻 辟之佛 菩萨等意称为仙 佛为仙中之极尊 故称大仙 或称经仙 又凡已达到一切诸波罗密功德善根彼岸之人 皆称为大仙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二 大一二三七五下 大仙入涅槃 佛日坠于地 砸阿含经卷三十六 大二二六零中 当之大仙人 乃复出于世 安慰诸天人 开眼离成名 事物诸众生 令绝一切苦 依佛祖统计卷四十六载 宋徽宗于宣和元年 一千一百一十九 照佛号位 大绝经仙 并服以天尊之一 中阿含经卷十九 梵天请佛经 班若登论卷十 佛所行赞卷三 佛祖立带通载卷二十九 祖庭试院卷二 类具名物考卷二十五 参阅 大绝经仙 九百一十三 批七百七十 大仙寺 位于台湾台南县白河镇 为台湾鼓沙 清康熙四十年 一千七百零一 由参册创建 民国四年 一千九百一十五 廖探与德荣改建大雄宝殿 台湾光复后 开餐助持 传戒红法 建有元通宝殿 香火吉圣 为佛教圣地之一 P七百七十 P七百七十 大教焕地狱 大教焕 泛名 Mah Rorovah 巴黎明 D.H.Mah Rorovah 又做大豪教地狱 大教地狱 大焕地狱 巧焕地狱 八热地狱之一 狱中罪人痛苦不堪而大嚎叫 故称大教焕地狱 据正法念处经卷八载 此地狱有厚厚 受苦无有数量 受艰苦恼不可忍耐 随意压 一切暗 人间焉 如非重墮 死活等 意义转 唐希望 双鼻脑 蝶香压 金刚嘴乌 火蛮 受风苦 受无边苦 血随时 十一眼等十八受苦处 同卷幼崽 凡乐行杀身 偷盗 邪行 饮酒 妄语者 命中后必堕此地狱 长阿含金卷十九地狱品 大楼探金卷二 启示金卷三 大制度论卷十六 历世阿皮潭论卷八 参阅 八热地狱三百一十一 批七百七十 大使 八立名 Mahvasa 相传为五世纪末大名 八Mahamah 所编转 又做大王统使 有三种编定本 一 与小使和编 全书分四部分 二 与小使之部分和编 全书分两部分 三 由德国学者威廉盖格尔 Wilhelm Geiger 1856 1943 编定 伦敦巴黎语圣典学会 PTS 出版 其后 日本学者丽花俊道 所义大王统使 细以西兰政府印刷局印刷之Mahvasa 1895 之本文为底本 参照威廉盖格尔教定之PTS 刊行罗马字本 经收于南传大藏经第六实册 系以佛教为中心寄述西兰之历史 与 导使 巴黎 巴黎 同位现存之王统编年史诗 均以巴黎文写成 为其叙述教导使严谨 凡37章 载录使自西兰上古 契摩赫斯那王 巴黎语圣典 334 362 之士 可视为西兰正统保守佛教之大四派 巴黎语圣典 所传之佛教史 但自皮蛇耶王 巴黎语圣典 入导致天爱地虚妄 巴黎语圣典 Pyre Tisa 250 BC 210 BC 诸王兼年代有过长之不当 虽全书之叙述未必皆未正确 然于史及圣之当时人为宝贵之资料 8 9世纪监 大使著 8Va 巴黎语圣典 问世 至十三世纪 达摩奇提长老 巴黎语圣典 为作续补 自第37章第51记 至第79章 记载使字极祥云色王 巴斯里 Mekhafai 362 409 以气势利皮加罗魔王狮子 巴斯里 Vikama RGA SHA 1798 1815 遭因人放逐 废统之编年史 现行本缺40 43两章 诗句总数6235 其后在经数人续补至第101章第29记 从达摩奇提以下续篇之部 即称小史 巴斯里 巴斯里 又做小王统史 以别于大使之称 今有英译 日译本 M Winternet's Beshiktedir Industrian Literata Bet W Geiger De Pava Dipata Saud Dipata Saud Mesh The Designations, P771 大四相,大臣其信论书卷中载,无人从生至死之以其生命中,受报之相有四,称大四相 即,一,生相,只一念脱胎,十月满足,而生此生,称谓生相 二,住相,寄出胎椅,住于世间,称为住相 三,异相,年少时颜红体润,年老则法白面皱,称为异相 四,灭相,夜静命中,生意坏灭,称为灭相 P772 大本,纸无量寿经 天台宗将净土三经中之无量寿经称为大本,而将阿弥陀经称为小本 参阅,无量寿经,五千一百一十九,P772 大镇大学,位于日本东京之佛教大学 于大镇十五年,一千九百二十六,由佛教各宗大学联合创设 内设佛教学部,学院,与文学部,并有大学院,研究所 佛教学部设有佛教学科,分专攻佛教学,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泛文学等五个研究室 文学部有哲学,文学,史学,社会学等四学科 其中,哲学科赋分析洋哲学,中国学,旧东洋哲学,宗教学等三个研究室 史学科有日本史学研究室,文学科有国文,日文,学,英美文学二研究室 社会学科则有社会学,社会事业二研究室 大学院则有硕士,博士两种课程 图书馆之藏书有数十万册之多 P772 大正爵寺,坐落于北平西直门外 原称真爵寺,俗称五塔寺 明永乐坚,1403、1424 班迪达,范炮伊达,来朝,进献金佛五尊 金刚宝座归室,成祖封之为大国师,赐与金印,并建此寺令柱 宪宗成化九年,1473,依照班迪达所宪金刚宝座归室为准 建造中印度式之塔,称为大正爵塔,或金刚宝座塔 全寺由五座宝塔所组成,故称五塔寺 清末义和团事变,1910,寺与多遭烧毁,民国十六年,1927,复卫军阀倒卖,损失甚重,经仅存塔而已 塔全部为白色大理石所造,下设五层方台,方台绕以弗兰,筑友基坛 此五塔之式样与十四世纪初缅甸佛教徒补修之佛陀加耶大塔大致相同,但中央之塔显著较低,呈现迥异之景观 P772 大身主,泛名Mahprachpat,因一摩喝波蛇波提,又做大爱道,爱道,大侍主 至佛陀之以母 佛母摩喝摩耶谢世后,即由以母带位抚育世尊 法华玄赞卷一,大三四,六七一中,大树生佛七日命中,此你养佛,大树姐妹之类,故好卫以母 大圣身主本范王明,一切众生皆彼子,故从彼其的,应以为名 据舍论卷十四,大唐西玉记卷六,参阅,摩喝波蛇波提,六千零七十八,P773 大白牛车,指义佛臣 即法华经辟喻品所说四车之一 天台,显守诸师以羊车比喻生文臣,以路车比喻圆绝臣,以牛车比喻菩萨臣,而以大白牛车比喻一佛臣 对戒内三圣之方便全教,以门外露的所受之大白牛车比喻戒外一臣真实之法门,此说及所谓,会三归一之旨 家乡,慈恩诸师则主张宅内牛车与宅外牛车同体无疏,故将二圣会归菩萨臣 参队,三车四车,五百五十七,P773 大十四,日本日连正宗本山 位于靖岗县富士公寺 南条时光所创,日连之地子日欣慰开山主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连正宗创驾学会,发展迅速,常在此展开宗教活动,建有正本堂 P773 大修正念,一千两百一十五,一千两百八十九,南宋灵纪宗森 温州,浙江永家,人 实习新月之法寺 贤纯五年,一千两百六十九,随兰西到龙治日本 应北条十宗之寝,立柱禅心,建长,受福,圆绝等杀 日本正应二年世纪,享年七十五 世号,佛圆禅师 其流派称大修派,又作佛圆门徒,为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之一 一柱有大修和尚与禄六卷 圆亨士书卷八,P773 大修歇底,禅灵用语 指大修大歇之境地 为新意识之作用,浮除一切思虑分别 脱却迷惘,助于大安乐之境界 修心诀,大四八,一零零七下 若不以班若中功着力,焉能对志无名 得到大修大歇之地,P773 大光,一千九百二十二,山东人 自念成 谭虚法师之弟子 北平中国佛教学院毕业 曾任香港佛教联合会总务及学务委员,能人书院董事等职 此外,曾创办观音中小学,儿童教养院,诗诊所,出版社等慈善,文化事业 这有谭虚大师引成回忆录 P773 大光作武,禅宗公暗明 又作大光这也胡经 乃唐代禅僧大光居会与一僧之问答 碧言录第九十三则 大四八,二一七上 僧问大光,长庆道 应斋庆赞,意指如何 大光作武,僧礼拜 光云,见个什么便礼拜 僧礼拜,僧礼拜 光云,这也胡经 本则乃臣自碧言录第七十四则,金牛饭桶,之公案 金牛和尚美至正五十时,自将饭桶于僧堂前作武 后有一僧以之叩问长庆,长庆赞叹金牛之所为 一僧举此公案向大光问长庆之意指 大光与金牛同样作武,僧则礼拜之,大光喝则其礼拜,僧亦访其作武 如是,则禅指之领悟与禅图相互以积风堪焰之切搓,亦陷于缺乏食物之泥沼,而紧落于魔仿之隔藤,故大光以,这也胡经,喝赤之 P773,大光明王,大光明,泛明Mah,Pravaitase,因一摩喝波罗婆修 世尊于英卫修菩萨行食之王明 据显于金卷三大光明王时发道新元品载,过去无量无边阿森止节,严福提友大王,明大光明,聪明勇慧,王相巨足 时有一边国之王,献二相子,王大悦,言请向师散舌吊教,教臣,王臣之初臣,向剑群向在莲华池,而奔竹之入林,王伤而怒,向师乃请王观其调相之法,遂作七热铁丸,令向吞之,向浇烂而死 王见之,大未惊悔,照问向师,向师未,己为能调其身,而未能调其心,为佛能调身调心 王闻言,即便发心,誓愿做佛,精情历劫,果获其报 而时之王即世尊,向师即设立福,向即南陀 此即大光明王之本身,此说盛行于西域归姿 于经归姿,Kizil,之Shupt,H-ho-ku之壁画中,有一幅大光明王之画,王夸丞相,两手桌举树之,此画恐隙根据上迹之本身故事而来者 另于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五瓷品,载有故事不同之大光明王本身,其内容与月光王本身略同 闲于经卷时大光明时发无上新品,大庄言论经卷九,经律一相卷二十五,卷二十六,P774 大光明藏,樊三卷 全称传灯大光明藏 南宋宝坛集 收于万序藏第一三七册 本书系自仅得传灯录等书中,抄录传灯诸祖物法之机缘并加评语 内容包括七佛,西竹二十八祖,正弹诸祖及马祖,黄博等大师及其法寺,继收录一九零人 渡宗贤纯元年,一千两百六十五,堪行 其著誓书有贵周道伦所传大光明藏誓院一卷,此山玄渊所传大光明藏列蒙三卷 P774 大吉祥大明菩萨,大吉祥大明,泛明Mahar,Mahvidya,因一摩喝是立摩喝为的也 大吉祥表示不染身死,清静无垢莲花三昧,大明有照印度鸡类无边际之意 为密教宪图胎藏界曼陀罗观音院中列上方第五位之菩萨 右座大吉祥观自在菩萨,大吉祥 身成肉色,肤坐于赤莲花之上 左手持开肤之莲花,置于腰侧 右手置于胸前,树掌向外,脸拇指,食指,屈中,无明指,立小指 左侧有识者持花蛮 密号灵瑞金刚,种子位,SA,三昧耶行为开肤之莲花 密藏纪,诸说不同纪卷三,胎藏界七纪卷上,P774 大吉祥明菩萨,大吉祥明,泛明阿玛弗迪亚,英译势力摩喝为的也 为密教宪图胎藏界曼陀罗观音院中列上方第六位之菩萨 右座吉祥观自在菩萨,吉祥菩萨,吉祥 大吉祥,表示不染生死,清净无垢,即已无染清净法门破除众生之明暗 身成肉色,肤坐于赤莲花之上 左臂置于肩侧,持未开肤之莲花 右臂置于胸前,长向外,屈无明,小指 属于三指 密号长庆金刚,种子卫,SA 三昧耶行卫为开肤之莲花 青龙四仪轨,玄法四仪轨,密藏纪 诸说不同纪卷三,胎藏界七纪卷上,P775 大吉祥辩菩萨,大吉祥辩,泛明Lakma,Mahvidya,应一起插摩摩喝为的也 并称大吉祥辩菩萨 卫密教宪图胎藏界漫图罗观音愿最外列上方第六位之菩萨 此尊助于如幻三昧,表示普门是献之德 身成肉色,肤坐于赤莲花之上 左手竖臂,副坐全状,持半开肤之莲花,置于肩侧 右手仰掌,稍曲拇指,置于胸前 密号动用金刚,种子卫,SA,三昧耶行卫开河之莲花 玄法四仪轨,密藏纪,诸说不同纪卷三 胎藏界七纪卷上,P775 大吉隆寺,西藏明Stag,LU 位于西藏拉萨,藏Nha,SA,北七十二公里之山岳中 元西加尔居派,藏BKA,Brookyut,Po,之之派大龙派本山 后属黄角 西元1180年,义说1178年,加尔居派波节目九八,藏Berg,Amo,Grook,之 仰臣大龙派,蓬勃发展 15世纪时黄教兴起,势力遍及全藏,大龙派乃建区衰为,僧愿归于黄教,黄教转世喇嘛注词 清册,Dether as on,Po,LA 我道,The Buddhism of Thibet,Chapter Belle,The Religion of Thibet,乔本光宝义,西藏喇嘛教,P776 大吉龙潭,1142,12110,西藏明Stag,LU,M,Po,西藏佛教加尔居派分之大龙加尔居之创始人 魏波节目九八弟子 南宋纯熙七年,1180,于大龙,易易达,地方建大吉龙寺,收徒传法,创立该支派 15世纪格鲁派,及黄教,得势后,大龙派势力建衰为,P776 大同,八百一十九,九百一十四,唐代禅僧 安徽怀宁人,俗姓刘 幼年出家,出月华严经,颇有启发 其后餐叶脆微,大物悬旨 周游诸方后,影期于头子山三十余年,激发往来 请义者迎试,以无畏之辩才随问随答 甘话四年试为吉,随即作画,试寿九十六 试号,词纪大师 祖堂级卷六,景德传登陆卷十五 五灯会员卷五,试试鸡谷略卷三 一千两百八十九,一千三百七十,明出森 上渔人,俗姓王 字一云 好别风 少息如夜,能文章,后头会基重慎四出家 受巨族借后,从绍兴保龄四春古法师学清凉教官 赴参会基西工学禅法 留住六载,后网餐中风求义 至元年间,记住保龄四,学者从游者甚多 洪武年间,照复经师,四宴敬钟,寻求放归 三年春入祭,试寿八十二 有保龄类编,天著诗稿等形式 大明高森传卷三,宋学士集卷五十八,位于山西大同西北武洲山山赴之岩石洞窟 又称云钢石窟 窟内刻有堪,塔,石佛等,著称于世 与龙门同位南北朝佛教艺术之代表 我国原本即有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三百六十六,之敦皇明沙山与北梁王所造之干周三围山等著名石窟 后应谈要以北魏太武帝悔佛造孽为由,游说文臣帝,劝其造五尊大佛于大同石窟内,作为忏悔,追调与公养四位先帝之用 且为后世纪念文臣帝之凭借,遂于和平元年,四百六十,动工,至太和十七年,四百九十三,迁都洛阳时,功臣亦未曾烧歇 其构造则各窟书亦,本尊佛置于中央双塔内,闭面与楼阁面均刻有佛堪与四尊诸佛菩萨像 于五周山山路教辖处一公里长之四十二处石窟,皆造有约五公尺至六公尺高之石像,其样式多位经由西域传入之间陀罗样式与极多样式,后因年代渐久而逐渐中国化 其中第十六至二十十窟,内未椭圆形,规模最壮观,凌驾其他各窟,被推定为最早之五窟 旭高森传卷卷一坛药条,历代三宝祭卷九,未书卷六,卷七上,卷一一四,山西通至卷二十九大同条,知纳佛教史迹评解第二,参阅,石窟,2118,P776 大地四轮,具具舍论分别是品载,气世间,物质世间,知形成,系以四轮所构成,即,一,风轮,由有情之业力,先于最下一只需空而生风轮,其广无数,后十六亿于善纳,其体间密,如以金刚轮奋微及之,则金刚碎, 而风轮无损 二,水轮,又有有情之业力,其大云雨,术于风轮上,积水沉沦,如是水轮于未凝结之位,身有十一亿二万余善纳 三,经轮,又有情之业力,赶别风起,搏击此水,上结成经,如手乳之凝结味魔,后有三亿二万余善纳, 与水,经二轮之广乡等,其直径有十二亿三千四百半余善纳 此三轮加上其所依之需空轮,共为四轮,称大地四轮 据舍论卷十一,批七百七十八 大地没人逢,禅灵用语 为大地无论如何破裂,人类皆无可奈何,引申为人类对于真如实际之时态,亦无可奈何,此即只超越知觉分别之不可得控之境界 洞上骨折卷上,万序一二五,三五八上,十人山子破,大地没人逢,批七百七十八 大地法,泛语Mach,B.H.M.K. 辨大地法之略称, 只与一切心相应聚起之十种心理作用 即,一,受,泛非Dong,琳娜之意,有苦受,乐受,非苦非乐受等三种 二,想,泛SAJ,想象之意,对静而取差别之想 三,思,泛Siton,造作之意,令心有所造作 四,处,泛STAR A,由根,静,十三者和和而生,能有处对 五,欲,泛Trenda,原外静而有所需求 六,会,泛PROCH,对法能有所分别,简则 七,念,泛Smultitaneum,对所愿之事铭记不忘 八,作意,泛Menascai,警觉之意,能令心警觉 九,圣解,泛B.H.M.K.,即殊圣之解,对静而产生应可审定之作用 十,三摩地,泛Sandai,右座等时,镇定,即时心专注一静 此时法变善,不善,无忌等三性之心品而与之相应 故称大法,此大法之一的为心王所有,故称大的法 说一切有不主张此时法变一切心,而聚起于刹那之间,且此时法皆有别体,尽量不则主张 十法之中为有受,想,思三法有其体,与者则无,为时加将十法分成五变形,五别静两种,即,一,作意,处,受,想,思等五法,便与一切之心,心所相应,故称变形 二,欲,慧,念,圣解,三摩地等五法缘各别之静而生,故称别静 显阳圣教论卷一顺正理论卷十,巨舍论卷四,成为时论卷三,大皮婆沙论卷十六,卷四十二,皮七百七十八,大安寺,位于洪州,江西南昌,位安市高于后汉林帝建宁三年 一百七十,所建 唐宣宗时,黄博锡运入此寺举阳禅风,四方来及知学徒颇多,向国陪修一诗试之,终于有大禅院之建筑 位于韩国全罗南道古城郡竹古面,山号卫童李山 又称泰安寺 相传戏于唐天宝年间创建 新罗神五王元年,八百三十九,会彻,又作会者,七百八十五,八百六十一,学禅法于习宫山之西唐至藏,马祖道义之法寺,归国后,即在此寺弘法,其门下有道喜等人,亦驻此寺禅阳禅法,故同李山乃成为禅门九山之一 现存四域广大,有凤凤凰门,普济楼,大雄殿,应征殿,慧哲禅师赵伦清静塔,祭忍禅师,慧哲,悲,广慈禅师,允多,慧哲之法孙,塔,广慈大师碑等 朝鲜,朝鲜四沙史料卷上,朝鲜禅教史,呼华谷快天,位于日本奈良 金属真言宗山皆派 魏南兜七大四之一 又称南大四,或丹称大四 推古天皇二十五年,六百一十七,建立之雄宁经舍几本四前身 连仓时代一度废持,大正初年重修 金寺内有木造千首观音立像,木造不空锁观音立像,木造杨柳观音立像等多种,被列为日本国宝 又藏有空海船自我国之舟尺,是称大安寺尺 大安寺碑文一首并续,大安寺唐愿纪,大安寺助旅纪,P779 大安班首一经,凡二卷 又称安班经,安班首一经,大安班经 后汉安是高义 经收于大阵藏第十五册 安班,范NPNA,全称安那班纳,即指出入习念 范玉NA,安那,即入习,吸气,APNA,班纳,即出习,呼气 本经叙述作禅时行述习观,莫属出入习,令心随习而定,以之收敛散心 虽提为,经,其形式体材则属,论 内容与修行道地经卷五之术习品,大皮婆沙论卷二十六所载之术习观相似 此外,安氏高令义有安班首一经一卷,称为小安班经 初三藏纪集卷二,卷六,月藏之经卷三十,法经禄卷三,燕丛禄卷一,P779 大安班经,请参阅大安班首一经 大安慰,又称善安慰 为佛、菩萨、陀罗尼等之一称 佛、菩萨、陀罗尼等皆可利益众生,除却众生之部位,故有此一名 佛常以方便宣显实意,安慰众生,而令远离怯弱 战查善恶业报经卷下,大吉经卷三十七,圣满宝窟卷中本,阿弥陀三十七号之一 赞阿弥陀纪,大四七,四二以上,积首鼎立大安慰 弥陀能除却众生一切恐惧,令得大安,故以之为别名 P780 大安乐不空菩萨,泛名Fajramoga,三昧阿,Sattva 英译日罗姆加三昧耶萨达 右座大安乐不空金刚三昧耶真实菩萨,大安乐不空真实菩萨,大安乐真实菩萨,普贤严命菩萨 魏密教宪图胎藏界曼陀罗便志愿七尊中,魏于最右端之菩萨 深沉肉色,头戴宝冠,夫座于红莲花之上,左右各有十笔 种子魏,Kansas,三昧耶行魏甲昼,密号真实金刚 青龙四仪鬼,玄法四仪鬼,诸说不同纪卷三,胎藏界七纪卷上,P780 大四,八立名Mah,V-I-H-R-A 英译摩赫皮赫罗 乃西兰古寺院,位于旧都阿罗陀卜罗城,巴恩尔德布拉,之大梅加林,巴马,Mah,Mahavanna 西元前三世纪,天爱地虚妄,巴迪EV-N-A-Pi-A-T-I-S-A,247BC,207BC 在卫,时,印度阿裕王之子摩沈陀,范Mahanda,奉阿裕王之命至西兰红法,于阿罗陀卜罗城之梅沙加山,巴米西克,为王宣说像基玉小经,巴西阿赫斯克多勉沙特恩特,并于七日间度化八千五百人,王乃于大梅加林营造本寺。 摩沈陀之梅森加密多,巴尔西格曼,亦印王之寝,由印度摩接陀国佛陀城到处携带佛陀加耶之大菩提树之治西兰,植于大梅加林。 本四岁成为西兰上座部,巴塞罗佛,佛教文化及教育中心。 西元前二世纪末,木拆加摩尼王,巴杜赫曼,赋于四西剑魔力遮婆提寺,巴马里凯凡,四北剑铜殿,巴罗哈,PSR,等。 西元前一世纪,婆他加马尼王,巴巴杜赫曼,于阿罗陀卜罗城建立五位三四,巴阿佩埃阿杰里,县于大四之长老摩河地区,巴马哈提萨, 后摩河地区被大四并出,其门屠岁与大四分离而占据五位三四,号称五位三四派。 此后西兰佛教徒分裂为大四派与五位三四派,两派展开佛教领导权之争。 四世纪出,摩河圣君王,巴马封星阿,大四破坏本寺,然由于宰相梅加盘纳拔耶,巴马尾哈佛埃阿,举兵劝剑,王乃谢罪,重建大四,而后剑刺恢复繁荣。 据高森法显传记载,当其西游之时,五世纪出,寺中著有比丘三千,寺运之兴盛,可以想见。 至第五世纪摩河南王,巴马尼哈摩时,佛英,巴巴戴高萨,获得大四所传之三藏集著书,并降之一位巴利语。 本寺为西兰最初知经社,古来集为西兰岛佛教中心,传下诸多经典注释口诀等,现存巴利三藏带皆本寺所传。 后随国运之衰为而次第颓废。 十二世纪末波洛卡摩婆和王,巴巴勒高马普,十,亦曾兴盛意识,后归于废墟,经仅存菩提树及铜殿等遗迹。 帆帆雨卷八,大王统使,巴马尼哈,VASA,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三,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大唐西玉记卷十一僧加罗国条,参阅,大四派,七百八十一,西兰佛教,六千三百二十七,P七百八十。 大四派,巴利名Mahvihra,Nikya,又坐摩赫皮赫罗驻部。 早期西兰上座部佛教之正统派。 相传西元前三世纪由阿育王之子摩沈陀长老所创建。 西元前一世纪请,佛教僧团发生分裂,主张摩沈陀长老正统之僧团称大四派,另一派则称吴魏山四派。 大四派坚持上座部教义与仪轨,传入京之缅甸、泰国、高棉、辽国等国,被奉为上座部佛教之正统。 西元1165年,西兰王波洛卡摩河河一世,巴巴利康玛普埃,定大四派为国教,至十六世纪建区衰为。 P781 大收教,执法华经,与涅槃经之,俊石教,相对。 天台宗位,佛宣说法华经,如春根,夏意,秋收循序渐进,一时大收,即由出顿华眼以来化岛之功,因所化之根基已见纯熟,世尊乃于法华会作,宣说开显之法。 使之会入义佛城。 湛然之法华玄义是千卷二,大三三,八二三下,法华开拳,如以破大阵,中略,故以法华为大收。 参阅,俊石教,4116,P781 大有,范语,S.N.N.I.A.,Padruta。 又作总乡帝,总帝,大有姓,同巨义,有巨义。 因义作三魔弱。 为圣论学派所立,乃六巨义,十巨义之第四。 为诸法均具有其共同之存在性。 相当于现代语会中之,共相,义词。 圣宗石具一论,大五四,一二六三下,何者未有性。 未与一切时,得,也具一合合,一切根所取,于时,得,也有权之因,是未有性。 即诸法之实体,时,相状,得,作用,也,其存在性得以成立之原因,此一存在性,乃非所作,而未常注,无有动作,不可细分。 此系圣论学派所说,盖圣论学派所持者,乃一,实在论,之共相观点。 然以佛教立场观之,则不承认诸法具有实体性之共相,而仅有,共鸣,而义。 以,牛,之概念比喻之,圣论学派主张所有的牛,自其实体,相状,作用而言,均具有共同的存在特质,而呈现于各个不同之个体中,佛教则为,牛之所以称为牛, 并非它们保有共同之本质,而仅因牛不同于其他非牛之动物而已,故之,牛,仅有共鸣,而无共相。 盖佛教之基本立场,反对诸法具有长痕不变之本质,故,共相,一词自然不具实际上之意义与内涵。 佑佛教经论中,每以圣论学派六具意中论集,大有,具意者,称为,大有经,如人王般若波罗蜜经卷上,大八,八二六下,一切众生烦恼不出三界藏,一切众生果报二十二根不出三界, 诸佛应化法身亦不出三界,三界外无众生。 中略,三界外别有一众生界藏者,外道大有经中说,非欺佛之所说。 故之,大有经,并非一经之名,而系指六具意中之,大有,具意。 圣论学派继位诸法具有实质之共相,故被佛教赤为外道。 外道小陈涅盘论,人王经书卷中医,良奔,印度六派哲学,理世杰,印度哲学纲要,理智夫,参阅,十具意,四百零九,六具意,一千两百五十四,批七百八十一。 大死一番,禅灵用语。 语,大死大活,绝后再苏,等于同意。 佛教真理并非肉体之死所能得,乃是舍弃身心之一切执着,大死,而达于丝毫不挂爱之境界使能得之。 碧言录第四十一则,大四八,一七九上,须是大死一番,却活使得,批七百八十二,大死底人,禅灵用语。 即止无念无作之人。 此等之人,远离一切见闻觉之,情时分别,不畏事与出事,顺与逆等之相对性见解所具有。 碧言录第四十一则,大四八,一七八下,照周问头子,大死底人,却活时如何,批七百八十二。 大死翁,指送带曹洞宗森至通景深。 景深参访宝风为肇时,为肇主以,全身放下,方有自由之分,景深于当下体的大死一番之道理而领悟,且将彻悟之因缘告于众,故有此称。 禅灵口时混名即卷下,批七百八十二。 大善,清代化僧。 江苏无限人。 自十连,十连,十湖,好长翁。 驻广东长寿寺。 康熙年间,越南国王阮福周迎网说法,颇受信众。 余年慈归,有海外济世三卷,以树枝。 师公会是,能做山水花卉,亚有禅意,为世所种。 P783 大自在天,泛名Mahavara,巴利名Mahasara。 因一座摩西守罗,墨西伊施伐罗。 又座自在天,自在天王,天主。 传说为路纳罗天,泛Rodra,之愤怒生,因其居住地之不同,又有商杰罗,泛Akara,伊舍那,泛Na,等之以名。 此天原为婆罗门教之主神师婆,信奉此天者被称为大自在天外道,此派以天为世界之本体,为此天乃一切万物之主宰者,又思暴风雷电,凡人间所受之苦乐悲喜,习与此天之苦乐悲喜相一致。 故此天喜时,一切众生君的安乐,此天填时,则众魔陷,国土慌乱,一切众生君随其受苦,若世界毁灭时,一切万物将归入大自在天中。 此盖为大自在天神格之表现,燃除杀伤,暴恶等性格之外,此天义具有救护,治疗之性格,而以及祥神之面貌出现。 初时,此天与那罗延天同列于梵天之下,其后,其神位见次升高,而成为最高神格,于婆罗门教中,被视为,其体常柱,变满宇宙,而有,以虚空位头,以地位身,知梵神论之神格。 然师婆神进入佛教后,即成为佛教之守护神,称为大自在天,住在第四禅天。 其相为三木,八臂,其白牛,直白伏之天人形,有大威力,能知大千世界与低之术,独尊于色界。 密教将此天是同一舍纳天,为十二天之一。 供养十二大威得天报恩平,大二一,三八四上,一舍纳天喜时,诸天一喜,魔众不乱也。 救名摩西守罗也。 佛言若供养摩西守罗也,为供养一切诸天。 此天天时,魔众皆现,国土慌乱。 此天形象种类很多,有二臂象,四臂象,八臂象,更有十八臂象,然不多见。 列位在县图胎藏界漫图罗外金刚部西盘之西南鱼,罗沙眷属之左外,深尘赤黑色,右手开肘树掌,屈中,无名,小等三指,左手坐拳,直三谷己向右,陈青黑水牛,左脚下垂。 泛王金卷上,大教王金卷十一,守护大千国土金卷下,大吉义神咒金卷四,巨舍论卷七,惠灵因一卷二十六,胎藏界七吉卷下,参阅,大自在天外道,七百八十四,批七百八十三。 大自在天外道 提倡三神一体之说,以摩西首罗为本体,并为泛吉纳罗沿为其所化现。 一外道小陈涅槃论载,摩西首罗论师主张摩西首罗常驻不变,三界中一切有命与无命之物,既由摩西首罗天而生。 又以摩西首罗之身而言,虚空是其头,地是其身,水是其尿,山是其分,一切众珍是其父终重,风是其命,火是其宣,被福是其夜,一切生灭涅槃皆是摩西首罗。 百论书卷上列举大自在天外道之十六第一,即,一,量地,有限之,彼之,不能之,辟喻之四种。 二,所量,如身有我乃至解脱。 三,一,如见物似人等。 四,用,如一物作事。 五,辟喻,如见牛之有水牛。 六,西谈,自对之意由意他之意。 七,语言分别,分别自他之意。 八,思则,思为简则道理如此。 九,觉,意理可决定。 十,论意,由于言显真实之道理。 十一,修诸意,以利真实之意。 十二,坏意,由利南南他利意。 十三,自正,有不定,相为,相生仪,未成,及时等五种。 十四,南南,闻山林有白象,南草头亦有白象。 十五,正论,有二十四种。 十六,多父,被他所难而不能成立自意。 大自在天在印度教中为师婆,范埃法,之别名, 原与纳罗延天同列范天之下位, 其后成为最高神格,而成立范神论之教旨, 广行全印度,与佛教产生相当关系。 大唐西玉记卷二剑陀罗国条,卷七婆罗斯国条等, 均有关于大自在天外道之济世。 现今师婆派人盛行于南印度及加师弥罗地方。 佛教论书中,多破赤词外道之说, 如大皮婆沙论卷199,于加师的论卷七等均有所论破。 密教之将三世明王左足踏大自在天, 右足踏乌摩天后,即表示降伏笔外道之相。 摩登加经卷上明王原品,显阳圣教论卷十, 三无信论卷下,巨舍论卷七, 成为时论卷一中观论书卷一末, 大臣法院一灵章卷一本,参阅, 医舍纳论师,2157,批七百八十四, 大行,行业广大之义,指菩萨之修行。 菩萨为求佛果菩提,乃发大誓愿, 历经三指百劫,修波罗密等诸善万行, 积大功德,故称大行。 反之,声闻,圆觉等二圣之行, 则称为小行,此外,于天台宗, 指摩喝指观中之四种三昧为修大行。 日本真宗教行性正中之行卷则 只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之名号为大行。 盖此名号设诸善法, 据诸德本,是众生往生之行业, 以权显众生之口业,故称大行。 若此称名属报恩之行业, 则称报恩大行。 参阅,教行姓正,四千六百, 唐代森。 齐州,山东立成,人。 姓氏不详, 又称妙行。 甘福年间,盗贼寇略, 名不得安夜, 师乃入泰山, 劫草未依,采树为石, 专行法华, 普贤颤法, 如是三年, 感得普贤献身, 由是一家策利, 赌念如来之法, 朝目击切, 致望饮食。 其后, 忽感幻生无常, 律来世之寿生, 信手取卷, 得阿弥陀经, 日夜诵池, 至三七日之夜半, 见流离的知营境现前, 心眼更为动明, 感见阿弥陀佛及观音, 世智等无数之化佛。 其后乃专以念佛教化道俗, 远近封从。 唐熙宗闻其德望, 照入宫中问法药, 赤号, 常经敬菩萨, 赐开国宫之诀。 后一年离籍, 附见流离的, 即日于所居之禅世世纪, 是寿不详。 弟子有道静等。 往生西方净土瑞应山传, 净土往生传卷下, 宋高僧传卷二十四, 佛祖统计卷二十二, P七百八十四。 大佛一丈六尺以上之巨大佛像。 右座大像。 材料多位岩石、 金属、 或木石素七等。 一高僧法显传所在, 北天竹陀利国有高达八丈之木雕弥勒菩萨像, 造于佛陀涅潘后三百年, 佛教之宣流及始自此像之造力。 大唐西玉记卷五截若居蛇国条, 卷八摩接驼国条, 卷十一摩赫刺叉国条等意有三十尺至七十尺高之大佛像之记载。 经印度联合周加斯阿, Kesha, 西南之涅槃堂上有长约六点五公尺之大涅槃像, 依其名闻及造像手法推定, 约为五世纪左右所雕造。 另于孟买甘赫瑞, Kanheary, 枯垫之壁上, 亦保存一座约七公尺高之力佛像, 右手下垂, 左手持法衣之间, 面容端严, 身躯雄伟, 为七世纪寝之作品。 在西南, 保存完善之古代大佛像甚多, 其中以阿乌卡纳, 阿康纳, 十项最壮大, 细旧断崖而雕造成者, 高约十五公尺, 右手上举, 身无指, 左手持一端之间, 立于莲花上, 姿势优美, 毫无硬直之感, 伊文之雕法义生动有志, 推定为极多王朝时期所造立。 此外, 北印度之间陀罗, 范根阿阿, 本是佛像艺术之摇篮的, 然由近年所发掘之古代仪品, 大多位小佛像, 而罕见代相之残片, 或此的并未流行大佛之雕造。 至于西域, 经阿富汗之巴米安, 巴米恩, 大摩牙存有二大佛立像, 各高五十六, 三十六点八公尺, 皆为二世纪寝之作品, 习以波落, 不复旧观。 我国大佛塑造, 致持始于东晋康帝建元二年, 三百四十四, 谈顺于南陵寺造立像八之像, 其是载于法院朱陵卷五十二。 梁天坚十五年, 五百一十六, 俊功之弥勒时佛, 坐高五丈, 立行十丈, 更是壮观, 是称善献大佛。 北魏则向有造十佛之风, 闻臣帝和平初年, 应沙门统坛要知请, 于五周三十必凿枯五所, 各捐一佛, 最高折七十尺, 雕是其尾, 为当时之官, 其后三十年间陆续开凿二十窟, 所造佛像君达数十尺以上, 此籍著称于世之大同云钢石窟。 唐以后, 大佛造立之风更甚, 如四川陵云四三十六丈之弥勒大佛, 宾州庆寿四十丈许之大佛, 普济四百尺之弥勒像, 洛阳龙门奉仙四三十五尺之鲁舍那佛等军事。 由宋至今, 此封不坠。 台湾之大佛像, 即有基隆大佛四支观音立像, 弥勒座像, 台中宝爵四支弥勒座像, 彰化八卦山之释迦佛座像, 高雄佛光山之接引大佛立像等。 韩国最大佛像位中清南道冠竹四支石造弥勒菩萨像, 前后历三十九年, 九百六十八、一千零六, 始郡宫, 全高约六十五尺。 日本教著名之大佛则有奈良大佛, 连仓大佛, 京都大佛及丰厚, 左冠二帝之摩雅佛等。 高森法显传狮子国条, 法院朱陵卷十四、 卷三十三、 卷三十九, 佛祖统计卷四十、 卷五十三、 释迦方至卷上、卷下、 卫书卷十四、 卷一一四、 古经图书及成神义典地九十三、 批七百八十五。 大佛寺, 原明庆丰寺。 位于陕西兵县城溪十二公里。 伊山凿窟造像。 大部分为北朝之作品, 但有唐贞观二年六百二十八之提计。 寺前有明镜台。 窟平面呈半圆形, 直径约二十亿公尺, 高约三十公尺。 夫作大佛以言凿雕, 两侧是立二菩萨。 大佛高二十四公尺, 面向风鱼, 雍容素木, 造型雄伟云称, 雕是端严复立, 菩萨高五公尺。 佛菩萨背光各雕作佛七尊, 飞天十九。 窟前有三层楼, 高五十公尺。 佛窟西侧有面北排列之小石窟四个, 窟内有佛菩萨等造像, 闭上雕有经变故事及唐代以来尤人之提客。 东侧之千佛洞, 亦有三窟, 雕有人物像三百多幅。 为陕西最大, 最完整之石窟。 又称静英寺, 位于山西太原市西北。 始建于北齐, 京太和五年, 一千两百零五, 重建, 明代亦多次重建。 碑文记载, 汉石, 土山崩塌, 列宪成洞, 洞内土丘高级石杖, 行似佛像, 传为山崩佛县, 乃净土教之因缘。 位于四川乐山, 原名陵云寺, 乃建于唐代之古沙。 因陵云山断崖, 刻有一尊我国最大之断崖大佛, 故俗称大佛寺。 大佛高七十亿公尺, 由唐玄宗开元元年, 七百一十三, 至唐德宗真元十九年, 八百零三, 费十九十年, 始于褐色之绝壁上雕刻完成。 历经一千二百余年之风雨波时, 佛身以处处可见绿台及繁茂之杂草树木, 使佛像仿佛穿上法衣, 增添几分神秘感。 此外, 耸立于大佛寺东边之灵宝谷塔, 为唐代所建之十三层塔, 因库寺西安之小燕塔而著名。 位于山东历城县西南青铜山山路, 似以废仪, 佛像仁存, 开凿于唐代, 高九公尺, 雄伟庄严, 身着披肩式袈裟, 依纹流动, 线条简约。 左侧有菩萨与公养比丘之雕像。 菩萨高2.2公尺, 面容丰满, 宛如唐代妇女画像。 旧称佳叶如来寺, 又称宏仁寺, 俗称沃佛寺。 位于甘肃张叶县城。 始建于西夏永安元年, 1098名, 清旅有修善, 现存大殿为乾隆年间所见, 面阔49公尺, 身24公尺, 总面积1370平方公尺, 内共有适尊涅盘向, 身长34.5公尺, 兼宽7.5公尺。 位甘肃境内最大之西夏建筑遗物。 北平明察。 位于西直门北1700公尺之香山香味无村。 乃名镇德年间太监张雄所见, 赐额曰,大会。 寺中有大碑殿, 内有同佛高五丈, 故俗称谓大佛寺。 嘉靖年中, 太监脉口于其左增至又圣观, 又见真武祠, 直是宗好道, 寺借此已存。 清末时曾重修, 其旁宿有二十八秀像, 壮圣其贵。 即位于台湾基隆市中正公园山顶之大佛禅寺。 参阅,大佛禅寺, 790,P787。 大佛鼎如来密音修正了一株菩萨万行首人严经, 请参阅大佛顶首人严经或人严经。 大佛鼎如来密音修正了一株菩萨万行首人严经会解, 请参阅大佛鼎首人严经会解。 大佛鼎法, 又作涉一切佛鼎伦王法。 密教以大佛鼎为本尊, 为调福天便或兵乱所修之法。 分成金刚部大日经伦与胎藏部世家经伦二者。 修本法之根据有大佛鼎首人严经, 大妙经刚经,大佛鼎广聚陀罗尼经等。 佛鼎为如来无见鼎相公得之佛格化, 既有三佛鼎,五佛鼎,八佛鼎,九佛鼎,十佛鼎等。 大佛鼎乃是总设诸佛鼎尊而畏罪圣尊。 据大佛鼎首人严经卷七载,修此法时, 应于方圆杖六至八角坛上至一金属莲花, 花中安至成有八月露水枝, 取八圆镜至于各角,围绕花, 镜外令至十六莲花,铺设十六香炉, 复取白牛之乳至于十六气, 制成各种上妙之石。 坛前复安一小火炉,以兜楼婆香间取香水, 沐浴奇探,投苏密入炉中,烧尽后,以知享佛菩萨。 P788 大佛顶陀罗尼,泛语Mepretiagar,DHRA。 全称大佛顶如来顶记白盖无有能及圣能调福总持。 又坐大佛顶如来放光西达多达罗陀罗尼, 大佛顶满行首能言陀罗尼,首能言陀尼, 大佛顶如来顶记白盖陀罗尼,大佛顶真言。 又称能言咒,佛顶咒,首能言咒。 为宣说大佛顶如来内正功德之陀罗尼。 全咒总为二七句,最初之四一八句续说归命诸佛菩萨等事, 即远离诸恶鬼病等诸男,不能视为正咒。 正咒为第四一九句多之他, 范佛顶尼亦为,即说咒曰,以下,即, 安阿娜利皮舍提并罗巴舌罗陀利盘陀盘陀巴舌罗邦尼, 帕湖尼,帕湖欧德鲁问汉沙佛赫,八句。 于大佛顶首能言经卷七, 大佛顶如来放光西达多达罗菩萨万行冠顶部, 陆有此陀罗尼,提名为, 中印度纳兰陀曼陀罗冠顶金刚大道场神咒, 共为四三九句。 又于大阵藏第十九册一收有此陀罗尼之三种意义, 一,不空意,佛顶如来放光西达多达罗陀罗尼,一卷。 二,沙罗巴意,佛顶大白散盖陀罗尼经,一卷。 三,真智等意,大白散盖总持陀罗尼经,一卷。 此外,此陀罗尼亦有西藏译本,内容与真智之译本大同小异。 与,汉满蒙藏四体合必大藏全咒,第三套第一卷所收之本陀罗尼, 系将大佛顶首人严经所载着与西藏译本相对照,而补足汉译所缺漏者。 近代学者曾于中亚发现本陀罗尼之范本断片。 巨大佛顶首人严经卷七载, 宋持此咒者,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害, 一切恶心并诸鬼神不能起恶,尚可蒙皮纳叶加诸恶鬼守护。 又若心散乱,不住三摩底,吸一口持此咒, 则为金刚藏王菩萨眷属随从护卫,乃至求长寿,求果报,求国泰明安, 风调雨顺等事,无疑不能实现。 首人严义书诸经卷七,大三九,九一九中,此咒四百二十七句, 前诸巨数,但是归命诸佛菩萨众贤圣等, 急续咒愿加倍离诸恶鬼病等诸难。 至四百十九云多知他,此云即说咒曰, 从四百二十按字下去,方十正咒,如前云六十行道送咒, 每一十诵一百八遍,即正诵此心咒耳。 如获通诵,更为尽善。 诸阿舌离真言密教部类总路卷上, 大佛顶陀罗尼堪柱,明觉,禅灵象器尖经路门, 辟七百八十八,大佛顶手伦严经,凡十卷。 又作大佛顶经,仁严经。 全称大佛顶如来密音修正了一株菩萨万行手仁严经。 唐朝班拉密第一, 收于大正藏第十九册。 未揪摩罗十所义首能言三昧经之别本。 本经内容叙述阿南受摩登佳女之幻术, 借体将毁之计,佛摇之之, 及浅文书师利以神咒破幻术。 其后,阿南与摩登佳女同意佛所,佛乃未说圆解,圆形,圆位,乃至详说七趣以辨因摩, 及三摩提之法,跟成同缘与父托无二之理。 有关本经之部署,古来颇有意说, 子玄判定本经署华颜宗五十教叛之宗教, 该阔顿,圆二教,智序之月葬之经则列之于方等密咒经之首。 本经之传义, 据开源是教路卷九载,细沙门怀敌所义。 另据至深之序古经义经图记与子玄之首人颜经义书注经卷义等之说, 则本经之义本或有二种,其一即为怀敌所义, 时间映在盘拉密地之前。 本经自唐诵以来, 凡有百余注书, 较重要者有元朝为则之首人颜经会解, 其书原影诸宗之著书而随文解释本经之经文。 有关本经之真伪,历来极有政论, 近代学者或为本经乃唐朝芳荣等人所为作者。 除汉译本外, 本经亦有藏译本, 细清高宗乾隆年间自汉译本转译者。 大唐内典路卷三, 真元心定世教目路卷十四, 禅灵象契尖经路门, P789。 大佛顶首人颜经会解, 凡二十卷。 元代为则传。 经收于万续藏第十九册。 又称大佛顶如来密音修正了一诸菩萨万行首人颜经会解, 首人颜经会解。 元影诸宗著书以随文解释大佛顶首人颜经, 兼一家有己说。 本书作于元顺帝至正二年, 一千三百四十二, 十二年父子。 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 一千六百一十九, 幽西传登作冷言经元通书十卷加以书试。 试试鸡谷略续卷移禅至卷下, P790。 大佛顶曼陀罗, 又作舍一切佛顶曼陀罗。 即密教以大佛顶位中尊而建立之曼陀罗。 绝禅抄根据大妙金刚经所标之图为, 八叶莲华之间以独骨除位界, 华台座法界定应之大佛顶尊师子座, 周围有七宝, 华叶之本为八佛顶, 其次为八大菩萨, 莫列八大明王, 四角安至四内供养菩萨, 外院有外四供养, 四摄菩萨, 其间则配至八方天。 图像抄卷二, 别尊杂记卷七, 密藏金宝抄卷六, 密抄问答卷二, 批七百九十。 大佛顶经, 请参阅大佛顶首棱严经, 大佛禅寺, 位于台湾基隆市中正公园山顶。 又称大佛寺, 原旨在仁爱区文安理新名庄, 原称佛教讲堂。 民国五十五年, 一千九百六十六, 签至宪旨, 五十七年成立财团法人, 五十八年观音菩萨圣像开光, 高约二十二公尺, 内分五层, 登顶可辅览全市。 四宇建筑, 西访唐代款式, 弘历庄严。 P七百九十。 大佛湾石窟, 位于四川大足县宝顶山。 大足县县城四周刚软起伏, 山岭重叠。 自唐至清, 境内十余处石崖雕刻数以万计之佛像, 其中以北山与宝佛顶两处规模最大。 宝顶山大佛湾时刻大都根据佛经中之故事而来。 在三百多枯坎中, 有碧榜圆, 体态饱满之观音, 有挺腰甜目, 肌肉强劲之力士, 有一代飘舞, 演奏天乐之飞天, 有视力佛策, 前程肃穆之男女性重。 此类形象反映出唐代雕刻之血时守法与当时社会民俗之情况。 观诸雕刻之佛, 菩萨, 飞天等十项, 举凡面形, 姿态, 衣冠, 服侍等军区向中国化, 以颇具民族风格。 其侧有小佛湾, 又称大宝楼阁, 原规模较大, 后一回, 现存造像六百余尊, 石壁四元遍布雕像, 中有小室, 称为皮卢庵, 内外壁均捐有本尊形画图及地域变相图等, 雄伟壮观。 前有一石塔, 方形三层, 除雕像外, 满刻十二部大藏经目录, 但所用部类等与一般藏经目录不同。 参阅, 大祖石窟, 七百九十四, 批七百九十。 大佑, 一千三百三十四, 一千四百零七, 明代天台宗森。 姑苏无县, 江苏, 人。 自启宗, 浩曲安。 十二岁出家, 通内外经典, 从古亭善习华言, 父从九身学摩喝止官, 后于红教四天全责会中任颤首之职。 一日月圆带蒙润之天台四交移籍住儿得胜, 乃建通达天台纲阁。 为九, 住持府李白连寺, 尊蒙润为元祖。 父辈请为家定元通寺之开山, 为蒋寺之首。 后归西山, 住世号珍儒, 专修念佛三昧。 鸿武二十六年, 一千三百九十三, 拜僧禄私幼善士, 二十九年生左善士, 考试天下僧徒, 因公赐加沙, 依清, 邪履。 永乐三年, 一千四百零五, 奉赵入经转修佛典, 总阔班若要义。 五年入祭, 享年七十四。 这有净土指规及二卷, 阿弥陀经略解, 金刚经略解, 德法弟子有慧彻, 德完。 叙佛祖统计卷二, 世世基古略叙集卷二, 精灵泛沙至卷二, 五斗法臣卷六, 批七百九十一。 大别当, 乃日本佛寺内之职位名称。 据山门唐记, 瑞月药记卷上, 九院佛格超等所在, 于洪人九年, 九百一十八, 在最成, 一真连数之下决定十六院时, 乃任命义真位根本大臣指官愿大别当, 真中位同愿小别当, 康远位西塔愿大别当, 真中位同愿小别当, 原臣位根本法华愿大别当, 惠小位小别当。 此为罪骨之记录。 后来义用卫舍僧, 神社之僧, 之职称。 大别当不仅为官寺, 朝廷所见之寺, 之长官, 义未愿, 听之长官。 P791 大劫五愿, 佛典中经常用以比喻劫其长远, 不可圣祭之辟愿有五, 即, 一, 草木愿, 若将大千世界之草木皆寸斩未愁, 每隔百年取一愁, 取尽此愁, 乃未一劫。 二, 沙系愿, 譬如秦家河, 河广似十里, 河中充满细沙, 其细如面, 每隔百年取一粒沙, 取尽此沙, 乃未一劫。 三, 戒子愈, 譬如四方各百里之臣, 其中满堆戒子, 每隔百年取一粒, 取尽尘中之戒子, 乃未一劫。 四, 岁臣愈, 若将大千世界岁位为臣, 每隔百年取一臣, 取尽此臣, 乃未一劫。 五, 浮食欲, 譬如一时, 廣二游巡, 后半游巡, 都律天每隔百年以六株一浮食一变, 浮尽此时, 乃未一劫。 P792 大宋高僧传, 请参阅宋高僧传。 大宋僧十略, 樊三卷。 又称僧十略。 宋代赞宁, 930, 1001, 转。 经收于大政藏第五十四册。 细于宋太宗太平新国年间奉赵传述者。 赞宁于续文中表示不满鸿鸣及高僧传等史传, 故令以护教立场而这出此一有关佛教教团制度, 以礼, 戒律, 禅法等之教团史。 卷上序论佛陀诞生之年代, 佛教之东传, 迦兰之创造, 易经, 易论, 易律, 出家, 受戒, 忏悔, 经论讲义之言格, 僧讲, 兜讲, 以及禅法传入我国之经过等。 卷中主要叙述教团制度, 如僧政, 僧统等之言格, 为研究我国佛教史之珍贵资料。 卷下序论子一, 大师号, 戒谈, 宗教结社之历史, 摘会, 结社之起源, 以及杜僧之方法。 此外易收入摩尼教之济世。 由此可知, 赞宁传述僧史略之目的在于中心佛教, 而使政法久住。 赞宁及其时代, 牧田地量, 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 P792。 大智, 随代僧, 慧姬山因人, 俗姓故, 为天台智者大师之弟子。 开黄年间, 驻庐山修头佗法。 大业初年, 赤令严禁尤方引逸, 诗文之大愤, 悠佛法衰败, 乃出山叶地, 成见不听, 应奏言, 大武陵, 682中, 愿陛下心险三宝, 当然已避于松月, 用报国恩, 帝许之, 遂于松山设斋然碧。 然碧, 入定七日作画, 享年四十七。 旭高森传卷二十七, P792。 大我, 范语Parmtman, 或Mathman, 即远离我之, 我见, 而达自由自在境界之最高我, 含有常义主宰之意。 为涅槃似得, 常乐我尽, 终之, 我。 无人所执着自我之身心, 无自在性, 常一性, 佛陀所证得之涅槃, 则为真实且常住不变者, 故称为大我, 亦痛真我。 凡尚所说, 圣满经等诸经典, 有详细之说明。 印度思想界之大我思想, 一度被佛教之无我, 空观等所否定, 然至后世, 又被采用通行。 此外, 密教以, 成就八自在我, 于诸法的大自在, 者为大我, 广义指曼陀罗所识之诸佛诸菩萨诸尊, 狭义则特指大日如来或无至如来。 南本涅槃经卷二十一, 大日经书卷五, 批七百九十二。 大村西牙, 一千八百六十七, 一千九百二十七, 为日本美术史家。 静岗县人, 东京美术学校雕刻科第一届毕业。 在日本讲授东洋美术史, 东洋绘画史, 东洋雕刻史, 以密教发达至, 而获班学士讲。 这有东洋美术大观十五卷, 东营珠光六帖, 支那美术史雕塑篇, 东洋美术史, 佛教图像及古等书。 又与森林太郎合著神美纲领及阿玉王世纪等书。 P七百九十三。 大沙门, 范与Mah, Romai, 巴利与Mah, Somai, 为对佛陀之尊称。 佛陀系沙门中之最伟大者, 故称大沙门。 又对沙迷或外道之出家者而言, 佛教之比丘教为伟大, 故意称大沙门。 四分绿卷三十三, P七百九十三。 大谷, 位于日本京都东山华顶山西路, 指缘东侧之高地, 即缘山挺至双陵四一带之泛称。 以日本净土宗开祖法然于此的宏通净土教, 其后并入计, 一千两百一十二, 于此而申名大者。 弘长二年, 一千两百六十二, 日本净土真宗开祖青鸾世纪, 以海易纳藏于此地。 P七百九十三。 大谷大学, 为日本净土真宗大谷派设立于京都之佛教大学。 其前身为东本院寺设成员于宽文五年, 一千六百六十五, 所开办之学府, 明治十九年, 一千八百八十六, 以规模建具, 改称真宗大学, 设本科四年, 研究科三年, 大正十一年, 一千九百二十二, 以大学令改真宗大谷大学位精明。 有短期大学部, 大学部, 硕士, 博士课程, 后二者均分真宗学, 佛教学, 哲学, 佛教文化四科。 该校经创校契经三百余年之改制, 使成今日完整大学之行事, 为当前日本首区一指之佛教大学。 P七百九十三。 大谷石佛, 日本大谷四肢摩牙佛像群, 位于玉指山西南侧自然枯枝西面内壁。 石佛群自幼至左, 依序为千首观世音, 释迦三尊, 药师三尊, 弥陀三尊。 现存佛像保存圣家, 大约坐于红人时代, 八百一十, 八百二十三。 与大分县旧处世之摩牙佛同位日本珍贵之佛教古迹。 日本识佛大观, 史基明圣天然纪念物, P七百九十三。 大谷目录, 请参阅西藏大藏经甘苏尔刊同目录。 大谷光照, 一千九百一十一。 日本佛教学者, 系日本真宗开祖青鸾之后裔, 1927年继承西本院四派门主。 1935年东京帝国大学东阳史学科毕业。 1938年曾治中国考察。 1957年任日本佛教会会长。 这有唐代之佛教以理等。 P七百九十三。 大谷光瑞, 一千八百七十六。 一千九百四十八。 日本净土真宗西本院四派第二十二世法主。 京都人。 法号静儒。 十岁剔度, 学习院毕业后, 留学欧洲。 明治三十五年, 一千九百零二, 绿大谷探险队前往中亚、 新墙、 卡什米尔、 尖陀罗、 印度等地, 一年因赴墨而归国。 后就任本院四派馆长, 致力于宗教革新。 明治四十二年, 是于印度派局瑞超等人发掘调查图鲁番、 库车等地, 一年在派局瑞超等人复兴强省, 获得不少出土物。 此外, 并编转, 佛教大词汇, 三册, 后扩大为七册, 亦颇为学界所称语。 昭和二十三年末, 享受七十三。 这有大古光瑞全集, 大无量寿经一书, 第一异地, 极乐庄严, 佛教大义, 维摩经讲话, 他力真宗, 随比百则, 中国的将来与日本帝国的使命, 印度的智等。 P794。 大古光眼, 1875, 1943, 日本真宗大古派第二十三世之法主。 京都人, 法号张如, 号于丰, 九岁剃度, 明治三十一年, 1898, 就学于东京。 后曾任佛古奉银正使, 奉派赴仙罗。 并曾出任大古派管长。 昭和十八年世纪于东京大僧, 享年六十九。 诗意以擅长排句, 日本之短诗, 以十七字为一首, 著称。 P794。 大族石窟, 位于四川大族陷阱。 唐代开始凿造, 立武代及宋代, 明、清凉代亦序有开凿。 分布于该县西南, 西北与东北之山区, 大小共二十三处, 较集中者有保顶山, 北山等十九处。 其中, 保顶山位于大族县东北约十五公里, 山腰周壁凿出摩崖造像十三处, 称为保顶山摩崖造像。 凿建于南宋绍兴, 一千一百三十一、 一千一百六十二, 年间, 创始人为两川地区传播密宗之赵致奉。 明、清凉代旭有开凿。 造像多位密宗公养像, 亦有禅宗造像, 细枣其禅, 密香结合之重要地区。 此外如父母恩仲经辩, 石王与地狱变等之雕刻, 则为佛教艺术中国话与深入下层社会之具体表现。 窟中亦有道教与儒教造像。 北山位于大足县北二公里, 芬南, 北两区, 伊山摩崖雕造像290窟。 称为北山摩崖造像。 唐昭宗景福元年, 892, 割据东川之昌周次使为君尽修建永昌寨, 并遭造佛像, 此后续有辟鉴, 契五代及颂, 均为中小枯坎。 另有弥陀, 奥师佛, 禅宗造像及各种石刻经变等, 以及道, 如二教之造像。 其造像多接近现实生活, 富于地方色彩。 P794 大事, 泛名Mahvastu, 乃Mahvastu, Avadena之略。 凡三篇 细以梵文写就, 技术佛陀生平世纪之传记。 所谓Mahvastu, 意义做大事, 即指佛陀之初是, Avadena, 即传记, 故事之译。 全书记分三篇, 第一篇记述是尊之前身, 第二篇情术上身都绿至树下成道之世纪, 第三篇未出转法轮与诸大弟子, 此等之本身。 本书现无汉译, 亦无西藏译本。 部分学者以本书与佛本行及精卫同类书之译本, 然此二书内容差异甚大, 故不可混同。 大抵而言, 本书之编辑, 杂乱而不统一, 每每揉入多数之本身, 辟喻故事, 及时地, 观世等经, 致使全书情术中断。 据奥地利学者温特尔尼兹, M。 Winternitz, 研究, 本书曰完成于四世纪之后, 然其骨架应于二世纪左右已形成。 法国学者斯纳尔。 Sennart, 于1882年至1897年出版其梵文原本。 此外, 日本学者邱元云来, 九夜方龙则进行有关本书之和汉研究。 另有平川章之, 绿藏研究, 干系隆祥之, 本身经类思想史之研究, 等, 均为研究本书与绿藏, 本身谈关系之参考书。 至于研究其原点者, 则有,F. Edgerto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1953, H.G.Anther, Dysprach Demaphastu, 1942等二种著作。 R. Mitra, Sanskrit Buddhist Literature of Nepal, M.Winternitz, A chapter in Diction Literature, Bet. C.Bendo, Catalogue of the Buddhist Sanskrit Manuscripts, P.795. 戴伊, 1617, 1683, 明末曹洞宗森, 福建莆田人, 俗姓吴, 浩南安, 世称南安戴伊禅师。 年十二出家, 首餐叶竹林玉, 一日见首座开示林森, 豁然的雾, 乃北游夏乡, 江苏, 睫毛于白鹿湖畔。 藕泛周湖中, 文石寝花香, 史谢除平日之执着。 父餐叶松茹道密, 并四其法。 后受道密之主托, 初驻六处道场, 晚年归养于淮, 江苏, 知湖新寺。 清康熙二十二年八月世纪, 世寿六十七。 传法门人共三十七人。 有语录, 诗文百语卷传世。 武登全书卷116, 佛祖道隐卷三, 批七百九十六。 大洲刊定重金目录, 凡十五卷。 唐代明全等转。 右座五洲刊定重金目录, 大洲录, 五洲录。 为东汉至五洲有关翻译经论之目录。 共收经典三六一六部, 八六四一卷。 经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五册。 唐则天武后天策万岁元年, 六百九十五, 由佛受祭寺沙门明全等七十名高僧奉赤传集而成, 菩提流至, 亦静等诸诗一阶参与编撰。 内容包括, 一, 重金目录, 即第一卷至第十四卷, 属于正篇, 此正篇又分为前十二支别录与十三, 十四卷之间定入藏流行幕。 二, 为金目录, 即最后第十五卷。 本路细彩自新, 就正墓与大小陈经律论, 闲盛集传等三件而成。 就墓指前人所转之一切金目录, 开黄三宝路, 内典路等正墓, 新墓指唐出至五周所义之经论, 凡错柱, 以为皆教正而后入墓。 和三六一六部八六四一卷, 然不包括卷十三, 十四支箭定入藏流行部卷。 各卷, 第十五卷除外, 之末皆列有益者, 一时, 典具。 开元市教路卷十, 大周刊定重金目录序, 真元新定市教目录卷十八, 致元法宝刊通总路卷十, P796。 大周路, 请参阅大周刊定重金目录。 大河上山, 位于辽东半岛经周平野之东侧, 就称大黑山。 随样帝于大业十年, 六百一十四, 第三次远征高沟立, 在沙碑城, 又称碑沙城, 破敌, 唐太宗征官十九年, 六百四十五, 张亮所攻略之地一位沙碑城。 此沙碑城即在大河上山上。 巨泉寺卷四载, 荆州东十五里有大黑山, 山顶有古城址, 四面皆绝壁, 仅有西门可登, 此城即煞碑城。 令巨方于全国总说载, 大河上山为风光明媚之地, 山赋有祥水寺, 朝阳寺观音阁, 盛水寺, 石谷寺等。 辽史卷三十八, 满洲旧季至卷上, 满洲史季, 村田智郎, 批七百九十六。 大姐, 乃对妇女之称呼。 于经典中计载戏对比丘尼, 或出家人对在家女子之尊称。 又在日本, 使用为女子借名之称号。 相对于男子之大居士, 居士。 太子瑞印本起经卷上, 四分比丘尼戒本, 四分绿山凡却形式超卷下三, 批七百九十七。 大宗的玄文本论, 凡二十卷。 马明菩萨造, 南朝成戴真帝义。 收于大阵藏第三十二册。 本书阐释金刚的之行位等, 共立四十大抉择分。 其中, 初二分解说十种大因缘, 相当于续分, 第三以下至三十六分为正宗分, 以解说金刚的之五种位至阿说本王之十方陈述等, 三十七分至四十分为流通分, 情数本书之功德及马明字数过去之本应等。 各分之下皆先举出寄送, 其后逐文是之, 三十七分以下至四分则仅皆举其送。 由本论所说内容颇为怪诞, 且署名, 真帝三藏义, 知记载, 朱金禄皆未见载, 加以论中所影多数经典名称皆不见于朱金禄, 此外, 本论论述之体才语向来被视为伪传于我国之事摩合眼论颇为酷似, 故学者多为本论乃后世伪造而假托马明之名。 又如圆山三大藏总目录卷下所在, 本论为马明所造者, 盖后世之假托, 至圆法宝刊痛总录卷九位该论始建于宋大中祥福录, 知其成书年代距今不远。 现藏本为存于高丽藏及名藏中。 《马乌菩萨论》, 《月藏之经》卷三十八, 批七百九十七。 大定, 巴利与Mahajita, 三代。 对于玉界之小定而言, 色界, 无色界之有漏善根本定称为大定。 清静道论三, 一千八百二十三, 一千九百零六, 清莫森。 湖北黄碑人, 俗姓等。 自秘园。 自幼素时, 依随周人圣四至本分替度, 同参大千。 三十三岁, 受聚足解。 先后参访中南, 武台, 九华, 普陀, 维阳之高明, 毗邻之天宁等地, 最后至金山访观心, 令参, 念佛是谁, 遂有醒悟。 施本明大顶, 后更明大定。 观心继后, 受金山僧众推代, 继任方丈。 光绪二十九年, 一千九百零三, 年八十一, 应请开坛传戒, 起戒弟子多达五百余人。 申平教人众征餐食物, 金山宗峰婆赖以重振。 三年后世纪, 享年八十四, 僧辣五十五, 坐下五十二。 P797。 大定至悲, 指佛之三德, 即大定, 大智, 大悲。 佛心成名, 是为大定, 以成名之故, 便照一切法界, 是为大智, 以便照法界之故, 遂生救济众生之心, 是为大悲。 以大定可断除一切妄祸, 故又称大定为断德, 大智及智德, 大悲及恩德。 前二者为自立之德, 后者为立他之德, 故此三者原具自他之万德。 P797。 大念佛寺, 为日本荣通念佛宗之总本山, 为于大阪市, 为荣通念佛宗之开祖良人所开创, 述遭大火肆虐, 至江户时代, 由于幕府之外户, 兴容一时。 P797。 大明三藏法术, 反五十卷。 明代亦如奉斥编转。 略称大明法术, 三藏法术。 本书系集自大藏经典中诸法术之名词, 一增数法类编撰而成。 明目起字, 一新, 忠于, 八万四千法门, 既收一五五五条, 每条并附有略解, 凡出于某经某论或某某传述者, 皆详著于各条之下, 若遇各家或各宗派说法不同, 则真引诸家之一说, 内容极为详辈。 明初皇礼斋具该书令编通简一册, 将一五五五条中所引之各类名词, 依依稀出, 令初学者方便简阅。 法华科著序, 事件机古略续集卷三, 佛典书抄目录卷下, P798。 大明三藏圣教目录, 樊四卷,略称北藏目录。 明朝永乐年间, 1403、1424, 下诏南京与北京分别写录, 翻课大藏经, 世卫南藏、北藏。 大明三藏圣教目录以及北藏之目录。 参阅,中文大藏经, 1001,P798。 大明百身菩萨, 大明百身, 泛明高尔摩弗佛迪阿, 因一毫力摩喝为的也。 为蜜教安于县图胎藏漫图罗观音乐内第五位之菩萨。 秘号长镜金刚, 放光金刚, 种子位, SA, 地不可得之意, 三昧夜行为开敷莲花。 深尘浅黄色, 右手驱臂, 手掌上仰, 置于胸前, 左手驱肘, 手掌向上, 直开敷之莲花, 坐于赤莲花上。 大碑空至金刚大教王以鬼金卷似金刚王出现品, 以此尊为八明妃之一, 明敖李明妃, 藏狗斯, Vker, Amo, 亿亿白衣女, 盖以此尊与白衣观音同体。 选法四以鬼卷移胎藏戒七集卷上, 阿梭妇超卷二零七胎曼世上, 大日经书演奥超卷十六本, P798。 大明寺, 即古之七零寺, 位于江苏江都线西北约二千八百公尺。 又称西寺。 为我国扬州名察。 别称平山唐。 唐朝见真法师曾于此红解。 本寺建于南朝宋孝五帝大明, 457、464, 年间, 称为大明寺。 随仁寿元年, 601, 于寺中建九层塔, 称为七灵塔。 唐宋期间, 大明寺与七灵寺二明并存, 两代有官该寺之诗文记载颇多, 素以, 天下第五权, 淮东第一官, 持名于世。 惠昌三年, 八百四十三, 塔遭大火, 七灵寺之明建惠, 而大明寺之明忍者。 五代十国时, 五主阳行密曾加新修, 复建四塔。 宋代欧阳修筑唐宇于大明寺之幼, 称为平山唐, 第五权即位于唐之西南。 至明代仅存四姬, 因宗天顺年间, 1457、 1464, 森至苍明有五台归扬州, 旧该寺已止重建, 其后叠有增建, 隶属代而归摩大倍。 清初复名为七零四。 乾隆三十年, 一千七百六十五, 帝有属刚十, 四明, 法晋寺。 然扬州仁仁称之为平山唐。 明初经政府一再新修, 称为游览圣境。 现为建真东渡市基之陈列处。 位于河南济原县。 始建于宋代, 历代多有修荣, 现存之殿于魏明代之建筑。 P798。 大明渡无极经, 樊六卷。 又称大明经, 大明渡经。 无知千亿。 收于大阵藏第八册。 内分三十品, 有, 行品, 天地式问品, 清净品, 不可济品, 守空品, 强弱品, 主类阿南品等。 大明, 即摩赫班若之意义, 杜无极, 即波罗蜜之意义。 本经之同本意义经 较重要者有, 后汉之楼家乘所义之道横班若经十卷, 后秦究摩罗时所义之小品班若波罗蜜经十卷, 唐玄藏所义之大班若经第四分等, 出三藏纪集卷二, 历代三宝集卷五, 开原式教路卷二, 批七百九十九。 大明渡经, 请参阅大明渡无极经。 大明经, 请参阅大明渡无极经, 大明高僧传, 樊八卷。 明代如新传, 略称明高僧传。 经收于大阵藏第五十册。 细集路南宋出至明神宗万历年中约五百年间高僧之世纪。 分位易经, 解义, 席禅三篇, 继收正传一三八人, 附传七十亿人。 本书述作之由来, 据卷首字续载, 乃作者见于汉明帝以来所编传之僧时或高僧传, 大多宗旨于宋代, 为彰显明代诸圣僧之行义, 彼使天下沙门见贤司其, 遂传此书。 P799 大明宝, 一千一百一十四, 一千一百七十三, 宋代曹洞宗森。 慈州, 河北, 人, 俗姓武。 幼习如典, 八岁出家, 十九岁从济赵燕之祖荣学禅, 年二十七世经, 寿具足解。 后离祖荣, 于燕京万寿寺餐叶, 住持青州普照寺之西辩, 得寺齐法。 后隐于山东寺水之灵光。 三十六岁, 住持于长青县泰山之灵岩寺, 养山七寅寺。 真元三年, 一千一百五十五, 应名之寝, 归返慈州, 住于大明寺, 致力于该寺之父亲, 禅丰大正。 晚年赴隐于紫山, 红玉。 大定十三年七月世纪, 世寿六十, 法腊三十四。 武登会员序略卷一, 武登全书卷六十一, 佛祖道隐卷三, 批七百九十九。 大林寺, 位于江西庐山大林峰下。 传为东晋庐山会远之徒孙谈生, 三百六十一, 四百四十, 所创建。 四名大林, 细因谈生于蒋经台东南广植花木, 繁茂如林, 故有此称。 本寺历代迭经兴衰, 于清代初年, 遭火焚会。 民国十一年, 一千九百二十二, 于故纸新建讲堂, 迎请安庆营江寺竹安法师 以复兴大林寺, 主要已聚集于庐山必属之之士分子为部教对象。 太虚大师曾于本寺举办演讲会, 并将本寺作为其所倡导之世界佛学运动之据点, 致力于复兴会远白连社之精神。 于静代, 本寺建成为庐山净土教之中心。 庐山智卷三, P800。 大林经社, 大林, 泛名Mah, Vana, 巴黎明童。 位于中印度皮社黎城附近, 又称纠佳罗沙罗, 泛KGRAAL, 8KGRASL, 中阁讲堂, 高阁讲堂, 中阁堂, 普吉讲堂, 中阁经社, 高官殿, 高楼台关。 聚善建绿皮婆沙卷十载, 此林无人种植, 自然天成, 从家为罗魏国连至雪山, 林区辽阔, 故称大林, 佛曾著此说法。 大林经社内有共佛之堂, 壮如燕子, 设备完足。 另据大唐西玉记卷七载, 中阁讲堂林皆弥猴持案经社, 梵马亚氏, 梵马克雷, 霍莉拉, ViHRA, 佛陀西石油画该地石弥猴夺, 至树上取密奉持佛, 并为佛穿凿以持。 然句中阿函卷二时亦无次经, 曾亦阿含卷二十四等所在 则为大陵经舍与弥猴持暗经舍并不相邻 而为未处一地之两经舍 另有一说 为大陵与弥猴同一经舍之以名 或为弥猴及皮舍离城中亦居民之名 杂阿含经卷三 善见绿皮婆沙卷 已有不皮奈耶杂士卷三十六 伏制度论卷三 大唐西玉记卷四莫吐罗国条 位于北印度乌藏那国 佛陀于因为修菩萨行时 其实称为萨父达王 即一切施主 曾于此的寓意婆罗门子之乞讨 由于当时已施国位 身无分文 遂令婆罗门子将自己捆覆起 交付敌国国王以求赏金 出药金卷一赚几百元金卷一批八百 大法眼文艺禅师语录 请参阅精灵清凉愿文艺禅师语录或法眼文艺禅师语录 大法骨 指佛陀所宣说之大法 盖大法之身 犹如古音 能警醒人 令离生死之长夜 故称大法骨 法华经续品 大九三下 吹大法罗 即大法骨 参阅 法骨三千四百一十七 批八百零一 大法骨经 泛名 Mah Bher H Raka Para Varta 凡二卷 刘宋求纳巴陀罗义 经收于大阵藏第九册 内容讲说如来常注意成真实之理 兼述一切世间乐见离车同子于佛陀入灭后传证法之事 主旨类似法华 涅槃诸经 经题具有 及大法门之谷 宣说生妙之义去 知含义 初三藏记记卷二 法经路卷一 历代三宝记卷十 大唐内典路卷六 古经义经图记卷三 大周刊定重经目录卷一 P801 大法罗 指佛陀所宣说之大法 盖大法之身 犹如罗被 能警醒人 故称大法罗 法华经卷一续品 大九三下 经佛世尊 欲说大法 与大法语 吹大法罗 即大法骨 眼大法语 无量寿经卷上 不空所神辨真言经卷十八 参阅 法罗 三千四百二十八 P801 大空 空 为佛教重要思想之一 空 与 有 相对 这有为空 其空亦空 即说有空亦空之 是为就近之大空 对于小臣之 偏空 而称大臣就近之空 即为大空 即大臣之涅槃 大宝基经卷二十二 大一一一二一中 广大空 即明曰虚空 涅槃宫殿 亦父如是为大空 即无有主宰 亦无我所 一切众生 摄入其中 无能摄取一毛端粮 广大空 即广大无量 明大涅槃 又于十八空之中 无东西南北等方位之实体 亦称为大空 此外于密教中 乐物阿字本不深之理 亦称为大空 入人家经卷三 无境根论卷上 P801 大空三魅 为众空三魅之意称 有空空三魅 无相无相三魅 无怨无怨三魅等 参阅 众空三魅 3983 又做正觉三魅 就进三空三魅 三空三魅 即三解脱门 所谓大空三魅 即不止于空 亦不着有 照见空与不空 必尽无相而聚一切 向知三魅 助此三魅者 即助于佛之无碍智慧 又就自门而言 乃 亦 弩 自知已 为大日如家之三魔地 如来助此大空三魅 无形无道 亦无去来 而能如其心量随缘应现 大日经书卷四 卷六 P801 大空行三魅 乃密教大金刚无圣三魅之一名 为金刚守菩萨所入之三魅 与H O 自相应 大日经书卷十 大三九 六八二中 四金刚守入大金刚无圣三魅 中略 O引此真言体也 无不畏意也 呵是行 上一点是大空 下话是定 所谓大空行三魅 即是大金刚三魅之一名 P801 大空魅 即密教大空不生之法生大爵魅 法生具有无碍 包含 长恒等三德 如同世间之虚空具有无碍 包含 长恒等三德 故称为大空 又法生为诸法之所依 故家 魏 之一字 称为大空魅 即身成佛意 大七七 三八一下 法生同大须而无碍 含众向而长恒 故曰大空 诸法之所依 住 故号魏 P802 大空曼陀罗 为曼陀罗之体无相祭灭 而能成一切事 欲如虚空之无相祭灭 而能献一切相 故称大空曼陀罗 P802 大金色孔雀王咒经 全一卷 右座大孔雀王神咒经 大金色孔雀咒经 孔雀王咒经 东晋博师黎密多罗义 收于大阵藏第十九册 魏元史密教经典 内容包括金色孔雀王 大孔雀王心咒 弥勒菩萨 梵天 天地士 大鬼神 咒等 博师黎率先将本经 转入东晋首都建康 经南经 其后有姚晴 揪摩罗时一支孔雀王咒经 一卷 唐代步空一支佛母 大孔雀明王经 三卷 唐代意境一支佛说 大孔雀咒王经三卷等 本经收于高丽大藏经者 义者一名 收于原 名本者 义者之名题为 东晋西域沙门博师黎密多罗 开元式教路卷四 真元新定式教目路卷六 P802 P802 大金色孔雀咒经 请参阅大金色孔雀王咒经或孔雀王杂神咒经 大门 右座总门 日本寺院最外围之正门 若以东西南北之方位分 则有东大门 南大门 西大门 北大门之别 P802 大阿弥陀经 泛名 Aprimate U Astra 英译 阿罗米达阿御师苏达罗 凡二卷 无知千亿 收于大阵藏第十二册 诵 原 名三本首尾君提有 阿弥陀经 四字 立本于卷首提 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谈过渡人道经 与卷尾则提 阿弥陀经 又古来位与纠摩罗时所译之阿弥陀经区别 遂称本经位大阿弥陀经 本经位无量寿经之异议 与无量清净平等绝经皆仅说二十四愿 故两经同称二十四愿经 经中所述有关阿舍是王太子之来会及弥陀入灭 观应成道等纪事 与无量寿经之述说有所出入 若就此等诸经编转之时代先后而言 二十四愿经之编转先于无量寿经等之四十八愿经 又二十四愿经中无量清净平等绝经之愿文教本经证然有志 故本经之编转又先于比经 故知本经为无量寿经诸义中成立最早之一步 初三藏记及卷二 法经录卷一 开元世教录卷二 净土教起源及发达 参阅 无量寿经 五千一百一十九 凡二卷 宋代王日修校及于绍兴三十年 一千一百六十至三十二年间 收于大阵藏第十二册 细和柔对校无量清净平等绝经 知称义 无量寿经 康森凯义 阿弥陀经 知千义 无量寿庄严经 法弦义 等四本而成者 而非由范家所译出 参阅 无量寿经 五千一百一十九 批八百零二 请参阅过渡人道经或阿弥陀经 大阿蛇 密宗修法时之主要领导僧侣 又称大阿蛇离 大阿蛇耶 大阿 著修者则称小阿蛇 观上 大 字 系表尊崇之义 与贯顶十之 教授阿蛇 相对 而称呼授法之阿蛇为 大阿蛇 如曼陀罗公之导师即是大阿蛇 参阅 阿蛇 三千六百八十八 批八百零三 大阿蛇 大阿蛇 南提密多罗所说法注记 请参阅法注记 大永 十八百九十三 一千九百二十九 民国初年森 四川八县人 俗姓李 明景章 辛亥革命后 曾任军政司法之职 初与重庆佛园法师共同创建相关学社 民国八年 1919 伊太须大师出家 一年 受巨族介于金山寺 民国十年东渡日本于高野山密宗大学专修密法 历时一年有余的阿舌黎卫 为民国以来早期留日学森之一 民国十二年十月回国后 即先后渔户、航、武汉等地传授密法 从政中决迁于年之唐朝密法、法尊、法坊等军受其影响 一年 赴北京一百谱人学藏密 并组织藏文学院 炫改为刘藏学法团、律大纲、法尊等二十余人 拟赴西藏留学 藏人以其有政治作用 乃组织西康 遂一大阁西节尊者 专修藏文经典 并翻译宗喀巴之菩提道次略论 民国十六年 尼富拉萨又为守军所祖 遂止于甘兹扎加寺、伊扎加西密 受阿舍离法位 民国十八年是寄于该寺 P803 大勇猛菩萨 大勇猛 泛名Mah Vra 因以摩赫尾罗 为密教安于县徒 胎藏界曼陀罗 便知愿中央一切如来 便知应南方第一位之菩萨 身沉肉色 左手上仰 置于旗下 手持如一宝 右手驱肘持剑 敷坐于赤莲花上 种子位 Kansas 位 作业 知意 三昧耶行 位如一宝珠 秘号延续金刚 大日经卷三转字 伦曼陀罗行品 青龙四仪轨卷中 大日经书卷五 胎藏界七级卷上 诸说不同纪卷二 P803 大品班若经 泛名Pakavati S Hasrik Prot Pyramid 凡二十七卷 或三十 四十卷 九十品 又称二万五千宋班若 乃纠摩罗时于后秦鸿 十四年至十四年 四百零二 四百一十二 所以 幼座摩赫班若波罗蜜经 摩赫班若经 新大品经 大品经 收于大阵藏第八册 系大乘佛教初其说班若空观之经典 据龙树之大制度论 本经前六十六品 未般若道 后二十四品未方便道 据集藏之大品经 一略续载 全书九十品中 前六品系佛对 摩尘利福等上根之人所说 第七品至四十四品为佛命须菩提对中根之人所说 第四十五品至九十品为佛对下根之诸天人所说 本经之同本意义有如下三种 一 光赞班若波罗蜜经 西境主法护义 凡十卷 二十七品 二 放光班若波罗蜜经 西境无罗差义 凡二十卷 或三十卷 九十品 三 大班若经第二会 唐代玄藏义 凡七十八卷 八十五品 此外亦有藏义本 共分七十六品 至于范本 共分八品 则由杜池 N DOT 出版 1934年 唯非全本 本经之注释书极多 较重要者有龙树之大制度 论一百卷 家祥大师及藏之大品 经义书十卷 与大品经 由意义卷 真地之大品 班若经 玄文四卷 出三藏 记及卷二 历代三宝 记卷八 开源 是教路卷四 佛教圣典 盖说 P803 大品经 大品经 请参阅大品 班若经或摩赫 班若波罗 蜜经 大品经 一书 凡石卷 随代及藏传 经收于万序 藏第38册 本书记述 揪摩罗 十所义大品 班若经之纲要 并解释其文意 内容分位十门 即 一 是经题 先依次详 是摩赫 班若 波罗蜜 次旧修多罗之义 广举诸家之说 并解其义 二 叙说经义 即阐明佛说 摩赫班若之因缘 总息为九种因缘 三 明不躺多少 如叙说班若波罗蜜石 又细别为三类 一 两种班若 即共生文 不共生文 二 三种班若 即光赞 放光 道痕 三 五种班若 即摩赫 金刚 天王问 光赞 人王班若等五种 四 便开合 明是班若五十八部之别 为其非浅身四地前后相成 五 明前后 即论摩赫班若之前后 六 便经宗 为班若以因果为宗 其正体非因非果 七 明显密 为如来之话有四门 其中 班若有限 密之话即放 正等四门 八 便叫 说明南方五十 北土四宗之说 为非 为如来之经 叫为大小二圣而已 九 明传译 叙述诸世行等经典传译者之事迹 十 一文解释 一大品班若经 逐字逐句 详未解说 以上十门之中 第一至第九门收于卷一 第十门则未卷二至卷十 然万续藏所收之本缺漏第二卷 全书内容原影涅盘 华言 四分律 大制度 诚实等经律论之说 此外一缕缕引用道安 纠摩罗石 僧照 僧泉等诸论诗之说 三论宗章书 东玉传登目录卷上 三论宗经论章书目录 P804 大威德明王 大威德 泛名人M&Tekka 因一言曼德家 又作将颜魔尊 六族尊 乃五大明王之一 镇守西方 其意象极多 于胎藏界曼图罗持 名愿之相 全身青黑色 成分怒形 六面六臂六族 坐鱼瑟瑟坐上 背负火焰 手持戟 弓 锁 剑 剑 棒等武器 此外 其成水牛之相 亦颇多 以此尊为主尊之修法 称为大威德法 广大仪鬼卷中 胎藏界七级卷上 参阅 五大明王 1058 P805 大威德肖灾吉祥陀陀罗尼经 请参阅赤圣光大威德肖灾吉祥陀陀罗尼经 大威德成 1882 1950 日本佛教学者 福岗县人 早到田大学哲学科毕业 后至我国 韩国 以考察佛教文献史料 这有高丽经藏雕造考 十三写精选 宁乐堪经史 金则遗文 宁乐佛教史论等书 P805 大昭寺 大昭 西藏明州 卡 位于西藏拉萨市中心 右座大昭寺 猪肝寺 狼 唐代文城公主设计 而由器宗弄赞之令伊妃子尼伯尔公主持尊 BHQI 玻璃库基 所建造 历代旅游扩建 建筑 建筑 适量颇具 唐代风格 有高四层之铜植六金楼格五座 镇殿供奉文城公主由长安协网之释迦牟尼像 各殿有器宗弄赞 两公主之塑像及佛像 壁画等 明 清乙将 拉萨之珍月传照法会均在此举行